宗徒大事录 宗徒大事录第一章 德奥斐罗 我在第一部书中 以论及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 直到他借圣神嘱咐了所选的宗徒之后 被接去的那一天为止 他受难以后 用了许多凭据 向他们写明自己还活着 四十天之久 发现给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 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时 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但要等候父的恩许 即你们听我所说过的 若汉固然以水湿了喜 但不多几天以后 你们要因圣神受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 就问耶稣说 主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 他回答说 父以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和日期 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 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 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 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里亚 并直到地级 为我做证人 耶稣说完这些话 就在他们观望中 被举上升 有块云彩接了他去 离开他们的眼界 他们向天注视着他上升的时候 忽有两个穿白衣的人 站在他们前 向他们说 加里泪亚人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位离开你们 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 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 也要怎样将来 那时 他们从名叫赶岸的山上 回了耶路撒冷 这山离耶路撒冷不远 有一安息日的路程 他们进了城 就上了那座 他们所居住的楼房 在那里有伯多禄 若望 雅各伯 安德类 菲里伯 多默 巴尔多禄茂 玛窦 阿尔斐的儿子 雅各伯 热成者西满 及雅各伯的兄弟 尤达 这些人 同一些妇女 及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并他的兄弟 都同心合意地 专务祈祷 有一天 伯多禄起来 站在弟兄们中间说 当时在一起的众人 大约共有一百二十名 诸位人人弟兄 圣神借达位的口 关于领导逮捕耶稣的尤达斯 所预言的经文 必须应验 他本来是我们中间的一位 分占了这职务的一份 但这人 竟用不义的代价 买了一块田地 他倒头堕下 腹部崩裂 一切脏腑都流了出来 耶路撒冷的居民 尽人皆知 为此 他们以本地话 称那块田地为 哈克达玛 就是血田的意思 原来在圣勇集上 曾记载说 愿他的居所变成荒土 没有人在那里居住 又说 让人取去他的职位 所以必须从这些人中 即主耶稣在我们中间 来往的所有时期内 常同我们在一起的人中 由若汉施西起 直到耶稣从我们中被接去的日子指 由这些人中 应当有一个 同我们一起做他复活的见证人 他们便提出了名叫巴尔撒巴 他号称尤斯托的若瑟和玛蒂亚两个人 他们就祈祷说 主 你认识众人的心 求你指示 这两个人中 你拣选了哪一个 使他取得这职务的地位 即中途的职位 因为尤達斯放弃了这职位 去了他自己的地方 他们给二人捏鸠 玛蒂亚中了鸠 就列入十一位宗徒之中 宗徒大事录第二章 五旬节日一到 众人都聚集一处 忽然 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 好像暴风刮来 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 有些散开 好像火的舌头 停留在他们美人头上 众人都充满了圣神 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 说起外方话来 那时 居住在耶路撒冷的 有从天下各国来的 虔诚的犹太人 这声音一响 就聚来了许多人 都仓皇失措 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自己的方言 他们惊讶 奇怪地说 看 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雷亚人吗 怎么我们美人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方言呢 我们中有 和阿拉伯人 侧耳尔静听我的话 这些人并不像你们所设想的喝醉了 因为才是白天第三时辰 反而这是借月娥尔先知所预言的 到末日 天主说 我要将我的神 倾注在所有 有血肉的人身上 你们的儿子和女儿 都要说预言 青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看梦境 甚至在那些日子里 连在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 我也要倾注我的神 他们要讲预言 我要在天上显示奇迹 在下地显示征兆 血 火和烟气 在上主的伟大和显赫的日子来临以前 太阳要变成昏暗 月亮要变成血红 将来 反呼号上主名字的人 必然获救 诸位以色列人 请听这些话 纳扎列人耶稣 是天主用德能 奇迹和征兆 即天主借他在你们中所行的 一如你们所知道的 给你们证明了的人 他照天主 以定的计划和预知 被交付了 你们借着不法者的手 定他在十字架上 杀死了他 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 使他复活了 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 因为达位指着他说 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眼前 我绝不动摇 因他在我右边 因此我心欢乐 我的舌愉快 连我的肉身也要安息于希望中 因为你绝不会将我的灵魂 遗弃在阴府 也不会让你的圣者 健到腐朽 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要在你面前用喜乐充满我 诸位人员弟兄 容我坦白对你们讲论 圣祖达位的事吧 他死了 也埋葬了 他的坟墓直到今天 还在我们这里 他既是先知 也知道天主曾以誓词 对他起了誓 要从他的子寺中 立一位来做他的玉座 他既遇见了 就论其墨西亚的复活说 他没有被遗弃在阴府 他的肉身也没有见到腐朽 这位耶稣 天主使他复活了 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 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 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 你们现今所见所闻的 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 达位本来没有升到天上 但是他却说 上主对吴主说 你坐在我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变作你脚的踏板 所以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 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 立为主 立为墨西亚了 他们一听见这些话 就心中刺痛 所以向伯多禄和其他宗徒说 伯多禄便对他们说 你们悔改吧 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 好赦免你们的罪过 并领受圣神的恩惠 因为这恩许就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 以及一切远方的人 因为都是我们的上主天主所照教的 他还讲了很多别的作证的话 并劝他们说 你们应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世代 于是凡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喜 在那一天约增添了三千人 他们专心听取宗徒的训会 时常团聚 掰饼 祈祷 因为宗徒显了许多奇迹异事 每人都怀着敬畏之情 凡信了的人 常奇迹一处 一切所有皆归功用 他们把产业和财物变卖 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 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前往圣殿 也挨护掰饼 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 他们常赞颂天主 也获得了全民众的爱戴 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 宗徒大事录第三章 伯多禄和若旺在祈祷的时辰 即第九时辰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从母胎中就瘸了 每天有人抬他来 放在名叫利门的殿门前 好像进圣殿的人求施舍 他看见伯多禄和若旺要进圣殿 便求他们给一点施舍 伯多禄和若旺定睛看着他说 你看我们 他就注目看他们 希望得点什么 伯多禄却说 银子和金子我没有 但把我所有的给你 因那扎类人耶稣基督的名字 你起来行走吧 于是握住他的右手 拉他起来 他的脚和踝骨就立即强壮了 他跳起来能站立行走 随同他们进入圣殿 随走随跳赞美天主 众百姓也都看见 他行走赞美天主 他们一认出 他就是那坐在圣殿利门前 求施舍的人 就对他所遇到的事 满怀惊讶诧异 当那人拉着伯多禄和若旺的时候 众百姓都惊奇地 跑到他们那里 即到名叫撒罗满郎下 伯多禄一见 就发言对百姓说 诸位以色列人 你们为什么对这事惊奇 或者为什么注视我们 好像是我们因自己的能力 或热心使他行走 亚巴郎 伊萨格和雅各伯的天主 我们祖先的天主 光荣了自己的仆人耶稣 他就是你们所借送 并在比拉多前所否认的 虽然那人原判定要释放他 你们却否认了那圣而且义的人 竟要求把杀人犯恩赐给你们 反而杀害了生命之源 天主却从死者中复活了他 我们就是这世的见证人 因我们信仰他的名 他的名就强壮了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 即由他而来的信德 在你们众人面前 赐这人完全好了 现今弟兄们 我知道你们所行的是出于无知 你们的首领也是如此 但天主借着众先知的口 预言他的墨西亚当受难的事 也就这样应验了 你们悔改并回心转意吧 好消除你们的罪过 为的是使安乐的时期 由上主面前来到 他好给你们派遣已预定的墨西亚耶稣 因为他必须留在天上 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对此天主借着他古圣先知的口 早已说过了 梅瑟说过 上主我们的天主 要从你们的弟兄们中 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 你们应在他吩咐的一切事上 听从他 将来无论谁 若不听从那位先知 必从民间铲除 其实所有的先知 自撒末尔起及以后讲话的先知 都预言了这些日子 你们是先知和蒙约之子 那蒙约是天主 与你们的祖先所定立的 因他曾向亚巴郎说 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获得祝福 天主先给你们兴起他的仆人 派他来祝福你们 使你们各个皈依 脱离你们的邪恶 正当他们向百姓讲话的时候 司机 圣殿警官和撒杜塞人来到他们那里 大为恼怒 因为他们教训百姓 并宣讲耶稣从死者中复活 所以下手拿住他们 压在拘留所里 直到第二天 因为天已晚了 但听到的人中 有许多人信从了 男人的数目大约有五千 到了第二天 犹太人的首领 长老和经师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还有大司机亚纳斯 和盖法若旺亚历山大 以及大司机家族的人 他们就令宗徒们站在中间 仔细拷问说 你们凭什么能力 或以谁的名义行这事 那时 伯多禄充满圣神 向他们说 各位百姓首领和长老 如果你们今天询问我们 有关向一个病人行善的事 并且他怎样痊愈了 我很高兴告诉你们 和全以色列百姓 是凭纳扎类人 耶稣基督的名字 即是你们所定死 天主从死者中所复活的 就是凭着这人 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人 好了 这耶稣就是为你们 将人所弃而不用的石头 反而成了乌角基石 除他以外 无论凭谁 绝无救援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字 使我们赖以得救的 他们看到伯多禄和若望的胆量 并晓得他们是没有读过书的平常人 就十分惊讶 他们既认出 他们是同耶稣在一起的 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 同他们一起站着 都无言可对 所以命他们暂且离开公议会 彼此商议 说 对这些人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因为他们确实显了一个明显的奇迹 凡耶路撒冷的居民都知道了 我们也不能否认 但是 为叫这事不再在民间传播 我们当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可再因这名字 向任何人发言 所以叫了他们来 严令他们绝对不可再因耶稣的名 发言失教 伯多禄和若望却回答说 听从你们而不听从天主 在天主前是否合理 你们评断吧 因为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所见所闻的事 议员们为了百姓的缘故 找不到借口来处罚他们 就把他们恐吓一番予以释放了 因为众人都为所发生的事光荣天主 原来那因奇迹治好了的人 已有四十多岁了 他们被释放之后 来到自己的人那里 报告了大司祭和长老 向他们所说的一切 大家一听都同心合意地高声向天主说 上主 是你创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 你曾以圣神借我们的祖先 你的仆人达位的口说过 一民为何叛乱 万民为何策划忘事 世上的君王起来 首领聚集在一起 反对上主和他的受夫者 实在 黑洛德和班阙比拉多 与一民和以色列人 聚集在这座城内 反对你的圣仆人耶稣 反对你的受夫者 实行了你的手和计划 所预定要成就的事 现今 上主 请注意他们的恐吓 赐你的仆人以绝大的胆量 宣讲你的真道 同时伸出你的手 借你的圣仆人耶稣的名字治病 显征兆 行奇迹 他们祈祷后 他们聚集的地方震动起来 众人都充满了圣神 大胆地宣讲天主的真道 众信徒都是一心一意 凡个人所有的 没有人说是自己的 都归功用 宗徒们以大德能 作证主耶稣的复活 在众人前大受爱戴 在他们中 没有一个贫乏的人 因为凡有田地和房屋的 卖了以后 都把卖得的价钱带来 放在宗徒们脚前 照美人所需要的分配 有位若瑟 宗徒称之为巴尔纳伯 解说安慰之子 是类位人 生于塞浦路斯岛 他有田地 卖了以后 也把银钱带来 放在宗徒脚前 宗徒大事录第五章 有一个人 名叫阿纳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斐腊 卖了一块田地 他扣留了一部分价钱 妻子也表同意 就带了一部分 去放在宗徒脚前 伯多路说道 阿纳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使你欺骗圣神 扣留了田地的价钱呢 田地留下不卖 不是还是你的吗 既卖了 价钱不是还属于你权下吗 为什么你心中打算了这事 你不是欺骗人 而是欺骗天主 阿纳尼亚一听这话 就跌倒断了气 凡听见的人都十分害怕 年轻人就起来 把他国企抬去埋葬了 大约隔了三个时辰 他的妻子进来了 还不知所发生的事 伯多路问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价钱 就是这么多吗 他说 是 就是这么多 伯多路便说 你们为什么 共谋试探主的神呢 看 埋葬你丈夫者的脚 已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去 他立刻跌倒在他脚前 也断了气 年轻人进来见他死了 就抬去埋葬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一切 听见这些事的人 都十分害怕 宗徒们在百姓中 行了许多征兆 显了许多奇迹 众信徒都同心合意地 聚在撒罗满郎下 其他的人 没有一个敢与他们接近的 但是百姓都夸赞他们 信主的人越来越增加 男女的人数极其众多 宗徒们行了这样多的奇迹 以致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褥子上 跑叫伯多路走过的时候 至少他的影子能遮在一些人身上 还有许多耶路撒冷四周城市的人 抬着病人和被邪魔所缠绕的人 骑急而来 他们都得了痊愈 大司祭和他的一切同仁 即撒杜塞党人都起来 急恨田凶 下手拿住宗徒 把他们压在公共拘留所内 夜间 有上主的天使打开了监狱的门 领他们出来说 你们去 站在圣殿里 把一切有关生命的话 讲给百姓听 他们领了命 天一亮就进入圣殿施教 大司祭和他的同仁 来召开公议会 即以色列子民全长老议会 差人去监里 把宗徒们提出来 差一来到 在监狱中没有找到他们 便回去报告说 我们确实看见监狱关锁得非常牢固 卫兵也站在门前 但一打开 你们没有找到一个人 圣殿警官和司祭长一听这些话 十分纳闷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忽有一个人来向他们报告说 看 你们压在监狱里的人 站在圣殿里 教训百姓 圣殿警官就同差役去把他们领来 但未用武力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砸他们 他们把宗徒领来之后 叫他们站在公议会中 大司祭便审问他们说 我们曾严厉命令你们 不可用这名字施教 你们看 你们却把你们的道理 传遍了耶路撒冷 你们是有意把这人的血 引到我们身上来啊 伯多禄和宗徒们回答说 听天主的命 应胜过听人的命 我们祖先的天主 复活了你们下毒手 悬在木架上的耶稣 天主以右手举扬了他 叫他做首领和救主 为赐给以色列人悔改和罪赦 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 并且天主给那些服从他的人 所赏的圣神也为此事作证 他们一听这话大发雷霆 想要杀害他们 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加玛里尔 是众百姓敬重的法学士 他在公议会中站起来 命这些人暂时出去 他便向议员们说 诸位以色列人 你们对这些人 应小心处理 因为在不久以前 特乌达起来 说自己是个大人物 附和他的人数约有四百 他被杀了 跟从他的人也都散了 归于乌有 此后 加里雷亚人尤达 当户口登记的日子 起来引诱百姓随从他 他丧亡了 跟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对现今的事 我奉劝你们 不要管这些人 由他们去吧 因为若是这计划或工作 是由人来的 必要消散 但若是从天主来的 你们不但不能消灭他们 恐怕你们反而成了与天主做对的人 他们都赞成他的意见 他们遂把宗徒们叫来 鞭打了以后 命他们不可再因耶稣的名字讲道 遂释放了他们 他们喜喜欢欢地 由公义会前出来 因为他们配为这名字受侮辱 他们每天不断在圣殿内 或挨护施教 宣讲基督耶稣的福音 宗徒大事录第六章 那时候 门徒们渐渐增多 希腊化的犹太人 对希伯来人发出了怨言 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应品上 疏忽了他们的寡妇 于是十二宗徒召集众门徒说 让我们放弃天主的圣言 而操管饮食 实在不相依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 简定其位友好声望 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 派他们管这药物 至于我们 我们要专务祈祷 并为真道福意 这番话得了全体的乐福 就选了斯德旺 他是位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 和斐里伯 扑洛和洛 尼加诺尔 提梦 帕尔莫纳 及尼科劳 他是个皈依犹太教的 安提约基亚人 叫他们立在宗徒面前 宗徒们祈祷以后 就给他们赴了手 天主的道渐渐发扬 门徒的树木 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 司祭中也有许多人 服从了信仰 斯德旺充满恩宠和德能 在百姓中显大奇迹 行大征兆 当时有些称为 自由人会堂中的人 以及基勒乃和亚历山大 里亚人的会堂的人 还有些属基里基亚和亚西亚会堂的人 起来同斯德旺辩论 但是他们敌不住他的智慧 因为他是借圣神说话 于是他们便怂恿一些人说 我们听见他说过 亵渎梅瑟和天主的话 他们又煽动了百姓 长老和经师 一同跑来 捉住了他 借送到公益会 他们并设下假见证 这人不断地说 反对圣地和法律的话 因为我们曾听见他说 这个纳渣类人 耶稣要毁灭这个地方 并要改革梅色 给我们传下的常礼 所有坐在公益会的人 都注目看他 见他的面容 好像天使的面容 宗图大事录第七章 大司纪遂问说 真是这样吗 斯德旺答说 诸位人人弟兄 诸位父老 请听 当我们的祖先亚巴郎 还在美索布达米亚 还未住在哈兰以前 荣耀的天主 曾显现给他 向他说 你要离开你的故乡 和你的家族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那时 他虽离开了 加瑟丁人的地方 住在哈兰 他父亲死后 天主又叫他 从那里迁移 来到你们现今所住的地方 在此地 天主并没有赐给他产业 连脚掌那么大的地方 也没有给 却应许了 把此地赐给他 和他以后的子孙 做产业 虽然当时 他还没有儿子 天主还这样说过 他的子孙 要乔居异地 人要奴役虐待他们 共四百年之久 天主还说 我要惩治那奴役 他们的义民 此后 他们要出来 要在这地方 恭敬我 天主又赐给了他 哥损的盟约 这样 他生了伊撒格后 第八天 给他行了哥损礼 以后 伊撒格生了雅各伯 雅各伯生了十二位宗主 宗主们极度若瑟 把他迈到埃及 天主却同他在一起 救他脱离了一切磨难 并在埃及王法郎面前 使他得宠 有智慧 法郎就派他 总理埃及和王家事务 后来 在全埃及和克纳汉 发生了激紧和大难 我们的祖先找不到食物 雅各伯听说 在埃及有粮食 就打发了我们的祖先去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 若瑟被他的兄弟们 认出来了 法郎也明晰了 若瑟的亲族 若瑟遂打发人 请自己的父亲 和所有同族前来 共计七十五人 雅各伯下到了埃及 以后 他和我们的祖先都死了 后来 他们被运到摄根 埋葬在亚巴郎 用银架从哈摩尔的儿子 在摄根所买的坟墓中 天主向亚巴郎 所应成的恩许的时期来进了 这民族在埃及 就逐渐繁殖增多起来 直到另一位 不认识弱色的君王 起来统治埃及 他就用计谋 压迫我们的亲族 虐待我们的祖先 叫他们抛弃自己的婴孩 不容生存 就在那时期 梅瑟诞生了 他为天主所喜爱 在父亲家中养育了三个月 他被抛弃后 法郎的女儿却将他拾去 当自己的儿子养育 梅瑟学习了埃及人的各种智慧 他讲话办事都有才干 当他满了四十岁的时候 他心中起了看望自己的弟兄 以色列子民的愿望 他看见一个人受欺压 就加以慰护 为受欺负的人报仇 打死了那个埃及人 他以为自己的弟兄 明白天主要借他的手拯救他们 但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 他看见他们打架 就劝他们和解说 同仁 你们原是弟兄 为什么彼此伤害呢 那欺压近人地推开他说 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 难道你愿意杀死我 就像昨天你杀死了那埃及人一样吗 梅瑟因这句话便逃跑了 在米德阳地方做客 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 在西乃山的旷野里 有一位使者 在荆棘从火焰中显现给他 梅瑟一见 就奇怪这意象 他正要前去观察 有上主的声音说 我是你祖先的天主 吉亚巴郎 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 梅瑟就站立起来 不敢前去观察 上主向他说 将你脚上的鞋脱下 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 我看见了我百姓 在埃及的苦楚 也听见了他们的哀叹 所以下来拯救他们 现在你来 我要打发你到埃及去 这梅瑟就是他们曾否定说 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的 天主却借着在荆棘中显现的使者的手 打发他做首领和救赎者 就是他领了他们出来 在埃及 在红海 在旷野 四十年之久 行了奇迹异事 这人就是那给以色列子民说 天主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似的先知的梅瑟 就是他在旷野时 在惠众中 立在西乃山给他说话的使者 和我们的祖先之间 领受生命的话 传授给我们 我们的祖先却不肯听从他 反而拒绝他 他们的心已转向埃及 遂向亚郎说 请给我们制造神像 在我们面前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这位梅瑟 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 他们就在那几天制造了一个牛犊 向那偶像奉献祭品 并因他们手中的作品而欢乐 于是天主转过身去 任凭他们恭敬天上的君律 就如在先知书上所载的 以色列家 你们四十年在旷野中 何尝向我奉献过牺牲和祭品 你们抬着摩雷克的账目 和棱番神的星辰 为朝拜你们所制造的偶像 为此 我要把你们迁徙到巴比伦那边去 我们的祖先在旷野中 有一个作证的账目 这账目就是天主吩咐梅瑟 按他所指示的饰养制造的 我们的祖先相继承受了它 当天主把一民 从我们祖先的面前赶走之后 他们便同若苏厄 将此账目运到继承为业之地 直到达位的时日 达位在天主面前获得了宠爱 就恳求要为雅各伯的天主 寻找一个住所 撒罗满便为天主建筑了殿宇 但至高者本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宇中 正如先知说 天是我的宝座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建筑什么样的殿宇 上主说 或者我安息的地方是怎样的呢 这一切不是我的手所造的吗 执拗和心儿未受割损的人啊 你们时常反抗圣神 你们的祖先怎样 你们也怎样 哪一位先知 你们的祖先没有迫害过 他们杀害了那些欲言义人来临的人 现在你们都成了那一人的出卖者和凶手 你们这些人 接受了借天使所传布的法律 却不遵守 他们一听这些话 怒从心起 向他咬牙切齿 斯德望却充满了圣神 注目向天 看见天主的光荣 并看见耶稣站在天主右边 所以说道 看 我见天开了 并见人子站在天主右边 他们都大声乱嚷 掩着自己的耳朵 一致向他扑去 把他拉出城外 用石头砸死了 证人脱下自己的衣服 放在名叫扫路的青年人脚前 当他们用石头砸斯德望的时候 他祈求说 主耶稣 接我的灵魂去吧 所以屈膝跪下 大声呼喊说 主 不要向他们算这罪债 说了这话就死了 宗徒大事录 第八章 扫路也赞同杀死他 就在那一日 发生了严厉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事 除宗徒外 众人都逃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乡间 虔诚的人 共同埋葬了斯德望 也为他大哭了一场 扫路想摧毁教会 进入各家 连男带女都拉去 压到监里 那些逃散的人经过各处 宣讲真道的喜讯 斐里伯下到撒玛利亚城 给他们宣讲基督 群众都留意斐里伯所讲的话 都同心合意地听教 并看到了他所行的奇迹 因为有许多附了邪魔的人 邪魔从他们身上大声喊叫着出去了 有许多瘫痪和瘸子也被治好了 为此那城里的人皆大欢喜 有一个人名叫西满 曾在这城中行过邪术 使撒玛利亚的百姓金服 并称自己是一位大人物 所有的人从上到下都听从他说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 是因为他很久以来就用邪术 使他们精服 但当他们信服了那传报天主的国 和耶稣基督名字的斐里伯时 男女就都受了喜 连西满自己也信服了 他受洗以后 常随从斐里伯 他看到所显的奇迹和大能 称其不止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宗徒 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 便打发伯多禄和若望 往他们那里去 他们二人一到 就为他们祈祷 使他们领受圣神 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身上 他们只因主耶稣的名受过喜 那时宗徒便给他们复首 他们就领受了圣神 西满看见借宗徒们的复首 付给人圣神 所以献给他们银钱 说 你们也把这个权柄交给我 为交我 无论给谁付首 谁就领受圣神 伯多禄却向他说 愿你的银钱与你一起丧亡 因为你想天主的恩赐 可用银钱买得 在这世上 你没有骨也没有分 因为你在天主前心怀不正 所以你该回心转意 摆脱你这个恶念 祈求主 或者可给你赦免你心中的妄想 因为我明知你心怀苦毒 并在邪恶的束缚中 西满回答说 请你们为我祈求主 好就你们所说的 一点也不要降在我身上 二宗徒既做了正 并宣讲了主的圣道 就返回耶路撒冷 一路在撒玛利亚人的许多乡村中 宣讲了福音 上主的天使向斐里伯说 起来往南行 沿着由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走 及旷野中的那条路 他就起来去了 看 有个厄提约匹亚人 是厄提约匹亚女王 甘达克的有权势的太监 也是他宝库的总管 他曾来到耶路撒冷朝圣 他回去的时候坐在车上 送读伊撒伊亚先知 圣神就向斐里伯说 你上前去 走进这辆车子 斐里伯就跑过去 听见他送读伊撒伊亚先知 便说道 你明白所诵读的吗 他答说 若没有人指教我 怎么能够 于是请斐里伯上车与他同坐 他所诵读的那段经正是 他如同被迁去宰杀的羊 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肩默 他也同样不开口 在他屈辱之时 无人为他申辩 谁能描述他的后代呢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了 太监向斐里伯发言说 请你说 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 是指自己或是指别人 斐里伯便开口 从这段经文开始 给他宣讲了耶稣的福音 他们沿路前行的时候 来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 那太监就说 看 这里有水 还有什么阻挡我受洗呢 斐里伯答说 你若全心相信便可以 他答说 我信耶稣基督 就是天竹子 他救命车停住 斐里伯利伯和太监两人下到水中 斐里伯给他付了洗 当他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 主的神把斐里伯提去 太监就再看不见他了 他就喜喜欢欢地往前行自己的路 斐里伯却出现在阿佐托 以后经过各城宣讲福音 直到凯撒勒亚 宗图大事录第九章 扫路还是向主的门徒 口吐恐吓和凶杀之气 遂去见大司祭 求他发文书给大马士革各会堂 凡他搜出的这道门的人 布局男女都绑起来 借送到耶路撒冷 当他前行 快要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 忽然从天上有一道光 环射到他身上 他便跌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向他说 扫路 扫路 你为什么迫害我 他答说 主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但是 你起来进城去 必有人告诉你当做什么 陪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只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什么人 扫路从地上起来 睁开他的眼 什么也看不见了 人们牵着他的手 领他进了大马士革 三天的功夫看不见 也不吃 也不喝 在大马士革有个门徒 名叫阿纳尼亚 主在异象中向他说 阿纳尼亚 他答说 主 我在这里 主向他说 起来 往那条名叫直接的地方去 要在犹大家里 找一个名叫扫路的塔尔索人 看 他正在祈祷 扫路此时在异象中 看见一个名叫阿纳尼亚的人进来 给自己扶手 使他扶名 阿纳尼亚却答说 关于这个人 我听许多人说 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 做了许多坏事 他在这里也有从大司祭取得的权柄 要捆绑一切呼号你名字的人 主却向他说 你去吧 因为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 国王和以色列子民前 因为我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字 该受多么大的苦 阿纳尼亚就去了 进了那一家 给他扶手说 扫路兄弟 在你来的路上 发现给你的主耶稣打发我来 叫你看见 叫你充满圣神 立刻又像领甲一样的东西 从他的眼中掉了下来 他便看见了 所以起来领了喜 进食以后就有了力量 他同大马士革的门徒 住了几天之后 即刻在各会堂中宣讲耶稣 说他是天主子 凡听见的人都奇怪说 这不是那在耶路撒冷 消灭呼求这名字的人吗 他不是为这事来这里 要捆绑他们 借送到大司祭前吗 扫路却更强而有力了 使乔居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 惊慌失措 因为他指证耶稣就是墨西亚 过了一些时日 犹太人就共同商议要杀害他 他们的计谋却为扫路之道了 犹太人便日夜把守城门 要杀害他 但他的门徒把他带去 夜间用篮子将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 扫路来到耶路撒冷 设法与门徒们交结 众人都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巴尔纳伯却接待了他 引他去见宗徒 并给他们讲述 扫路在路上怎样看见了主 主怎样给他说了话 他又怎样在大马士革 因耶稣的名字勇敢讲道 扫路虽在耶路撒冷同他们来往 也因主的名字勇敢讲道 并且同希腊化的犹太人谈论变道 他们就打算杀害他 兄弟们一知道这事 就领他下到凯撒勒亚 以后打发他到塔尔索去了 教会既在全犹太 加里雷亚和撒玛里亚得了平安 所以建立起来 怀着敬畏上主之情行动 并因着圣神的鼓励逐渐发展 当伯多禄巡视各处时 也到了居住在里达的圣徒那里 在那里遇见了一个人 名叫艾乃阿患瘫痪病 躺在床上已有八年 伯多瘫痪病 博多禄向他说 艾乃阿 耶稣基督治好你了 起来 整理你的床入吧 他即刻起来了 凡住在里达和沙龙的人 见了他 就都皈依了主 在约培 有个女门徒 名叫塔比达 希腊文叫做多尔卡 塔多行善事 广施周济 就在那几天病死了 人把他洗涤后 停在楼上 李达因临近约培 门徒们听说伯多禄在那里 就打发两个人到他那里去 请求说 你不可再持言到我们那里去了 伯多禄就动身同他们去了 他一来到 他们领他上了楼 所有的寡妇都来到他前 哭着把多尔卡 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所制的内外衣指给他看 伯多禄叫众人 都退到外面以后 遂屈膝祈祷 转身向遗体说 塔比达 起来 他便睁开眼 看见了伯多禄 就坐了起来 伯多禄伸手扶他起来 随后叫圣徒和寡妇们进来 叫他们看他已活了 这事传遍了全约培 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以后 伯多禄在约陪一个皮匠西满家里 住了一些日子 宗图大事录 第十章 在凯撒大事录 在凯撒勒亚有一个人 名叫科尔乃略 是所谓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同他的全家 是虔诚而敬畏天主的人 对百姓慷慨好施 又常向天主祈祷 有一天 大约第九时辰 他在异象中 清楚看见天主的一位天使进来 到他跟前向他说 科尔乃略 他注目看天使 就惊慌害怕说 主 有什么事 天使回答说 你的祈祷和施舍 已升到天主面前 获得纪念 你现在打发人往约陪去 请号称伯多禄的一位西满来 这人客居在一个名叫西满的皮匠家里 他的房子靠着海 向他说话的天使一走 他便叫来了两个家徒 和常护卫自己的一个虔诚兵士 把一切事告诉了他们 就打发他们往约陪去了 第二天 他们行路将进城的时候 约在第六个时辰 伯多禄上了屋顶祈祷 他那时饿了 愿意进食 正在人预备饭的时候 他就神魂超拔了 他看见天开了 降下一个器皿 好像一块大布 系着四脚 坠到地上 里面有各种四足兽 地上的爬虫和天空的飞鸟 有声音向他说 伯多禄 起来 宰了吃吧 伯多禄却答说 主 绝对不可 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样 污秽和不洁之物 声音第二次又向他说 天主称为洁净的 你不可称为污秽 这事一连发生了三次 那器皿随即撤回天上去了 伯多禄正在猜想他所建的异象 有什么意思的时候 看 科尔乃略打发来的人 已查问到西满的家 站在门前 他们喊着询问 号称伯多禄的西满 是否住在这里 伯多禄还在沉思那异象时 圣神说 看 有三个人找你 起来 下去 同他们一起去吧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打发他们来的 伯多禄下来 向那些人说 看 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他们答说 科尔乃略百夫长 是个正义和敬畏天主的人 也受全犹太人民的称谕 他蒙圣天使指示 请你到他家去 听你讲道 伯多禄于是请他们进来住下 第二天起来 便同他们一起去了 还有几个约陪的兄弟陪着他 次日 他到了凯撒勒亚 那时 科尔乃略召集了自己的亲戚和密友 等候他们来 当伯多禄进来的时候 科尔乃略去迎接他 贵符在他脚前叩拜 伯多禄拉他起来说 起来 我自己也是个人 就同他谈着话进去了 看见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 便对他们说 你们都知道 犹太人是不准同外邦人交接来往的 但是 天主指示给我 没有一个可说是污秽或不洁的人 为此 我一被请 毫不犹豫的就来了 请问 你们请我来 是为什么缘故 科尔乃略说 从此时起 四天以前 第九时辰 我在我房中祈祷时 忽然有位穿华丽衣服的人 站在我前说 科尔乃略 你的祈祷蒙了垂云 你的施舍在天主前得到纪念 所以 你要打发人往约陪去 教号称 伯多禄的西满来 他客居在靠近海的皮匠西满家里 我就立刻打发人到你那里去了 你来得真好 现今我们众人都在天主前 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 伯多禄遂开口说 我真正明白了 天主是不看情面的 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 而又履行正义的人 都是他所忠悦的 他借耶稣基督 他原是万民的主 宣讲了和平的喜训 把这道先传给以色列子民 你们都知道 在若汉宣讲洗礼以后 从加里雷亚开始 在全犹太所发生的事 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 敷了纳扎类的耶稣 使他寻行各处施恩行善 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 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狱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见证人 他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 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 叫他显现出来 不是给所有的百姓 而是给天主所预见的见证人 就是给我们这些 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 与他同时共饮的人 他吩咐我们 向百姓讲道 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判官 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 凡信他的人 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 伯多禄还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圣神降在所有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受过歌损与伯多禄同来的信徒 都惊讶圣神的恩惠也倾注在外邦人身上 因为听见他们说各种语言 并颂扬天主 那时伯多禄就发言说 这些人既领受了圣神和我们一样 谁能阻止他们不受谁喜呢 所以吩咐人以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复喜 以后他们求伯多禄再住了几天 宗徒大事录 宗徒和在犹太的弟兄听说了 连外邦人也接受了天主的圣道 即至伯多禄上到耶路撒冷 那些受歌损的人飞难他 说你静进了未受歌损人的家 且同他们吃了饭 伯多禄便开始按次解释说 我在约培城祈祷的时候 在神魂超拔中 建了一个异象 由天上降下一个器皿 好像一块大布 系着四脚从天坠下一直来到我面前 我往里面定睛细看 见有地上的四足兽 野兽 爬虫和天空的飞鸟 我也听到有声音 向我说 伯多禄 起来宰了吃吧 我却答说 主绝对不可 因为污秽和不洁之物 总没有进过我的口 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答道 天主称为洁净的 你不可称为污秽 这事竟一连发生了三次 以后那一切又撤回天上去了 正在那时 忽有三个人来到我们所住的家门前 他们是从凯撒勒亚被派来见我的 圣神吩咐我 因与他们同去不必疑惑 同我一起去了 还有这六个弟兄 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 那人告诉了我们 他怎样看见天使站在他的屋内 说你要打发人到约培去 邀请号称伯多禄的西满来 他有话对你讲 使你和你全家得救 以后在我开始讲话时 圣神就降在他们身上 有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了主所说的话 若汉固然用水湿了喜 但你们却要因圣神受洗 所以如果天主赐给了他们同样的恩惠 如同给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 我是什么人能阻止天主呢 众人听了这话才平静下来 并光荣天主说 原来天主也恩赐外邦人悔改 未得生命 在斯德旺受害时 那些由于囧难而四散的人 经过各地来到了 肥尼基 塞浦路斯 和安提约基亚 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 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 和基勒乃人到了安提约基亚 也向希腊人讲道 宣传主耶稣的福音 主的手同他们在一起 信而归主的人数目很多 这事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 就打发巴尔纳伯到安提约基亚去 他一来到 看见天主所赐的恩惠就很喜欢 并劝勉众人要决心坚定于主 因为他是好人 充满圣神和信德 如此有许多人归附了主 以后他往塔尔索去找扫路 找找以后 便领他回到安提约基亚 他们一整年在那教会中共同工作 教导了许多人 在安提约基亚最先称门徒为基督徒 在那时候 有些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约基亚 其中一个名叫阿加波的 因神士起来预言 在普世上将有大饥荒 这饥荒就在喀劳迪时发生了 门徒遂决定 每人按利捐献 把救济物资送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都照办了 由巴尔纳伯和扫路经手送到长老那里 宗图大事录第十二章 在那个时期 黑洛德王以下手磨难教会中的一些人 用剑杀了若望的哥哥雅各伯 他一看到犹太人喜欢 便命人连伯多禄也加以拘捕 时正值无教节日 把他拿住以后就压在监狱中 交由四班兵士 每班四人看守 愿意在逾越节后给百姓提出来 伯多禄就被看管在监狱中 而教会恳切为他向天主祈祷 即至黑洛德将要提出他的时候 那一夜伯多禄被两道锁链附着 睡在两个士兵中 门前还有卫兵把守监狱 忽然主的一位天使显现 有一道光照亮了房间 天使拍着伯多禄的肋膀唤醒他说 快快起来 锁链碎从他手上落下来 天使向他说 速上腰穿上你的鞋 他都照办了 天使吩咐他说 踢上你的外场跟我来吧 他就出来跟着走 还不知道天使所行的是实在的事 只想是见了异象 他们经过第一道港 又第二道 来到通道城的铁门前 铁门就自动的给他们开了 他们便出去 往前走了一条街 忽然天使离开他 不见了 伯多禄 这才清醒过来 说 现今我实在知道 主派了他的天使来 救我脱免 黑洛德的手 和犹太人民所希望的事 他既明白过来 就往若望 号称马尔谷的母亲 玛利亚的家去 在那里 有好些人聚集祈祷 他敲大门的时候 有一个名叫 洛德的使女过来听 他一认出是伯多禄的声音 洗得没有开门 就跑进去报告说 伯多禄站在大门前 他们都对他说 你疯了 他却坚持说 实在是这样 他们反说 是他的天使 伯多禄还不住地敲门 他们一开门 看见是他都惊呆了 伯多禄白手 叫他们不要作声 所以给他们述说 上主怎样领他出了监狱 且说 你们要把这些事 报告给雅各伯和弟兄们 他便出去 往别的地方去了 天一亮 在士兵中起了不小的骚乱 不知伯多禄出了什么事 黑洛德遂搜寻他 搜寻不到就审讯卫兵 下令把他们处决了 以后 黑洛德从犹太下到凯撒勒亚 住在那里 那时 黑洛德向提洛和七东发了大怒 二成的人商量好来见他 并贿赂了管王卧房的布拉斯托去求和 黑洛德 因为他们那一方当由君王这里获得十粮 黑洛德 黑洛德在约定的日子 广大 巴尔纳博和扫鹿完成了任务 有基勒乃人路基约 和与分封侯黑洛德同主的马纳衡 还有扫鹿 他们敬礼主和敬食的时候 圣神向他们说 你们给我选拔出巴尔纳博和扫鹿来 去行我叫他们要行的工作 他们遂敬食祈祷 给他们复了手 派他们走了 二人既被圣神派遣 所以下到色楼基亚 又从那里乘船往塞浦路斯 他们来到撒拉米 就在犹太人的会堂中 宣讲天主的圣道 还有若望做助手 他们走遍了全岛 直到怕佛 遇见一个犹太人 他是个术士 也是假先知 名叫巴尔耶稣 他常同色尔爵保禄总督在一起 总督是个聪明人 他邀请了巴尔纳博和扫鹿来 想听天主的圣道 但那树士恶驴马 这是他的希腊一名 却反对他们 想法颠覆总督的信心 扫鹿也即是保鹿充满了圣神 定睛望着他 说 你这满怀各种欺诈和各种奸恶的人 魔鬼的儿子 一切正义的仇敌 你还不停止颠覆天主的正道吗 现今你看 上主的手要淋于你 你要变成一个瞎子 看不见太阳 直到一个时期 立刻昏黑和幽暗降在他身上 他就来回摸索 找寻领路的人 那时 总督看见发生的事就信了 很惊讶主的道理 以后 保鹿和同他一起的人 从帕佛乘船 来到庞菲尼亚的培尔格 若望却离开他们 回了耶路撒冷 他们由培尔格 经过各处 到了匹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 安息日 他们进了会堂坐下 在朗诵法律和先知之后 会堂长派人问他们说 人人弟兄 你们若有什么劝勉民众的话 请说吧 保鹿就站起来 打手势说 诸位以色列人 和敬畏天主的人 请听 以色列民族的天主 拣选了我们的祖先 当这百姓寄居埃及时 天主就举扬了他们 以大能的手臂 从那里领他们出来 大约四十年的功夫 在旷野中容忍了他们 灭了在克纳汉地方的 七个民族以后 就把那地方分给他们 作为基业 约有四百五十年 此后 又给他们立了民长 直到撒末尔先知时代 从那时起 他们要求一位君王 天主就给他们 立了本亚民族人 克室的儿子撒乌尔 为王四十年 把他撤职以后 给他们立了达位为君王 天主为他作证说 我找到了 叶瑟的儿子达位 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 他要履行我的一切旨意 天主按照恩许 从他的后裔中 给以色列兴起了 一位救主耶稣 若汉在他来临以前 先向全以色列民 宣讲了悔改的洗礼 即至若汉将完成 自己的任务时 说道 我不是你们所猜想的那位 但是 看 他在我以后要来 我不配借他脚上的鞋 诸位人人弟兄 亚巴郎的子孙 和你们敬畏天主的人 这救恩之道 正是给我们赐下的 因为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他们的首领不认识他 也不明白 每安息日 所诵读的先知的预言 就判决了他 而应验了这些预言 他们本来找不到一条死罪 却要求比拉多处死了他 论他所记载的 都成就了以后 就把他从木架上卸下 放在坟墓里 天主却使他 从死者中复活起来 他多日显现给同他一起 从加里泪亚 往耶路撒冷去的人 这些人 就是现今在百姓前 给他作证的人 我们现今 也给你们报告喜讯 就是那 向祖先所应许的恩许 天主 已给我们 做他们子孙的完成了 叫耶稣复活了 就如在第二篇圣咏上 所记载的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 论到天主 使他从死者中复活了 使他不再归于腐朽 曾这样说过 我要赐给你们 许与达位的圣善忠实 为此 又在另一处说 你绝不让你的圣者 见到腐朽 达位固然在自己活着时 奉行了天主的旨意 但是他死了 也归到了自己祖先那里 且见到了腐朽 但天主从死者中 所复活的那位 却没有见到腐朽 所以 诸位人人弟兄 你们必须知道 就是借着这耶稣 给你们宣布了赦罪之恩 凡在一切 你们凭霉色法律 不能诚意的事上 凭着他 凡信的人都可诚意 所以 你们要小心 不要叫先知书上说的话 来到你们身上 藐视的人啊 你们要看 要惊讶 要消失 因为在你们的日子 我做了一件事 即使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也必不信那件事 他们出去的时候 众人要求下一个安息日 再给他们讲这些事 会众散去以后 有许多犹太人 和皈依犹太教的前程人 随从了保禄 和巴尔纳伯 二人同他们谈话 劝他们 勿要坚持天主的恩宠 下一个安息日 全程的人几乎都聚集了来 要听天主的圣道 犹太人一看见 这么众多的人 就满心极度 反对保禄所讲的 且加以辱骂 保禄和巴尔纳伯 却放胆地说 天主的圣道 本来先应讲给你们听 但因你们拒而不受 并断定自己 不配得永生 看 我们就要转向外邦人 因为主如此命我们说 我以立你作为外邦人的光明 使你成为他们的救恩 直到地极 外邦人听了都很喜欢 赞美主的圣道 那些被预定获得永生的人 就都信了 主的圣道 遂传遍了那地方 犹太人却挑唆 敬畏天主的尊贵妇人 和城中的要人 发动迫害保禄和巴尔纳伯 把他们驱逐出境 二人就把脚上的尘土 向他们扶下 往伊科尼庸去了 门徒都充满喜乐和圣神 他们在伊科尼庸 还是照样进犹太人的会堂讲道 以致有很多犹太人和希腊人信从了 那些固执不信的犹太人 却挑拨并刺激外邦人的心 来相反弟兄们 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一些日子 依赖主放心大胆地讲道 主为证明他们所宣讲的恩宠的话 是真实的 借他们的手显了征兆和奇迹 城中的群众就分裂了 有的支持犹太人 有的支持宗徒 当外邦人和犹太人 连同他们的官长蓄意侮辱他们 和用石头砸死他们的时候 他们一听说 就逃往旅考尼亚的旅斯特拉 德尔贝两座城和周围的地方去了 在那里传扬福音 在旅斯特拉有一个人 患软脚病 常坐着 有母胎中 即是脖子 总没有行走过 这人听宝露讲道 宝露注目看他 见他有信心 可得痊愈 便大声说道 直直地站起来 这人遂跳起来行走 群众看见宝露所行的 就大声用旅考尼亚话说 神识的人行降到我们这里了 他们虽称巴尔纳伯为泽乌斯 称宝露为赫尔默斯 因为他是主要发言人 在城关的泽乌斯的司祭 就带着公牛与花圈来到大门前 要同群众一起献祭 巴尔纳伯和保禄宗徒听说这事 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 跑到群众中 喊着说道 人啊 你们这是做什么 我们也是人啊 与你们有同样的性情 我们只是给你们传扬福音 为叫你们离开这些虚无之物 归以生活的天主 是他创造了天地海洋 和其中的一切 他在过去的世代 容忍了万民各行其道 但他并不是没有以善行 为自己作证 他从天上给你们赐了 羽和结石的季节 以食物和喜乐充满你们的心 说了这些话 才算阻住了群众 没有向他们献祭 却有些犹太人 从安提约基亚和伊科尼雍来 挑唆群众 群众用石头砸了宝露 以为他死了 就把他拉到城外 但门徒们一围到他跟前 他就起来进了城 第二天同巴尔纳伯起身 往德尔贝去了 他们向那城传扬福音 使许多人成为门徒 以后回到吕斯特拉 伊科尼雍和安提约基亚 到处兼顾门徒的心 鼓励他们坚持信仰 说我们必须经过许多困难 才能进入天主的国 二人在各教会给他们选立了长老 在祈祷进食以后 把他们托付于他们所信仰的主 以后他们又经过 匹西迪亚来到庞菲里亚 在培尔格宣讲道理以后 下到阿塔雷亚 又从那里乘船 赴安提约基亚 他们原来是从那里 被托于天主的恩宠 做现在已完成的工作 他们一到就聚集会众 报告天主 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 和怎样给外邦人 打开了信德的门 二人就在那里 同门徒们住了不少时日 宗徒大事录第十五章 有从犹太下来的几个人 教训弟兄们说 若是你们不按眉色的惯例 行割损 不能得救 保禄和巴尔纳伯 同他们起了不少的争执和辩论 大家就指定保禄和巴尔纳伯 与他们中的几个人 上耶路撒冷去见宗徒和长老 讨论这问题 他们由教会送走之后 就路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 沿途叙述外邦人规划的事 使众弟兄非常喜欢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 为教会宗徒和长老所欢迎 就报告了天主 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 却有几个信教的法利赛党人 起来说 必须叫外邦人受割损 又应该命他们遵守梅色法律 宗徒和长老们就开会商讨此事 辩论多时之后 伯多禄起来向他们说 诸位人人弟兄 你们深知多时以前 天主就在你们中选定了 要借我的口 叫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 洞察人心的天主 已为他们做了证 因为赐给了他们圣神 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 在我们和他们中间 没有做任何区别 因他以信德净化了他们的心 既然如此 现今你们为什么试探天主 在门徒的景象上 放上连我们的祖先 和我们自己都不能附和的恶呢 但是我们信我们得救 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 正和他们一样 于是众人都坚默不语 静听巴尔纳伯和保禄 述说天主 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 行了怎样大的征兆与奇迹 大家都不出声之后 雅各伯接着说 诸位人人弟兄 请听我说 西满诉说了天主当初 怎样关心外邦人 由他们中选拔一个百姓 属于自己名下 先知的话也正与此相合 如经上记载 以后我要回来 重建达位以青岛的居所 以坍塌了的 要把它重建而树立起来 为的是其余的人 即一切以我的名得名的民族 要寻求上主 这是很久以前 公布这事的主说的 因此 按我的意见 不要再加给 由外邦皈依天主的人烦难 只要含告他们 借毙偶像的玷污和奸淫 借时至死之物和血 因为自古以来 在各城内 都有宣讲梅色的人 没安息日 在会堂中诵读他的书 当时 宗徒和长老 同全教会决定 从他们中选几个人 派他们同保禄和巴尔纳伯去安提约基亚 所派的 有号称巴尔萨巴的尤达和希拉 是弟兄中的领导人物 他们带去的信如下 宗徒和长老弟兄们 给在安提约基亚 叙利亚和基里基亚 由外邦规划的弟兄们请安 我们听说 有几个从我们这里去的 而并非我们所派去的人 讲话扰乱你们 混乱了你们的心 我们取得同意后 决定拣选几个人 派他们同我们 可爱的巴尔纳伯和保禄 到你们那里去 此二人为了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已付出了自己的性命 我们派尤达和希拉去 他们要亲口报告同样的事 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 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 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 即戒时记邪神之物 血和致死之物 并戒毙兼淫 若你们戒绝了这一切 那就好了 祝你们安好 他们去后就下到安提约基亚 聚集了众人 地上公寒 人们读了 对这劝慰的话都十分欢喜 尤达和希拉 因为他们也是先知 就讲了许多话 劝勉兼顾弟兄们 过了一些时候 弟兄们打发他们 带着请安的话 回到派他们的人那里 但是希拉决意 留在那里 只犹达一人 回了耶路撒冷 保禄和巴尔纳伯 却留在安提约基亚 施教 同别的许多人 宣讲主的道理 过了些日子 宝露向巴尔纳伯说 我们要回去 视察我们曾讲过主道的个程 看看弟兄怎么样了 巴尔纳伯愿意 也带号称马尔谷的若望童去 但宝露认为不应带他去 因为他从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没有同他们一起去工作 二人于是起了争执 以致彼此分离 巴尔纳伯 虽带马尔谷乘船 往塞浦路斯去了 宝露却拣选了希拉 蒙弟兄们将他托于主的恩宠以后 也起身走了 他走遍了叙利亚和基里基亚 兼顾各教会 宗图大事录第十六章 宝露来到了德尔贝和里斯特拉 在那里有个门徒 名叫蒂茂德 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 父亲却是希腊人 在里斯特拉及伊科尼雍的弟兄们都称扬他 宝露愿意他随自己同去 为了那些地方的犹太人的缘故 带他去行了哥损礼 因为众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 当他们经过各城时 就将宗徒和长老在耶路撒冷所议定的规条 交给他们遵守 于是各处教会信德稳固 数目天天增加 圣神既阻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弗里基亚和加拉达地区 到了米西亚附近 想往比提尼亚去 可是耶稣的神不许他们去 所以绕过米西亚 下到了特洛阿 夜间宝露见了一个异象 有个马其顿人站着 请求他说 请往马其顿去 援助我们吧 宝露既见了这异象 我们便推知是天主 照叫我们给他们宣传福音 便立即设法 往马其顿去 我们从特洛阿开船 一直航到撒摩拉克 第二天到了奈阿波里 从那里到了菲里伯 这是马其顿一区的首城 罗马的殖民地 我们就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安息日 我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 我们知道那里有个祈祷所 我们遂坐下 向聚集的妇女讲话 有个敬畏天主的女人 名叫里迪亚 是提亚提纳城卖紫红布的 他一直在听 主开明了他的心 使他接受宝露所讲的话 他同他一家领了喜 便请求说 你们若认为我是忠于主的人 就请到我家去住 所以强邀我们去了 当我们往祈祷所去时 有个赴占卜之神的女孩 向我们迎面走来 她行占卜 使她的主人们大获利润 她跟着宝露和我们 喊叫说 这些人是至高者天主的仆人 他们来给你们宣布得救的道路 她这样行了多日 宝露就厌烦了 转身向那恶神说 我因耶稣基督之民 命你从他身上出去 那恶神即刻便出去了 他的主人们见自己 获利的指望已去 便揪住宝露和希拉 拉到街市上去见首领 又带他们到官长前说 这些是犹太人 他们扰乱我们的城市 竟传布我们罗马人所不能接受 也不能遵行的规律 群众齐来攻击他们 官长就撕下了他们的衣服 下令用棍殴打 打了许多棍之后 就把他们压在尖里 吩咐预警小心看守 预警领命就把他们下在内间 又在他们的脚上带上木家 约在半夜时分 宝露和希拉祈祷赞颂天主 囚犯都侧耳尽听 忽然地震大作 甚至监狱地基都摇动了 所有的门立时开了 众人的锁链也解开了 玉警醒来 见监门全开着 以为囚犯都已逃走 就拔出箭来想要自杀 宝露大声喊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还都在这里 玉警要来了灯 就跑进去 站立发抖地 俯伏在宝露和希拉面前 然后领他们出来说 先生 我当做什么才可得救 他们说 你信主耶稣吧 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 他们就给他和他家所有的人 讲了主的圣道 当夜在那时刻 玉警就带他们去喜商 他和他的亲人也都领了喜 遂又领他们到自己家里 摆了宴席 他和全家因信了天主 都满心喜欢 到了天亮 官长打发侍卫来说 释放那些人 玉警就将这话报告给宝露说 官长打发人来释放你们 所以现在你们出来 平安去吧 可是宝露向他们说 我们是罗马人 还没有定罪 就公开鞭打我们 又把我们下在街里 现在却要秘密地赶我们出去吗 绝对不可 他们得亲自来领我们出去 侍卫就把这话报告给官长 官长一听 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起来 所以来向他们说好话 领出后 请求他们离开那城 二人出了监狱 就进了里迪亚的家 会见了弟兄们 鼓励一番后 便启程走了 宗徒大事录第十七章 宝露和希拉经过安非波里 和阿波罗尼亚 来到德撒洛尼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宝露照常帝到他们那里 一连三个安息日 根据圣经和他们辩论 产明指出 墨西亚必须受难 并从死者中复活 且说 我向你们所传报的耶稣 就是墨西亚 他们中有些人信服了 便与宝露和希拉联合 还有许多敬畏天主的人和希腊人 以及不少的显贵妇女 但是犹太人却起了极度的心 聚集了一些市井败类 结伙成群 扰乱城市 又闯进亚松家里 搜寻宝露和希拉 要拉他们到民众那里 但没有搜到 就把亚松和几个弟兄 拉到本城官长前 呐喊说 这些扰乱天下的人 也到这里来了 亚松竟收留了他们 这些人都背叛凯撒御令行事 说另有一位国王 就是耶稣 他们使群众和本城官长们 听了这事 都惶惶不安 本城官长便由亚松 及其余的人取了宝状 便将他们释放了 弟兄们便立即在夜间 打发宝露和希拉 去贝洛亚 他们到了那里 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 这里的人 比德撒洛尼人开明 接受这道极其热切 天天考究圣经 看这些事 是否是真的 所以他们中 有许多人信从了 还有许多希腊 尊贵妇女 男子也不少 可是 德撒洛尼的犹太人 一知道宝露在贝洛亚 也传开了天主的圣道 就到那里 煽动扰乱群众 弟兄们 遂立即打发宝露 往海边去 希拉和地貌德 仍留在贝洛亚 送宝露的人 领他一直到了雅典 他们领了宝露的命令 叫希拉和地貌德 赶快来到他那里 以后就走了 宝露在雅典等候他们时 建城里满是偶像 新神很是悲愤 所以他就在会堂里 同犹太人和敬畏天主的人辩论 每天也在街市上 同所遇到的人辩论 有几个伊碧镇鲁派 和斯多嘎派的哲氏 同他争论 有的说 这个饶舌多言的人 想说什么 有的说 看来他是个 外国鬼神的宣传者 因为宝露宣讲耶稣 及复活的福音 他们遂待宝露 领他到了阿勒约帕哥 说 我们可以知道 你所讲的这新道理 是什么吗 我们听见你说了一些 新奇的事 所以我们想知道 这到底有什么意思 原来所有的雅典人 和乔居在那里的外国人 不管其他的事 只是论坛或探听 一些新奇的事 宝露穗吉站在阿勒约帕哥 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 我看你们在各方面 都更敬畏神明 因为我行经各处 细看你们所敬之物 也见到一座祭坛 上面写着给喂食之神 现在 我就将你们所敬拜 而不认识的这位 传告给你们 创造宇宙及其中万物的天主 既是天地的主宰 就不住人手所建的电雨 也不受人手的侍候 好像需要什么似的 而是他将生命 呼吸和一切赏给了众人 他由一个人造了全人类 使他们住在全地面上 给他们立定了年限 和他们所居处的疆界 如他们寻求天主 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 其实他离我们美人并不远 因为我们生活 行动 存在 都在他内 正如你们的某些诗人说的 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 我们既是天主的子孙 就不甘想 神就像由人的艺术 及思想所致的金银石刻的东西一样 天主对那愚昧无知的时代 远不深究 如今 却传遇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定了一个日期 要由他所立定的人 按正义审判天下 他为给众人一个可信的凭据 就叫这人从死者中复活了 他们一听见死人复活 有的讥笑 有的却说 关于这事 我们后来再听你吧 这样 宝禄便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可是也有几个人依附宝禄而信从了 其中 有阿勒约帕哥的官员迪约尼肖 和一个名叫达玛黎的妇人 同他们一起信从的 还有其他一些人 宗图大事录第十八章 此后 宝禄就离开雅典 来到了格林多 在那里遇见了一个犹太人 名叫阿贵拉 原籍本都 他同妻子普里史拉 最近从意大利来 因为 喀劳迪曾命所有的犹太人 都离开罗马 宝禄就投到他们那里 因为是同业 宝禄便留在他们那里工作 原来他们是以制造账目为业的 每逢安息日 宝禄就在会堂里辩论 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 极致希腊和蒂茂德 从马其顿来到后 宝禄就专心传道 向犹太人证明 耶稣就是墨西亚 可是因为他们反对 而且说亵渎的话 宝禄就服饰衣服 向他们说 你们的血归到你们头上 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 我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了 于是离开那里 进了一个名叫 帝多尤斯托的家里 这人敬畏天主 他的家紧靠着会堂 会堂长克里斯波 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格林多人 听了道而相信 也领了喜 夜间 主借异象对宝禄说 不要害怕 只管讲 不要坚默 因为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向你下手加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 有许多百姓是属于我的 于是他就在那里 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在他们中 讲授天主的圣道 当加里雍 做阿哈亚总督时 犹太人同心合意地 起来攻击宝禄 把他带到法庭 说 这个人 劝人违法敬拜天主 宝禄刚要开口 加里雍就向犹太人说 犹太人啊 如果有什么犯法 或邪恶的罪行 我自当容忍你们 但问题既是关于道理 明目 和你们自己的法律的事 你们自己管吧 我不愿做这些事的判官 就把他们逐出了法庭 于是众希腊人 拉住会堂长索斯特乃 在法庭前打了他 而加里雍全部理睬这些事 宝禄又住了些日子 就与弟兄们辞别 乘船往叙利亚去 和他一起的 有普里史拉和阿贵拉 因为宝禄许有誓愿 在庚格勒剔了头发 到了厄弗所 宝禄便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 同犹太人辩论 众人求他多住些时候 他没有应允 却辞别他们说 若是天主愿意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所以从厄弗所开船走了 在凯撒勒亚下船 就上耶路撒冷问候教会 然后下到安提约基亚 宝禄住了一个时期 又出发 哀次经过加拉达地区 和弗里基亚 兼顾众位门徒 有一个在亚历山大里亚 出生的犹太人 名叫阿波罗 是个有口才的人 长于圣经 他到了厄弗所 这人学过主的道理 讲论耶稣的事 心神热烈 教训人也很详实 却只知若汉的洗礼 这人开始在会堂里 放胆讲论 普里史拉和阿贵拉 听了他的讲论 就把他接来 给他更详实地 讲解了天主的道理 阿波罗有意往阿哈亚去 弟兄们都鼓励他 并且给门徒写信 叫他们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依赖恩宠 给了信友们很多的贡献 因为他经常有力地 当众驳导犹太人 用圣经指明 耶稣就是墨西亚 宗图大事录 第十九章 阿波罗在格林多的时候 宝路走遍了高原地带后 来到厄弗所 遇见了几个门徒 向他们说 你们信教的时候 领了圣神没有 他们回答说 连有圣神 我们都没有听过 宝路说 那么 你们受的是什么喜 他们说 是若汉的喜 宝路说 若汉受的是悔改的喜 他告诉百姓 要信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 就是要信耶稣 他们听了 就因主耶稣之名领了喜 宝路给他们副手 圣神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讲各种语言 也说先知话 他们一共约有十二人 宝路进了会堂 放胆讲论 一连三个月辩论天主之国的事 来劝话人 但有些人心硬不信 在大众面前辱骂圣道 宝路便离开他们 把门徒分别出来 每天在提郎诺的学校里辩论 这事进行了两年 以至凡住在亚西亚的人 都听见了主的道理 犹太人 希腊人都有 天主借宝路的手 行了一些非常的歧视 甚至有人拿去他身上的 毛巾或围裙 放在病人身上 疾病便离开他们 恶魔也出去了 那时 有几个周游的犹太驱魔者 擅自向富有恶魔的人 呼号主耶稣的名 说 我因宝路所宣讲的耶稣 命你们出去 有个犹太司祭长 名叫斯盖瓦 他的七个儿子都做这事 恶魔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宝路我也熟悉 可是你们是水啊 于是那个身负恶魔的人 便扑到他们身上 而制服了他们 胜过了他们 以致他们赤着身子 带着伤 从那屋里逃走了 凡住在厄福所的犹太人 和希腊人 知道了这事 就都害怕起来 主耶稣的名字 也传扬开了 信教的人中 有许多来承认 并报告自己 以往所行的事 其中有好些 曾行过巫术的人 把书籍一起带来 当着众人的面烧毁了 他们估计书价 得之供值五万银币 这样主的道理 大为发扬 日渐兼顾 这些事以后 宝路决议 要经过马其顿和阿哈亚 往耶路撒冷去 说 我在到那里以后 也该看看罗马 就打发他的两位助手 蒂茂德和厄拉斯托 往马其顿去 自己暂时留在亚西亚 在那时候 关于主的道 起了不小的骚动 原来有个名叫 德默特留的银匠 制造阿尔特米的银龛 使工匠们获利不少 他把他们和同业的工人 集合起来 说 同人们 你们知道 我们是靠这手艺发财的 你们看见 也听到 这个宝路 不仅在厄福所 而且几乎在整个亚西亚 劝服了许多人 说 人手制造的 并不是神 这不但 这不但使我们这份行业 有遭人唾弃的危险 而且连伟大女神 阿尔特米的庙 也要被视为无物 甚至整个亚西亚 和天下所敬拜的女神的尊威 也将被消灭 他们听了满怀怒气 喊着说 大灾 不要冒险到剧场去 当时众人乱叫乱嚷 的确是一个混乱的集会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而聚会 群众中有些人推举出亚历山大来 犹太人就推他上前 亚历山大就挥了挥手 要想向民众分辨 可是众人 一认出他是犹太人来 就都同声呼喊 大灾 厄弗所人的阿尔特米 大灾 厄弗所人的阿尔特米 约两小时之久 书记官使群众安静下来 说 厄弗所人啊 谁不知道厄弗所人的城 是伟大阿尔特米的庙 和那从天降下的神像的看守者呢 这些事既不能反驳 你们就该镇静 不要冒昧从事 你们带来的这些人 既不是谢圣者 也没有出言侮辱我们的女神 所以 如果德莫特留和他同业的工匠 有什么案件反对某人 有诉讼期 又有总督在 他们尽可彼此对告 但你们 若还要求什么余外的事 可以在法定的集会里解决 关于今天的事 我们实在有被控作乱的危险 因为 这本是无缘无故的 我们对这事 对这次集会 也不能指出理由来 他说了这些话 才把集会潜散了 宗图大事录 第二十章 暴动平息后 宝露便派人去叫门徒们来 劝勉一番 就辞别他们 出发往马其顿去 他走遍了那一带地方 多方劝勉信徒后 就到了希腊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 当他正要乘船 去叙利亚时 犹太人却设计陷害他 他遂决意 经马其顿回去 伴随他到亚西亚的 有贝洛亚人 披洛的儿子索帕特尔 德萨洛尼人 阿里斯塔科和色贡多 德尔贝人 加约和蒂茂德 还有亚西亚人 提西科和特洛斐摩 这些人先去了 在特洛阿等候我们 至于我们 无教节后 才从斐里伯启航 直到第五天 才抵达特洛阿 到了他们那里 在那里住了七天 一周的第一天 我们相聚掰饼时 保禄便向民众讲道 因为他第二天要走 遂把话脱长 直到半夜 在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许多灯 有个青年 名叫厄乌提和 坐在窗台上 因保禄讲道烧场 就沉沉欲睡 急至熟睡后 就从三楼堕下 浮起来时 已经死了 保禄下来 浮在他身上 抱住他说 你们不要慌乱 因为他的灵魂 还在他身上呢 随上去 掰开饼 吃了 又谈了很久 直到天亮 这才出发 他们把活了的孩子 领去 都非常快慰 我们上船先行 直向阿索航去 要从那里 接保禄上船 因为他这样规定 自己要走陆路 当他在阿索 与我们会合时 我们便接他上船 来到米提类奶 从那里航行 次日到了西约对面 次日再向撒摩驶去 次日就到了米泪托 因为保禄已决定 驶过厄辅索 免得在亚西亚 耽搁时间 原来他想赶城前行 假如可能 愿在耶路撒冷 过五旬节 保禄从米泪托 打发人到厄弗所 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到了他那里 他便向他们说 你们知道 自从我来到亚西亚的 第一天起 与你们在一起 始终怎样为人 怎样以极度的谦逊 含着眼泪 经历犹太人 为我所设的阴谋 而忠信侍奉主 你们也知道 凡有益于你们的事 我没有一样意会 而不传给你们的 我常在公众前 或哀家教训你们 不论像犹太人 或希腊人 我常苦劝你们悔改 归向天主 并信从无主耶稣 看 现在我为圣神所束缚 必须往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圣神在各城中 向我指明说 有锁链和患难 在等待我 可是 只要我完成了 我的行程 完成了受字 主耶稣叫我 给天主恩宠的福音 作证的任务 我没有任何理由 珍惜我的性命 我曾在你们中往来 宣讲了天主的国 但现在 我知道你们众人 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因此 我今天向你们作证 对于众人的血 我是无罪的 因为天主的一切计划 我都传告给你们了 毫无隐晦 圣神 既在全群中 立你们为监督 牧养天主 用自己的血 所取得的教会 所以你们要对你们自己 和整个羊群留心 我知道 在我离开之后 将有凶暴的豺狼 进到你们中间 不顾惜羊群 就是在你们中间 也要有人 起来讲说谬论 勾引门徒 跟随他们 因此 你们要警醒 记住我三年之久 日夜不断地 含泪 劝勉了你们 每一个人 现在 我把你们 托付给天主 和他恩宠之道 他能建立你们 并在一切圣徒中 赐给你们四页 我没有贪图过 任何人的金银或衣服 你们自己知道 这双手 供应了我 和同我一起的人的需要 在各方面 我都给你们立了榜样 就是必须这样劳动 扶住病弱者 要记住主耶稣的话 他说过 施语比领受更为有福 说完这些话 便跪下同众人祈祷 众人都大哭起来 并扶在保禄的景象上 口亲他 他们最伤心的 是为了保禄说的这句话 以后他们不得再见他的面了 他们便送他上了船 宗图大事录 第二十一章 我们离别了他们 便开船一直航行 来到科斯 第二天到了洛多 又从那里到了帕塔拉 我们遇见了一只 要开往菲尼基的船 便上去航行 我们望见了塞浦路斯 就从他左边驶过 向叙利亚驶去 在提洛靠了岸 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 我们找到了门徒 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因圣神的末世 告诉保禄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日子一满 我们便出发前行 众人同妻子儿女 陪送我们直到城外 我们跪在岸上祈祷 彼此辞别后 我们上了船 他们就回家去了 我们从提洛 到了扑托泪买 便行完了航程 向弟兄们请过安 就在他们那里住了一天 第二天我们出发 来到凯撒勒亚 进了传福音者 腓里伯的家 住在他那里 他是七执事之一 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真女 能说预言 我们住了多日 有一个先知 名叫阿加波 从犹太下来 他来到我们这里 拿起保禄的腰带 将自己的脚和手绑了 说圣神这样说 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 这样捆绑这条腰带的主人 将他交代外邦人守住 我们一听这话 就同当地居民请求保禄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禄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啼哭 使我心碎呢 为了主耶稣的名 我不但准备受捆绑 而且也准备死在耶路撒冷 我们既不能说服他 也就静默了 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吧 过了几天 我们便收拾行李 上耶路撒冷去 有几个凯撒勒亚的门徒 也和我们同去 他们领我们到一个 久违门徒的塞浦路斯人 穆纳松那里住宿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高兴地接待了我们 第二天 保禄同我们去见雅各伯 众长老也都聚集在那里 保禄向他们请安以后 就将天主在外邦人中 借他的服务所行的事 一一叙述了 他们听了就光荣天主 并对保禄说 弟兄 你看 在信教的犹太人中 迎千累万 都是热爱法律的人 关于你 他们听说你教训在外邦人中的 一切犹太人背弃眉色 说不要给孩子行割损礼 也不要按规律行 那么怎么办呢 他们总会听说你已来了 你就按照我们告诉你的去办吧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他们都有愿在身 你带这些人 同他们一起行取节礼 并替他们出钱 叫他们剃头 这样 众人便知道自己 关于你所听到的事 原是假的 而你却是个循规蹈矩 遵守法律的人 关于信教的外邦人 我们以写信决定 叫他们借币 寄邪神之物 血 致死的禽兽和奸淫 于是宝露就把这几个人带去 第二天 同他们一起行了取节礼 以后进了圣殿 承报取节的日子 何时满期 何时为他们每人奉献贡物 当七天快完时 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见宝露在殿里 就煽动所有的群众 向他下手 喊着说 以色列人请帮忙 这就是到处教训众人 反对人民 法律和这地方的那个人 他还领了希腊人们进圣殿 亵渎了这圣地 原来他们以前见过 恶辅索人特洛斐摩 同他在城里 就以为宝露 领他进了圣殿 于是全城震动 百姓一起跑来 拿住宝露 把他拉出殿外 立即把门都关上 他们正想要杀他时 有人上去报告给 营部的千夫长说 全耶路撒冷都乱了 千夫长历时带着士兵 和百夫长跑下来 到了他们那里 他们一见千夫长和士兵 就停止 不打宝露了 于是千夫长前去 拿住宝露 下令用两条锁链绑了 所以查问他是谁 做了什么事 群众中有的喊这 有的喊那 由于乱嚷 千夫长不能得知实情 便下令将宝露 带到营里去 当走上台阶时 由于群众挤得凶猛 宝露只好由士兵抬着 一群百姓跟在后面喊着说 除掉他 快要带进营盘时 宝露向千夫长说 请我向你说句话吗 他说 你会希腊化 莫非你就是前些日子作乱 带领四千匕首党人 往荒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 宝露答说 我是犹太人 是塔尔索人 基里基亚的一个 并非无名城市的公民 我求你 准我向百姓讲话 千夫长准许了 宝露就站在台阶上 向百姓挥手 大家都安静下来后 宝露便用希伯来话 致词说 宗图大事录 第二十二章 诸位人人弟兄 诸位父老 请听我现在对你们的分辨 他们听见宝露 用希伯来话向他们致词 就更为安静了 宝露说 我原是犹太人 生于基里基亚的塔尔索 我却在这城里长大 在加玛利尔族前 对祖传的法律 曾受过精确的教育 对天主 我也是热忱的 就如你们大家今天一样 我曾迫害过这道 直到死地 不论男女 逮捕捆绑 送入狱中 就是大司祭和整个长老团 都可给我作证 我从他们那里 领了给弟兄们的文书 往大马士阁去 有意把那里的这样的人 加以逮捕 带到耶路撒冷来处罚 当我前行 临近大马士阁时 约在中午 忽然天上有一道大光 环射到我身上 我便跌在地上 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扫鹿 扫鹿 你为什么迫害我 我回答说 主 你是谁 他向我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 那个纳扎类人耶稣 同我在一起的人 只看见那光 却听不见 那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 主 我当做什么 主向我说 你起来 往大马士阁去 在那里有人要告诉你 给你派定当做的一切事 由于纳光的炫耀 我看不见了 就由我的同伴 用手领着 进了大马士阁 有个人 名叫阿纳尼亚 是虔诚守法的人 所有住在那里的犹太人 都称谕他 他来见我 站在旁边 向我说 扫鹿兄弟 你看见吧 我当时向他一望 就看见了他 他说 我们祖先的天主 遇见了你 叫你认识他的意愿 看见那位议者 并由他口中 听到声音 因为你要向众人 对你所见所闻的事 为他做证人 现在你还 持言什么 既来灵喜 呼求他的名 洗除你的罪恶吧 我回到耶路撒冷 在殿里祈祷时 就神魂抄拔 看见主向我说 赶紧 快快离开耶路撒冷 因为这里的人 将不接受你为我做的证 我就说 主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 我经常把信你的人 下在街里 并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 当你的证人 斯德旺的血清流时 我本人还站在旁边 予以赞同 并且开手杀他的人们的衣服 他向我说 你去 因为我要打发你到远方 外邦人那里去 他们听他说到这句话 便扬声说 从地上除掉这样的人 他不该活着 他们遂喧哗 吶喊 扔下衣服 并向空中养土 千夫长指得下令 将宝禄带进营里 说是要用鞭子拷问他 以便知道 他们为什么缘故 这样喊叫反对他 当士兵用皮条 将宝禄绑好时 宝禄向旁边站着的 百夫长说 一个罗马人 又没有被定罪 难道你们就可以 鞭打他吗 百夫长听了 就来到千夫长前 报告说 你可怎么办 这个人是罗马人 千夫长就前来问宝禄说 告诉我 你是罗马人吗 宝禄说 是 千夫长回答说 我用一大笔钱 才够得这个公民权 宝禄说 我却生来就是 于是那些要拷问宝禄的人 便立即离开他走了 千夫长 千夫长一知道他是罗马人 又因为曾捆绑了他 就害怕起来 第二天 千夫长愿意知道 宝禄为什么被犹太人控告的实情 就解开他 并命令司机长及全体公议会集合 随后将宝禄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宗图大事录 第二十三章 宝禄注视着公议会说 诸位人人弟兄 我在天主前 做事为人 全凭纯善的良心 直到今天 大司机阿纳尼亚 却命站在旁边的人打他的嘴 那时宝禄向他说 粉白的墙啊 天主将要打击你 你坐下审判我 应按照法律 你竟违反法律 下令打我吗 旁边站着的人说 你竟敢辱骂天主的大司机吗 宝禄说 弟兄们 我远不知道他是大司机 因为经上记载说 不可诅咒你百姓的首长 宝禄一看出 他们一部分是撒杜赛人 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 就在公议会中喊说 诸位人人弟兄 我是法利赛人 是法利赛人的儿子 我是为了希望死者的复活 现在受审 他说了这话 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 便起了争辩 会中就分裂了 原来 撒杜赛人说 没有复活 也没有天使 也没有神灵 法利赛人 却样样都承认 于是宣扬大起 有几个法利赛党的经师 起来力争说 我们在这人身上 找不出一点过错来 或者有神灵或天使 同他说了话 争辩越来越大 前夫长怕保禄被他们撕裂 便命军队下来 把保禄从他们中间抢出来 带到营里去了 次夜 主显现给保禄说 你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证 也该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证 天一亮 犹太人共商阴谋 发自主的事说 不杀了保禄 绝不吃不喝 发这事的有四十多人 这些人来到司机长 及长老前说 我们发了自主的事 不杀了保禄 什么也不吃 所以你们同工议会 现在要通知千夫长 待保禄下到你们这里 你们假装要更详细审讯他的事 我们早准备好 在他来到你们这里以前 就杀掉他 可是保禄姊妹的儿子 听到了这种诡计 就来到营里 报告给保禄 保禄就叫了一个百夫长说 请领这个青年到千夫长那里去 他有事要向他报告 于是百夫长就带他到千夫长那里说 求饭保禄叫我去 求我把这个青年领到你这里来 他有事要告诉你 千夫长拉着他的手走到一边 私下询问说 你有什么事要向我报告 他说 犹太人已约定请求你 明天把保禄带下去到公益会里 假装要更详细查问他的事 所以你切不要听从他们 因为他们中有四十多人埋伏着等待保禄 这些人已发了自主的事 非杀掉他 绝不吃不喝 现在他们已准备好 只等候你的应允 于是千夫长便打发那青年走了 并吩咐他说 不要向任何人说 你将这事报告给我了 千夫长遂叫来了两个百夫长说 预备二百士兵 七十骑兵 二百长枪手 今夜第三时辰往凯撒勒亚去 并备妥牲口 叫保禄骑上 把他平安护送到 斐里斯总督那里 他写了一封这样的信 喀劳底里西亚 向总督斐里斯军坐请安 这人为犹太人拿住 快要被他们杀掉时 我听说他是罗马人 就带军队到场 把他救出 我想要知道 他们所以控告他的缘由 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议会去 得知他被控告 是为了他们的法律问题 并没有任何该死或该监禁的罪行 有人告知我 将有阴谋陷害他 我便立刻打发他到你这里来 并吩咐原告到你面前控诉他 祝你安好 于是士兵照所命令的 夜间带领保禄到了安提帕特 第二天让骑兵跟保禄同去 别的就回到营里 他们进了凯撒勒亚 把信呈给总督 并引保禄到他面前 总督读了信 便问保禄是哪一省的人 既查知他是基里基亚人 便说 等控告你的人来到 我再听审你 所以下令把保禄 看守在黑洛德王府里 宗图大事录 第二十四章 过了五天 大司纪阿纳尼亚 同几个长老 和一个名叫特尔突罗的律师下来 向总督控告保禄 保禄被传来后 特尔突罗便开始控告说 菲利斯大人 因了你 我们才得大享太平 由于你的照料 这民族得了改善 这是我们实实处处感激不尽的 但为了不多耽误你的时间 我请求你发仁慈 略听我们片刻 我们查出 这人实在是个危险人物 他鼓动天下的一切犹太人作乱 又是纳扎类教派的魁首 他还企图亵渎圣殿 我们便把他抓住了 本想按我们的法律来审判他 可是千副长李希雅赶到 以武力将他从我们手中夺去 命令控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 你问问他 并可知道我们控告这人的一切事 是真的了 犹太人也一起附和 肯定事情确是如此 总督示意叫保禄说话 保禄便回答说 我知道你多年以来就做这民族的判官 所以我可放心为我自己的事做辩护 你能够查知 自从我上耶路撒冷来朝拜 到现在还不过十二天 他们在圣殿里 或在会堂里 或在城内 没有看见我同什么人争论 或集合过群众 对于他们现在控告我的事 他们也不能向你证明 但是 有一点 我却向你承认 就是我确实依照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 侍奉祖先的天主 凡合乎法律 及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 我都相信 我对天主所有的希望 也是他们自己所期待的 就是义人及不义的人将要复活 因此 我自己勉励 对天主 对人 时常保持良心无愧 我离开耶路撒冷多年以后 才回到那里 是为周济我国人 并呈现祭物 这期间 有人见我在圣殿旅行曲节礼 既没有击中 也没有作乱 不过 只有几个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若有告我的事 他们应该到你面前控告 或者 如果这里的这些人 见我站在公益会前 有什么不对 他们尽可提出 即使有 无非是为了我站在他们中间 所喊的这一声 为了死者的复活 我今天才受你们审判 斐里斯对于这道 既有比较确切的认识 便有意拖延 就对他们说 等里西亚千夫长下来 我再审断你们的事 遂命百夫长看守保禄 要从宽待他 不要阻止他的近人来接济他 过了几天 斐里斯和他的犹太籍妻子 德鲁希拉一起来到 就打发人叫保禄来 听他讲论 有关信仰基督耶稣的道理 保禄讲论到公益 节操和将来的审判时 斐里斯害怕起来 便回答说 现在你回去 等我得变 再叫你来 他同时也希望保禄给他些钱 因此 屡次打发人 叫他来和他谈话 满了两年 托尔基约斐斯托 接了斐里斯的任 斐里斯愿意向犹太人讨好 就将保禄留在监里 匪斯托到省上任三天以后 就从凯撒勒亚上了耶路撒冷 司机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告发保禄 并请求他开恩 来兑付保禄 就是求他将保禄 借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好设下埋伏 在半路上将他杀掉 可是斐斯托回答说 保禄硬压在凯撒勒亚 我自己不久就快回去 又说 你们中有权势的人 跟我一同下去 若在那人身上 有什么不对处 控告他好了 斐斯托在他们中 住了不过八天或十天 就下到了凯撒勒亚 第二天坐堂 下令将保禄带来 保禄一来到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 犹太人就围住他 提出许多严重 而不能证明的罪状 保禄分辨说 我对于犹太人的法律 对于圣殿 对于凯撒 都没有犯什么罪 斐斯托想要向犹太人讨好 就向保禄说 关于这些事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 在那里与我面前受审吗 保禄却说 我站在凯撒的公堂前 我该在这里受审 我对犹太人 并没有做过不对的事 就是你也知道的很清楚 假如我做了不对的事 或做了什么该死的事 我虽死不辞 但若这些人所控告我的 都是实无其事 那么谁也不能将我交与他们 我向凯撒上诉 斐斯托与议会商议之后 回答说 你既向凯撒上诉 就往凯撒那里去 过了几天 阿格黎帕王同贝勒尼切 到了凯撒勒亚 向斐斯托滞后 他们在那里住了多日 斐斯托就将保禄的事件 陈述给王说 这里有一个人 是斐里斯留在狱中的囚犯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司机长和犹太人的长老 告发他 要求定他的罪 我回答他们说 当被告还没有与原告 当面对质 还没有机会辩护控告 他的事以前 就将那人交出 不合罗马人的规律 即至他们来到这里 我一点也没有迟言 次日便坐堂 下令把那人带来 原告站起来 对他没有提出一件罪案 是我所溺料的恶事 他们的争辩 仅是关于他们的宗教 即关于一个已死的耶稣 保禄却说他还活着 我对这争执不知如何处理 就问他是否愿意去耶路撒冷 在那里受宗 阿格尼帕 阿格尼帕却要求上诉 将他留给皇帝审断 我便下令留下他 等我借他到凯撒那里 阿格尼帕向斐斯托说 我也愿意亲自听听这个人 斐斯托说 明天你就可以听他 第二天 阿格尼帕和贝勒尼切 来时甚是排场 协同千夫长 及城里的要人进了厅堂 斐斯托下令把宝路带来 斐斯托说 阿格尼帕王 合同我们在场的众人 你们看这个人 为了他 所有的犹太群众 曾在耶路撒冷 和这里向我请求 呼喊说 不该容他再活下去 但我查明 他并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事 他既把这案子 向皇帝上诉了 我便决定把他借去 我对这人 没有什么确实的事 可向主上沉奏 因此 我将他带到你们前 尤其你 阿格尼帕王前 好在审讯以后 有所沉奏 因为我以为 借宋囚犯 而不指明他的罪状 与理不合 宗图大事录 第26章 阿格尼帕向宝露说 准你为自己辩护 那时 宝露便伸起手来 辩护说 阿格尼帕王 我今天能在你跟前 对于犹太人 所控告我的一切事 得以辩护 我觉得十分幸运 尤其你熟悉犹太人的 一切习俗和争端 所以我求你忍耐听我 我自幼年以来 从起初在我民族中 以及在耶路撒冷 处世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假如他们肯作证的话 他们从很早就知道 我是按照我们教宗 最严格的宗派 度着法利赛人的生活 现在 我因希望天主 对我们祖先的恩许 而站在这里受审 我们十二支派 日夜勤恳地 侍奉天主 希望这许诺到来 王啊 正是为了这个希望 我为犹太人所控告 天主即使死人复活了 为什么你们净断为不可信呢 本来 我本人过去也认为 应尽力反对 纳扎类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就这样做过 我不但从司机长那里 取得权柄 把许多圣者关在街里 而且他们被杀时 我还投了票 我也曾在各会堂里 多次用刑 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 而且分外狂怒地迫害他们 知道外邦的城市 在这期间 我曾取得司机长的权柄和准许 往大马市阁去 王啊 时当正午 我在路上看见一道光 比太阳还亮 从天上环照着我 和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跌倒在地 我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向我说 扫路 扫路 你为什么迫害我 向刺椎踢去 为你是难堪的 我说 主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但是 你起来 站好 因为我显现给你 正是为了要宣派你为我服务 并为你见到我的事 以及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作证 我把你从这百姓及外邦人中救出 是要打发你到他们那里去 开明他们的言 叫他们从黑暗中转入光明 由撒旦泉下归向天主 好使他们因信我而获得罪赦 并在圣化的人中得有分子 因此 阿格利帕 我对这天上的意象并没有失信 相反的 我首先向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 以及犹太全境的人 然后向外邦人传报 叫他们悔改 归向天主 做与悔改相衬的作为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犹太人在殿里把我拿住 想要向我下毒手 但我得蒙天主的祝佑 直到今天我还站得住 向卑微和尊高的人作证 我所讲的 不外乎先知和梅瑟所说过的 必将成就的事 就是墨西亚怎样必须守难 怎样必须由死者中 做复活起来的第一人 将光明传播给这百姓及外邦人 宝露辩护到这里 斐斯托大声说 宝露 你疯了 学问太多 把你弄疯了 宝露却说 斐斯托大人 我没有疯 相反 我说的是真理和清醒的话 因为王知道这些事 我便向他放心讲论 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瞒得过他的 因为这不是在偏僻角落里行的 阿格黎帕王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信 阿格黎帕向宝露说 你差一点就劝服我做了基督徒 宝露说 差一点也罢 差得多也罢 我总期望天主 不但叫你 而且也叫今天听我的众人 除了这些锁链以外 都要像我一样 于是 王 总督和贝勒尼切 以及和他们同坐的人都起来 退到一边 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做过什么该死 或该监禁的事 阿格黎帕对斐斯托说 这人若没有向凯撒上诉 早就可以释放了 宗图大事录 第二十七章 既决定了要我们坐船 往意大利去 人就将宝露和一些别的囚犯 交给皇家营里的一个百夫长 他名叫尤里约 有一支 由阿德拉米特来的船 要开往亚西亚沿岸一带地方去 我们上去便开了船 同我们一起的 还有马其顿的 德萨洛尼人 阿里斯塔科 第二天 我们在七东靠了岸 尤里约优待保禄 准他到朋友那里去获得照应 我们又从那里开了船 因为是逆风 便沿塞浦路斯被封的海面航行 横渡基里基亚和庞菲里亚一带的海面 便到了里基亚的米拉 百夫长在那里找到一支 由亚历山大里亚来 要开往意大利的船 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我们一连多日缓慢航行 紧到了克尼多对面 因为风阻止我们 我们就靠着 克里特被封的海面 在撒尔摩那旁边航行 我们沿岸而行 方才来到一个名叫 两岗的地方 拉萨亚城就在附近 历时既久 航海已很危险 因为近时节已过了 宝路就劝告他们说 诸位同仁 我看这次航行 不但货物和船 就是连我们的性命 也将要遭受灾害和重大的损失 可是百夫长 宁信从舵手和船主 不听宝路所说的话 又因为这港口不适宜过冬 大多数人便提议 由这里开船 或者能到斐尼斯去过冬 斐尼斯是克里特的一个港口 面朝西南和西北 那时南风徐徐吹来 大家以为对目的地已有了把握 就起毛沿着克里特航行 可是过了不久 有一种称为东北风的飓风 向岛上冲来 船被飓风卷去 不能顶风而行 我们只好任风漂流 当我们贴着一个名叫 克劳达小岛的被风处及时 才能将小艇把持住 水手们把小艇拉上来 用缆绳把船绑好 又怕撞在蓄尔提浅滩上 便落下船具 这样任船飘荡 我们被风浪颠簸得太厉害 第二天 他们便将货物抛去 第三天 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用具也抛弃了 好多天 看不见太阳 看不见星辰 狂暴的风仍不见小 从此 我们获救的希望 全都消失了 众人好久已没有吃饭 宝露便站在他们中间说 诸位同仁 你们本该听我的话 不该从克里特开船 而遭受这场灾害和损失 虽然如此 我现在仍劝你们放心 因为除这只船外 你们中没有一个会丧命的 因为我所归属和所侍奉的天主的使者 今夜曾显现给我 说宝露不要害怕 你必要站在凯撒面前 看 一切和你同传的人 天主都已赐给你了 因此 诸位同仁 请放心好了 因为我信天主对我怎样说 也必怎样成就 不过我们必要搁浅在一个岛上 到了第十四天夜里 我们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 约在半夜时分 水手们猜想离一处陆地近了 便抛下侧迁 得知水深二十旬 隔了一会儿 又抛下侧迁 得知水深十五旬 他们又怕我们碰在礁石上 就从船尾抛下四个矛 切望天亮 水手想罚离船逃走 便将小艇寄到海里 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 宝露就给百夫长和士兵说 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 你们便不能获救 那时 士兵便割断小艇的拦锁 任他沉默 从那时直到天亮 宝露一直劝众人用饭 说 你们一直忍饥期待 没有吃什么 到今天已是第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用饭 这与你们获救有关 因为连你们头上的头发 也不会失掉一根 宝露说了这话 便拿起饼来 在众人前感谢了天主 然后掰开 开始吃 于是众人都放了心 也都用了饭 当时我们在船上的 共有二百七十六人 众人都吃饱了饭 便把麦子抛在海里 使船倾斜 当天亮时 他们不认得那陆地 但瞥见一个 有岸边的海湾 如果可能 就愿意把船使进去 于是将毛割断 砌在海里 同时松开舵绳 拉上前帆 顺着风 向岸边前进 不料却碰到一道沙滩 两边有海 竟把船搁浅了 船头陷入 交定不动 船尾却被浪涛 猛力冲坏 那时士兵主张 要把囚犯杀掉 免得有人求水逃走 可是百夫长 却愿救保路 便阻止他们任意行事 所以命令会求水的 先跳入水中 先行登陆 至于其余的人 有的用木板 有的凭船上的零碎东西 这样 众人都登了路 得了救 宗图大事录 第28章 我们得救以后 那时才知道 这岛名叫莫里达 土人带我们非常友善 因为当时正在下雨 天又寒冷 他们就升起一堆火来 款待我们众人 宝露拾了一捆柴 放在火堆上 有一条毒蛇 因热而出 缠住了他的手 土人一见毒蛇 在宝露手上悬着 就彼此说 这人必定是个凶手 虽然他从海里得了救 天里仍不容他活着 宝露竟把那毒蛇 抖在火里 一点也没有受害 他们等待宝露发肿 或者突然跌倒死去 但等了好久 见没有一点不对的地方 在他身上发生 就转念说 他是个神 离那地方不远 有一块田园 是岛上的首领 名叫波里约的 他收留我们 款待了我们三天 很是厚道 适逢波里约的父亲 患病患热病和痢疾 宝露就到他那里 祈祷以后 给他副手 治好了他 这样一来 岛上其余有病的人 也都前来 也全被治好了 他们处处表示 十分尊敬我们 当我们开船的时候 还给我们放上急需品 有只用雕丝固离 一座标志的 亚历山大里亚船 在那岛上过冬 过了三个月 我们便乘这船航行 我们在希腊古萨靠了岸 停留了三天 从那里绕道前行 到了勒基庸 过了一天 吹起了南风 次日我们就到了 波提约里 在那里 我们遇见了弟兄们 他们请我们 在那里住了七天 以后 我们便往罗马去了 弟兄们听到 我们的消息后 便从罗马 来到阿批约市场 和三馆迎接我们 宝露见了他们 就感谢天主 而获得勇气 我们进了罗马 宝露获准与 看守他的士兵 独居一处 过了三天 宝露便召集犹太人的首领 带他们来齐了 就向他们说 诸位人人弟兄 论到我 我虽没有行什么反对民族 或祖先规律的事 却被锁压了 从耶路撒冷被交到 罗马人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 在我身上没有找到 该死的罪案 就想释放我 但犹太人反对 我不得已 只好向凯撒上诉 并不是我有什么事 要控告我的人民 为这个缘故 我才请你们来见面谈话 我原是为了 以色列所希望的事 才带上了这条锁链 他们向他说 我们没有从犹太 接到关于你的书信 弟兄们中也没有一个人来报告 或说你有什么不好 不过我们愿意从你本人 听听你的意见 因为关于这个教门 我们知道他到处受人反对 他们既与宝路约定了日子 就有更多的人到寓所来见他 他就从早到晚给他们讲解 为天主的国作证 引征梅色法律和先知书 劝导他们信服耶稣 有的人因他所说的话而相信了 有的却不相信 他们彼此不和 便散去了 散去之前 宝路曾说了这段话 圣神借伊撒伊亚先知 向你们祖先说的正对 他说 你去对这民族说 你们听是听 但不了解 看是看 却不明白 因为这民族的心迟钝 耳朵难以听见 他们闭了自己的眼睛 免得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了解而悔改 而要我医好他们 所以你们要知道 天主的这个救恩 已送给了外邦人 他们将要听从 宝路在自己令的房子里 住了整整两年 凡来见他的他都接待 他宣讲天主的国 教授主耶稣基督的事 都非常自由 没有人禁止 罗马书 罗马书第一章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 蒙照做宗徒 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 这福音 是天主先前借自己的先知 在圣经上所预许的 是论及他的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按肉身是生于达位的后裔 按至圣的神性 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 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 借着他 我们领受了宗徒职务的恩宠 为使万民服从信德 以光荣他的圣灵 其中也有你们这些蒙照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我保禄志书 与一切住在罗马 为天主所钟爱 并蒙照为圣徒的人 愿恩宠与平安 由我们的父天主 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 首先 我应借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天主 因为你们的信德 为全世界所共知 有天主为我作证 即我在宣传他圣子的福音上 全心所侍奉的天主 可证明 我是怎样不断在祈祷中 时常纪念着你们 恳求天主 如果是他的圣意 赐我终能有一个好机会 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切愿见你们 把一些属于神性的恩赐 分给你们 为使你们得以兼顾 也就是说 我在你们中间 借着你们与我彼此所共有的信德 共得安慰 弟兄们 我愿告诉你们 我已多次决定要往你们那里去 为在你们中 如在其他外邦人中一样 得到一些效果 然而直到现在 总是被阻言 不但对希腊人 也对话外人 不但对有智慧的人 也对愚笨的人 我都是一个欠债者 所以 只要由得我 我也切愿向你们在罗马的人 宣讲福音 我绝不以福音为耻 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 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 获得救恩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福音 启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义 这正义 是源于信德 而又归于信德 正如经上所载 一人应信德 而生活 原来天主的愤怒 从天上发现在 人们的各种不敬与不义上 使他们以不义 抑制了真理 因为认识天主 为他们是很明显的事 原来天主 已将自己显示给他们了 其实 自从天主创世以来 他那看不见的美善 及他永远的大能 和他为神的本性 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 辨认洞察出来 以致人无可推诿 他们虽然认识了天主 却没有以他为天主 而寓意光荣或感谢 而他们所思所想的 反成了荒谬绝伦的 他们冥顽不灵的心 陷入了黑暗 他们自负为智者 反而成为愚蠢 将不可朽坏的天主的光荣 改归于可朽坏的人 飞禽 走兽 和爬虫形状的偶像 因此 天主任凭他们 随从心中的情欲 陷于不洁 以至彼此 垫入自己的身体 因为他们将虚妄 变作天主的真理 去崇拜 侍奉受造物 以代替造物主 他是永远可赞美的 阿门 因此 天主任凭他们 陷于可耻的情欲中 以致他们的女人 把顺性之用 变为逆性之用 男人也是如此 放弃了与女人的顺性之用 彼此浴火中烧 男人与男人 行了丑事 就在个人身上 受到了他们颠倒是非 所应得的报应 他们既不肯认真地认识天主 天主也就任凭他们陷于邪恶的心思 去行不正当的事 充满了各种不义 独恶 贪婪 凶残 满怀嫉妒 谋杀 斗争 欺诈 乖利 任凭他们做缠绑的 诋毁的 恨天主的 侮辱人的 高傲的 自夸的 挑剔恶事的 忤逆父母的 冥顽的 被约的 无情的 不辞的人 他们虽然明知 天主正义的规律是 凡做这样事的人 应受死刑 但他们不仅自己做这些事 而且还赞同做这些事的人 罗马书第二章 所以 人啊 你不论是谁 你判断人 必无可推诿 因为你判断别人 就是定你自己的罪 因为你这判断人的 正做着同样的事 我们知道 对于做这样事的人 天主必照真情判断 人啊 你判断做这样事的人 你自己却做同样的事 你以为 你能逃脱天主的审判吗 难道你不知道 天主的慈爱 是愿引你悔改 而你竟轻视他丰厚的慈爱 宽容与忍耐吗 你固扯而不愿悔改 你固扯而不愿悔改 只是为自己积蓄 在天主愤怒和显示他正义审判的那一天 向你所发的愤怒 到那一天 他要照美人的行为 予以报应 凡恒心行善 寻求光荣 尊贵和不朽的人 赐以永生 凡固执于恶 不顺从真理 凡顺从不义的人 报以愤怒和愤恨 患难和困苦 必加于一切作恶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光荣 尊贵 以及平安 必加于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天主绝不顾情面 凡在法律之外犯了罪的人 也必要在法律之外丧亡 凡在法律之内犯了罪的人 也必要按照法律受审判 因为在天主前 并不是听法律的算为义人 而是实行法律的 才称为义人 几时没有法律的外邦人 顺着本性去行法律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法律 但自己对自己就是法律 如此证明了法律的精华 已刻在他们的心上 他们的良心也为此作证 因为他们的思想 有时在控告 有时在辩护 这事必要彰显在天主审判人 隐秘行为的那天 依照我的福音 这审判是要借耶稣基督而执行的 你既号称犹太人 又依仗法律 且拿天主来自夸 你既然认识他的旨意 又从法律中受了教训 能辨别是非 又深信自己是瞎子的祥导 是黑暗中人的光明 是愚昧者的教师 是小孩子的师父 有法律做知识和真理的标准 那么 你这教导别人的 就不教导你自己吗 为什么你宣讲不可偷盗 自己却去偷 说不可行奸淫 自己却去行奸淫 憎恶偶像 自己却去劫略妙语 以法律自夸 自己却因违反法律 而使天主受侮辱 正如经上所记载的 天主的名 在一名中 因你们而受了亵渎 如果你遵行法律 割损才有益 但如果你违反法律 你虽受割损 仍等于未受割损 反之 如果未受割损的人 遵守了法律的规条 他虽未受割损 岂不算是受了割损吗 并且 那生来未受割损 而全守法律的人 必要裁判你这具有法典 并受了割损 而违反法律的人 外表上做犹太人的 并不是真犹太人 在外表上 肉身上的割损 也不是真割损 围在内心做犹太人的 才是真犹太人 心中的割损 是出于神 并不是出于文字 这样的人受赞扬 不是来自人 而是来自天主 那么 犹太人有什么优点呢 割损又有什么好处呢 从各方面来说 很多 首先 天主的神谕 是交托给了他们 他们中纵使有些人不信 又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 能使天主的忠信失效吗 断乎不能 天主总是诚实的 众人虚诈不识 正如经上所载 但如果有人说 我们的不义可彰显天主的正义 那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能说天主发怒惩罚是不义吗 这是我按俗诈不义 这是我按俗诈说的 绝对不是 如果天主不义 他将怎样审判世界呢 如果天主的诚实 可因我的虚诈越发彰显出来 为使他获得荣耀 那么 为什么我还要被判为罪人呢 为什么我们不去作恶 会得到善果呢 有人说 我们说过这样的话 会诽谤我们 这样的人被惩罚是理当的 那么 我们犹太人比外邦人更好吗 绝不是的 因为我们早先已说过 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 都在罪恶权势之下 正如经上所载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一个明智人 没有寻觅天主的人 人人都离弃了正道 一同败坏了 没有一人行善 实在没有一个 他们的咽喉 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的舌头 说出虚诈的言语 他们的双唇下 含有蛇毒 他们满口是 咒言与毒语 他们的脚 急于清流人血 在他们的行徒 在他们的行径上 只有蹂躏与困苦 和平的道路 他们不认识 他们的眼中 没有敬畏天主之情 我们知道 反法律所说的 都是对那些属于法律的人说的 为肚色众人的口 必是全世界都在天主前承认己罪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因遵守法律而在他前诚意 因为法律只能使人认识罪过 但是如今 天主的正义 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 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 就是天主的正义 应对耶稣基督的信德 毫无区别地赐给了凡信仰的人 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 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 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 成为义人 这耶稣即是天主公开立定 是他以自己的血 为信仰他的人做俗罪祭的 如此 天主显示了自己的正义 因为以前他因宽容 放过了人的罪 为的是在今时显示自己的正义 叫人知道他是正义的 是使信仰耶稣的人诚意的天主 即使这样 哪里还有可自夸之处 绝对没有 因了什么制度而没有自夸之处呢 是因法律上的公刑吗 不是的 是因信德的制度 因为我们认为 人的诚意是借信德 而不在于遵行法律 难道天主 这是犹太人的天主吗 不也是外邦人的天主吗 是的 也是外邦人的天主 因为天主只有一个 他是受割损的 由于信德而诚意 也是未受割损的 凭信德而诚意 那么我们就因信德 而废了法律吗 绝对不是 我们凡使法律坚固 罗马书第四章 那么 我们对于按照血统 做我们祖宗的亚巴郎 可以说什么呢 如果亚巴郎 是由于行为成为义人 他就可以自夸了 但不是在天主前 因为经上说 亚巴郎信了天主 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 给工作的人工资 不算是恩惠 而是还债 但为那没有工作 而信仰那是不前进的人 负义之主的 这人的信德 为他便算是正义 这才是恩惠 正如达卫也称那没有功行 而蒙天主恩赐 算为正义的人 是有福的一样 罪恶蒙赦免 过犯得遮掩的人 是有福的 上主不归咎于他的人 是有福的 那么 这种福分 是仅加于受割损的人呢 还是也加于 未受割损的人呢 我们说过 亚巴郎的信德 为他算为正义 那么 由什么时候算起呢 是在他受割损以后呢 还是在他未受割损的时候呢 不是在他受割损以后 而是在他未受割损的时候 他后来领受了割损的标记 只是作为他未受割损时 因信德获得正义的印证 如此 亚巴郎做了一切未受割损 而相信的人的父亲 使他们也同样因信德 而算为正义 同时 也做受割损者的父亲 就是那些不仅受割损 而且也追随我们的祖宗亚巴郎 在未受割损时 所走的信德之路的人 因为许给亚巴郎 和他的后裔的恩许 是他做世界的成绩者 并不是借着法律 而是借着因信德而获得的正义 因为假使属于法律的人 才是成绩者 那么信德便是空虚的 恩许就失了效力 因为法律只能激起天主的易怒 哪里没有法律 哪里就没有违反 为此 一切都是由于信德 为的是一切都本着恩宠 使恩许为亚巴郎 所有的一切后裔坚定不移 不仅为那属于法律的后裔 而且也为那 有亚巴郎信德的后裔 因为他是我们众人的父亲 正如经上所载 我以立你为万民之父 亚巴郎是在他所信的天主面前 就是在叫死者复活 叫那不存在的 成为存在的那位面前 做我们众人的父亲 他在绝望中 仍怀着希望而相信了 因此变成了万民之父 正如向他所预许的 你的后裔也要这样多 他虽然快一百岁 明知自己的身体已经衰老 撒腊的胎也已绝孕 但他的信心却没有衰弱 对于天主的恩许 总没有因不信而游移 反而信心坚固 归光荣于天主 且满心相信 天主所应许的必于完成 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 算为他的正义 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个人写的 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这些 将来得算为正义的人 即我们这些相信天主 使我们的主耶稣 由死者中复活的人写的 这耶稣曾为了我们的过犯 被交付 又为了使我们诚意而复活 罗马书第五章 我们既因信德成义 便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与天主和好了 借着耶稣 我们得因信德 进入了现今所站立的这恩宠中 并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荣 而欢悦 不但如此 我们连在磨难中也欢悦 因为我们知道 磨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妄德 妄德不叫人蒙羞 因为天主的爱 借着所赐于我们的圣神 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 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在指定的时期 为不前进的人死了 为一人死 是罕有的事 为善人或许又敢死的 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了 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 现在我们既因他的血而成义 我们更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 因为 因为假如我们还在为仇敌的时候 因着他圣子的死 得与天主和好了 那么在和好之后 我们一定更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们现今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获得了和好 也必借着他而欢悦于天主 故此 就如罪恶借着一人进入了世界 死亡借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 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诚意也是如此 没有法律之前 罪恶已经在世界上 但因没有法律 罪恶本不应算为罪恶 但从亚当起 直到眉色 死亡却做了王 连那些没有像亚当一样 违法犯罪的人 也属他全下 这亚当 也是那未来亚当的预像 但恩宠 绝不是过犯所能比的 因为如果因一人的过犯 大众都死了 那么 天主的恩宠 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 所施予的恩惠 更要丰富地洋溢到大众身上 这恩惠的效果 也不是那因一人犯罪的结果 所能比的 因为审判固然是由于 一人的过犯而来 被判定罪 但恩赐却使人在犯了许多过犯之后 获得诚意 如果因一人的过犯 死亡就因那一人做了王 那么 那些丰富地 蒙受了恩宠 和正义恩惠的人 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为王了 这样看来 就如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了罪 同样 也因一人的正义行为 众人也都获得了正义和生命 正如因一人的悖逆 大众都成了罪人 同样 因一人的服从 大众都成了义人 法律本是后加的 是为增多过犯 但是罪恶在哪里越多 恩宠在哪里 也越格外丰富 以致罪恶怎样借死亡为王 恩宠也怎样借正义而为王 是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获得永生 罗马书第六章 那么 我们可说什么呢 我们要长留在罪恶中 号叫恩宠洋溢吗 断乎不可 我们这些死于罪恶的人 如何还能在罪恶中生活呢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们受过喜 归于基督耶稣的人 就是受喜归于他的死亡吗 我们借着洗礼 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 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 从死者中复活了 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 如果我们借着同他相似的死亡 已与他结合 也要借着同他相似的复活 与他结合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旧人已与他同定在十字架上 是那属于罪恶的自我消逝 好叫我们不再做罪恶的奴隶 因为已死的人便脱离了罪恶 所以 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 我们相信也要与他同生 因为我们知道 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 就不再死 死亡不再统治他了 因为他死 是死于罪恶 仅仅一次 他活 是活于天主 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 是死于罪恶 在基督耶稣内 活于天主的人 所以 不要让罪恶 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为王 致令你们顺从他的情欲 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 交于罪恶 做不义的武器 但该将你们自己 陷于天主 有如从死者中复活的人 将你们的肢体 陷于天主 当作正义的武器 罪恶不应再统治你们 因为你们 已不在法律权下 而是在恩宠权下 那么 我们因为不在法律权下 而在恩宠权下 就可以犯罪吗 绝对不可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将自己 献给谁当奴隶 而服从他 就成了你们 所服从者的奴隶 或做罪恶的奴隶 以致死亡 或做顺命的奴隶 以得正义吗 感谢天主 虽然你们曾做过 罪恶的奴隶 现今 你们却从心里 听从那传给你们的 教理规范 脱离罪恶 获得了自由 做了正义的奴隶 为了你们 本性的软弱 我且按常情来说 你们从前怎样 将你们的肢体 当作奴隶 陷于不结和不法 行不法的事 如今 也要怎样 将你们的肢体 当作奴隶 陷于正义 行圣善的事 当你们做 罪恶的奴隶时 不受正义的束缚 但那时 你们得了什么效果 只是叫你们现在 以那些事为可耻 因为其结局 就是死亡 可是现在 你们脱离了罪恶 获得了自由 做了天主的奴隶 你们所得的效果 是使你们成圣 结局 就是永生 因为罪恶的心奉 是死亡 但是天主的恩赐 是在我们的主基督 耶稣内的永生 罗马书第七章 弟兄们 我现在是对明白 法律的人说话 难道你们不知道 法律统治人 这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吗 就如有丈夫的女人 当丈夫还活着的时候 是受法律束缚的 如果丈夫死了 她就不再因丈夫 而受法律的束缚 所以 当丈夫活着的时候 她若依附别的男人 便成为淫妇 但如果丈夫死了 按法律 她是自由的 她若依附别的男人 便不是淫妇 所以 我的弟兄们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已死于法律了 为使你们属于另一位 就是属于 有死者中复活的那一位 为叫我们给天主结果实 因为我们还在肉性全下的时候 那借法律 而倾向于罪恶的情欲 在我们的肢体内活动 结出死亡的果实 但是现在 我们已死于 束缚我们的势力 脱离了法律 如此 我们不应再拘泥于旧的条文 而应以新的心神 侍奉天主 那么 我们能说法律本身有罪吗 绝对不能 然而借着法律 我才知道罪是什么 如果不是法律说 不可贪恋 我就不知道 什么是贪情 罪恶 虽乘机借着诫命 在我内发动各种贪情 原来若没有法律 罪恶便是死的 从前我没有法律时 我是活人 但诫命以来 罪恶便活了起来 我反而死了 那本来应叫我生活的诫命 犯叫我死了 因为罪恶借着诫命 乘机诱惑了我 也借着诫命 杀害了我 所以 法律本是圣的 诫命也是圣的 是正义和美善的 那么 是善事使我死了吗 绝对不是 而是罪恶 罪恶未显示 罪恶的本性 借着善事 为我产生了死亡 一致罪恶 借着诫命 成了极端的凶恶 我们知道 法律是属神的 但我是属血肉的 已被卖给罪恶做奴隶 因为我不明白 我做的是什么 我所愿意的 我偏不做 我所憎恨的 我反而去做 我若去做 我所不愿意的 这便是承认 法律是善的 实际上 做那事的 已不是我 而是在我内的罪恶 我也知道 善不在我内 即不在我的肉性内 因为我有心行善 但实际上 却不能行善 因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不去行 而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却去做 但我所不愿意的 我若去做 那么 已不是我做那事 而是在我内的罪恶 所以我发现 这条规律 就是我愿意 为善的时候 总有邪恶 依附着我 因为照我的内心 我是喜悦天主的法律 可是 我发觉 在我的肢体内 另有一条法律 与我理智 所赞同的法律交战 并把我掳去 叫我隶属于 那在我肢体内的 罪恶的法律 我这个人 真不幸呀 谁能救我 脱离这该死的肉身呢 感谢天主 借着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这样看来 我这人 是以理智 去服从天主的法律 而以肉性 去服从罪恶的法律 罗马书第八章 今后 为那些在基督耶稣内的人 已无罪可定 因为在基督耶稣内 赐予生命之神的法律 已使我获得自由 脱离了罪恶 与死亡的法律 法律 因了肉性的软弱 所不能行的 天主却行了 他派遣了自己的儿子 带着罪恶肉身的形状 当作赎罪计 在这肉身上 定了罪恶的罪案 为使法律 所要求的正义 成全在我们今后 不随从肉性 而随从圣神生活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性的人 切往肉性的事 随从圣神的人 切往圣神的事 随肉性的切往 导入死亡 随圣神的切往 导入生命与平安 因为随肉性的切往 是与天主为敌 绝不服从 也绝不能服从天主的法律 凡随从肉性的人 绝不能得天主的欢心 至于你们 你们已不属于肉性 而是属于圣神 只要天主的圣神 住在你们内 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 谁就不属于基督 如果基督在你们内 身体固然因罪恶而死亡 但神魂 却来正义而生活 再者 如果那是耶稣 从死者中复活者的圣神 住在你们内 那么 那是基督 从死者中复活的 也必要借那 住在你们内的圣神 使你们由死的身体复活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欠肉性的债 一直该随从肉性生活 如果你们随从肉性生活 必要死亡 然而 如果你们依赖圣神 去致死肉性的妄动 必能生活 因为凡受天主圣神引导的 都是天主的子女 其实你们所领受的圣神 并非使你们做奴隶 一致仍旧恐惧 而是使你们做义子 因此 我们呼号 阿爸 父啊 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 一同作证 我们是天主的子女 我们既是子女 便是成绩者 是天主的成绩者 是基督的同成绩者 只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 也必要与他一同受光荣 我实在以为 现实的苦楚 与将来在我们身上 要显示的光荣 是不能较亮的 凡受造之物 都热切地等待 天主子女的显扬 因为受造之物 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 并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出于 使他屈服的那位的决意 但受造之物 仍怀有希望 脱离败坏的控制 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 因为我们知道 直到如今 一切受造之物 都一同叹息 同受惨痛 不但是万物 就是连我们 这已蒙受圣神出国的 也在自己心中叹息 等待着一子期望的实现 即我们肉身的救赎 因为我们得救 还是在于希望 所希望的若已看见 就不是希望了 哪有人还希望所见的事物呢 但我们若希望那未看见的 必须坚忍等待 同时 圣神也扶住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如何祈求才对 而圣神却亲自以 无可言喻的叹息 带我们转求 那洞悉心灵的天主 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 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 带圣徒转求 而且我们也知道 天主使一切 协助那些爱他的人 就是那些按他的旨意 蒙照的人 获得益处 因为他所预选的人 也预定他们 与自己的儿子的肖像相同 好使他在众多弟兄中 做长子 天主不但照教了他所预定的人 而且也是他所照教的人 诚意 并使诚意的人 分享他的光荣 面对这一切 我们可说什么呢 若是天主协同我们 谁能反对我们呢 他既然没有联系自己的儿子 反而为我们众人 把他交出了 岂不也把一切 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天主 所拣选的人呢 是使人诚意的天主吗 谁能定他们的罪 是那已死 或更好说已复活 现今在天主右边 带我们转求的基督耶稣吗 那么 谁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 是困苦吗 是窘迫吗 是迫害吗 是饥饿吗 是赤贫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正如经上所载 为了你 我们整日被置于死地 人将我们视作 待在的群羊 然而 靠着那爱我们的主 我们在这一切事上 大获权上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亡 是生活 是天使 是掌权者 是现存的 或将来的事物 是有权能者 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 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 都不能使我们 与天主的爱相隔绝 即是与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之内的爱 相隔绝 罗马书第九章 我在基督内说实话 并不说谎 有我的良心 在圣神内 与我一同作证 我的忧愁极大 我心中不断地痛苦 为救我的弟兄 我血统的同胞 就是被诅咒 与基督隔绝 我也甘心情愿 他们是以色列人 义子的名分 光荣 盟约 法律 礼仪 以及恩许 都是他们的 圣祖也是他们的 并且基督按血统说 也是从他们来的 他是在万有之上 世世代代应受赞美的天主 阿门 这并不是说 天主的话落了空 因为不是凡从以色列生的 都是真以色列人 也不是凡是亚巴郎的后裔 就都是他的真子女 而是 有伊萨格所生的 才称为你的后裔 即使说 不是血统上的子女 算是天主的子女 而是借恩许所生的子女 才算为真后裔 原来恩许是这样说的 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 撒腊必有一个儿子 并且关于黎贝加 也有相似的事 他从我们的先祖 伊萨格一人怀了孕 当时双胎还没有出生 也没有行善或作恶 但为使天主 预见的计划坚定不移 且为显示这计划 并不凭人的行为 而只凭天主的照选 所以有话给他说 年长得要服侍年幼的 正如经上记载 我爱了雅各伯 而恨了厄萨乌 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天主不公道吗 绝对不是 因为他对梅瑟说过 我要恩待的就恩待 我要怜悯的就怜悯 这样看来 蒙照并不在乎人愿意 也不在乎人努力 而是由于天主的仁慈 因为经上有话对法郎说 我特兴起了你 是为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大能 并为使我的名 传遍全世界 这样看来 他愿意恩待谁 就恩待谁 他愿意使谁心硬 就使谁心硬 或者你要问我说 即使这样 为什么他还要责怪人呢 有谁能抗拒他的意志呢 人呀 你是谁 竟敢向天主抗辩 制造品 岂能对制造者说 你为什么这样制造了我 难道陶宫 不能随意用一团泥 把这一个做成贵重的器皿 把那一个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如果天主愿意 显示自己的易怒 并彰显自己的威能 曾以宽宏大量 容忍了那些惹他发怒 而应受毁灭的器皿 他如此做 是为把他那丰富的光荣 在那些他早已准备好 为进入光荣 而蒙怜悯的器皿身上 彰显出来 又有什么不可呢 这些器皿 就是我们这些 不但从犹太人中 而且也从外邦人中 被天主所宠召的人 这正如天主在欧塞亚书中所说的 我要叫非我人民 为我的人民 又叫不蒙爱恋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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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 因为上主在大地上 要彻底迅速完成他的判决 伊萨伊亚又预言过 若非万君的上主给我们留下苗意 我们早已如同索多玛 相似哈摩拉 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 外邦人没有追求正义 却获得了正义 既由信仰而得的正义 以色列人追求使人诚意的法律 却没有得到这种法律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信仰 只凭着行为追求 他们正碰在那块绊脚石上 正如经上所载 看 我在西庸安放了一块绊脚石 一块使人绊跌的磐石 相信他的人不致蒙羞 罗马书第十章 弟兄们 我心里所怀的切望 向天主所恳求的 就是为使我的同胞获得救恩 我可以为他们作证 他们对天主有热心 但不合乎真知超见 因为他们不认识 由天主而来的正义 企图建立自己的正义 而不顺从天主的正义 因为法律的忠项是基督 是凡信他的人获得正义 关于出自法律的正义 梅瑟曾写过 遵守法律的人 必因法律而生活 但是 出自信仰的正义 却这样说 你心里不要说 谁能升到天上去 意思是说 使基督从那里下来 也不要说 谁能下到深渊里去 意思是说 把基督从死者中领上来 正义到底说了什么 他说 天主的话离你很近 就在你的口里 就在你的心中 这就是指我们 关于信仰的宣讲 如果你口里承认 耶稣为主 心里相信 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 你便可获得救恩 因为心里相信 可使人诚意 口里承认 可使人获得救恩 经上有说 凡相信他的人 不至于蒙羞 其实 并没有犹太人 与希腊人的区别 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 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 都是富有词汇的 的确 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 必然获救 但是 人若不信他 又怎能呼号他呢 从未听到他 又怎能信他呢 没有宣讲者 又怎能听到呢 若没有奉派遣 人又怎能去宣讲呢 正如所记载的 传部福音者的脚步 是多么美丽啊 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服从了福音 伊萨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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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难道以色列人不明白吗 首先梅瑟说过 我要以那不成子民的人 激起你们的度火 以愚昧的民族 惹起你们的怒气 继而伊萨伊亚也放胆说 未曾寻找我的人 找到了我 对未曾访问我的人 我显现了 但关于以色列人却说 我整天向被逆违抗的民族 伸出我的手 罗马书第十一章 我在问 莫非天主摒弃了自己的人民吗 断然不是 我自己就是个以色列人 出于亚巴郎的后裔 本雅明支派 天主并没有摒弃他所预选的人民 难道你们不知道 圣经在恶里亚篇上说了什么 他怎样向天主抱怨以色列 上主呀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毁坏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了我一个 他们还在谋害我的性命 然而神域告诉了他什么 我为我自己留下了七千人 他们没有向巴尔屈过膝 同样 现在也留下了一些残余 即天主以恩宠所选拔的人 既然是出于恩宠 就不是出于作为 不然恩宠就不算为恩宠了 那么还说什么呢 以色列全体所寻求的没有得到 只有那些猛选的人得到了 其余的都顽梗不画了 正如所记载的 天主赋予了他们沉睡的神 有眼看不见 有耳听不见 直到今日 仍是如此 达卫也说过 愿他们的言习成为他们的陷阱 锣网 绊脚石 和阴德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迷 不得看见 愿你使他们的脊背 长长弯曲 那么我再问 他们失足 是要他们永久跌倒吗 绝对不是 而是借着他们的过犯 是救恩临到外邦人 为刺激他们发愤 如果因他们的过犯 世界得以致富 因他们的堕落 外邦人得以致富 他们全体归正 更将怎样呢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 我既然是外邦人的宗徒 我必要光荣我的职务 这样或许可激动 我的同胞发愤 因而能拯救他们几个人 如果因他们被遗弃 世界与天主和好了 那么他们如果能收纳 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如果所限的初熟的卖面 是圣的 全卖团也成为圣的 如果树根是圣的 树枝也是圣的 假如有几条橄榄树枝 被折下来 而你这只野橄榄树枝 被接上去 同沾橄榄树根的肥枝 就不可向旧树枝自夸 如果你想自夸 就该想 不是你拖着树根 而是树根拖着你 或者你要说 树枝被折下来 正是为叫我接上去 不错 他们因了不信而被折下来 你要因着信才站得住 你绝不可心高气傲 反应恐惧 因为天主既然没有 联系了那些原有的树枝 将来也许不联系你 可见天主又慈善又严厉 天主对于跌倒了的人 是严厉的 对于你却是慈善的 只要你存留在他的慈善上 不然你也必要被砍去 至于他们 如果他们不固执于无信之中 必会再被接上去 因为天主有能力 重新把他们接上去 其实 如果你这有本生的野橄榄树上 被砍下来的 逆着信被接在好橄榄树上 何况他们那些原生的树枝 岂不更容易 接在自己原来的橄榄树上吗 弟兄们 免得你们自作聪明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项奥秘的事 就是只有一部分是执迷不悟的 直到外邦人全数进入天国为止 那时 全以色列也必获救 正如经上所载 拯救者必要来自西雍 从雅各伯中消除不尽之罪 这是我与他们所定立的盟约 那时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恶 照福音来说 他们由于你们的缘故 成了天主的仇人 但照照选来说 由于他们祖先的缘故 他们仍是可爱的 因为天主的恩赐和照选 是绝不会撤回的 就如你们以前背叛了天主 如今却因了他们的背叛 而蒙受了怜悯 同样 因了你们所受的怜悯 他们如今背叛 这是为叫他们今后 也蒙受怜悯 因为天主把众人 都禁锢在背叛之中 是为要怜悯众人 啊 天主的富饶 上智和知识 是多么高深 他的决断 是多么不可测量 他的道路 是多么不可探查 有谁 曾知道上主的心意 或者 有谁 曾当过他的顾问 或者 有谁 曾先施恩于他 而望他环抱呢 因为万物 都出于他 依赖他 而归于他 愿光荣 归于他 至于永世 阿们 罗马书 第十二章 所以弟兄们 我以天主的仁慈 请求你们 献上你们的身体 当作生活 圣洁和乐乐天主的祭品 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 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 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 变化自己 为使你们能辨别 什么是天主的旨意 什么是善事 什么是乐乐天主的事 什么是成全的事 我因所赐给我的圣宠 告诉你们每一位 不可把自己 估计得太高 而过了份 但应按照天主 所分于个人的信德尺度 估计得适中 就如我们在一个身体上 有许多肢体 但每个肢体 都有不同的作用 同样 我们众人在基督内 也都是一个身体 彼此之间 每个都是肢体 按我们个人所受的圣宠 各有不同的恩赐 如果是说预言 就应与信德相符合 如果是服务 就应用在服务上 如果是教导 就应用在教导上 如果是劝勉 就应用在劝勉上 施语的应该大方 监督的应该殷勤 行慈善的应该和颜悦色 爱情不可是虚似的 你们当厌恶恶事 复合善事 论兄弟之爱 要彼此相亲相爱 论尊敬 要彼此争先 论关怀 不可疏忽 论心神 要热切 对于主 要忠心侍奉 论忘德 要喜乐 在困苦中 要忍耐 在祈祷上 要恒心 对圣者的急需 要分担 对客人 要款待 迫害你们的 要祝福 只可祝福 不可诅咒 因与喜乐的 一同喜乐 与哭泣的 一同哭泣 彼此要同心合意 不可心高妄想 却要付救 卑微的人 不可自作聪明 对人 不可以恶报恶 对众人 要勉力行善 如若可能 应尽力 与众人和睦相处 诸位亲爱的 你们不可为自己 复仇 但应给天主的愤怒 留有余地 因为经上记载 上主说 复仇是我的事 我必报复 所以 如果你的仇人饿了 你要给他饭吃 渴了 应给他水喝 因为你这样做 是将炭火堆在他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剩 反应以善圣恶 罗马书第十三章 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 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 所以水反抗权柄 所以水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 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 因为长官为行善的人不是可怕的 为行恶的人才是可怕的 你愿意不怕掌权的吗 你行善吧 那就可以由他得到称赞 因为他是天主的仆役 是为相帮你行善 你若作恶 你就该害怕 因为他不是无故待见 他既是天主的仆役 就负责惩罚作恶的人 所以必须服从 不只是为怕惩罚 而也是为了良心 为此你们也该顽良 因为他们是天主的差异 是专为尽这义务的 凡人应得的 你们要付清 该给谁顽良就顽良 该给谁纳税就纳税 该敬畏的就敬畏 该尊敬的就尊敬 除了彼此相爱外 你们不可再欠人什么 因为谁爱别人 就满权了法律 其实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恋 以及其他任何诫命 都包含在这句话里 就是 爱你的近人 如你自己 爱不加害于人 所以爱 就是法律的满权 再者 你们该认清 这个时期 现在已经是 由睡梦中 醒来的时辰了 因为我们的救恩 现今 比我们当初信的时候 更临近了 黑夜深了 白日已尽 所以我们该脱去黑暗的行为 佩戴光明的武器 行动要端庄 好像在白天一样 不可狂言好饮 不可淫乱放荡 不可争斗极度 但该穿上 主耶稣基督 不应只挂念肉性的事 以满足私欲 罗马书第十四章 对信德软弱的人 你们该容纳 不要为意见争论 有人以为什么都可吃 但那软弱的人只吃蔬菜 那吃的 不要轻视不吃的 不吃的 也不要判断吃的 因为天主已接纳了他 你是谁 你竟敢判断别人的家仆 他或站立或跌倒 都由他自己的主人管 但他必站得住 因为主能够使他站得住 有人以为 这日比那日强 但也有人以为 日日都一样 个人对自己的心思 应坚信不移才好 那遵守日子的 是为主而遵守 那吃的是为主而吃 因为他感谢天主 那不吃的 也是为主而不吃 他也感谢天主 因为我们中 没有一人是为自己而生的 也没有一人 是为自己而死的 因为我们或者生 是为主而生 或者死 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生或死 都是属于主 因为基督死而复生了 正是为做生者和死者的主 你为什么判断你的弟兄 或者你为什么轻视你的弟兄 我们众人都要站在天主的审判台前 因为经上记载说 我指着我自己启示 上主的事宇 众兮都要向我跪拜 众蛇都要赞颂天主 这样看起来 我们每人都要向天主 交自己的账 因此 我们不可再彼此判断了 反之 你们应拿定主意 总不可使弟兄失足或跌倒 在耶稣基督内 我知道并深信 没有什么本身是不洁的 除非有人想 什么是不洁的 那东西为他才是不洁的 如果你因着食物 使你的兄弟心乱 你便不是按照爱德行事 基督为他死了 你不可因着你的食物 使他丧亡 所以你们不可使你们的优点 受到诽谤 其实 天主的国 并不在于吃喝 而在于义德 平安 以及在圣神内的喜乐 凡是按照原则 侍奉基督的 才为天主所喜悦 为众人所称许 所以我们该追求平安的事 以及彼此建立的事 不可为了食物的缘故 而摧毁天主的工程 一切固然都是洁净的 但若人吃了 能使人失足 这为他便是恶事了 更好是不吃肉 不喝酒 不做什么能使你的弟兄跌倒的事 你有信心 就在天主前为你自己保有吧 那在自己认为可行的事上 问心无愧 才是有福的 但谁若怀着疑心吃了 便便判永罪 因为这不是出于信心做的 凡不出于信心做的 就是罪 罗马书第十五章 我们强壮者 该担待不强壮者的软弱 不可只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每人都该求尽人的喜悦 使他受益 得以建立 因为连基督也没有寻求自己的喜悦 如所记载的 辱骂逆者的辱骂 陡落在我身上 其实 凡经上所写的 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 为叫我们 因着经典上所教训的忍耐和安慰 获得希望 愿此忍耐和安慰的天主 赏赐你们 仿效耶稣基督的榜样 彼此同心合意 好一心一口 光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 为此 你们要为光荣天主而彼此接纳 犹如基督也接纳了你们一样 我是要说 基督为了彰显天主的真实 成了歌损的仆役 为实践向先祖们所赐的恩许 而也使外邦人 因天主的怜悯 而去光荣天主 正如所记载的 为此 我要在义民中称谢你 歌颂你的圣名 又说 义民 你们要和他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 列国万民 请赞美上主 一切民族 请歌颂他 伊萨一样又说 夜色的根苗将要出现 要起来统治外邦人 外邦人都要既既望于他 愿赐旺德 我的天主,因着你们的信心使你们充满各种喜乐和平安,使你们因着圣神的德能赋予妄德。 我的弟兄们,我本人深信你们是充满善意,满备各种知识的,并能彼此劝勉。 我给你们写信未免有些大胆,不过我只想唤起你们的回忆,因为天主赐给了我恩宠,使我为外邦人成了耶稣基督的使臣,天主福音的司祭,好使外邦人经圣神的祝圣成为可悦纳的祭品。 所以对于侍奉天主的事,我可以在耶稣基督内夸口,因为我不敢提及别的,只说基督借我,以言语,以行动,借着奇迹,意识的能力和天主圣神的德能,所做的使外邦人归顺的事。 以致我从耶路撒冷及其四周,直到伊里尼科传遍了基督的福音,并且专在没有认识基督的地方传播福音,以你为荣,免得我在别人的基础上建筑。 如经上记载的, 那些关于他没有得到传报的人,必要看见,那些没有听说过的人,必要明了。 这就是我屡次被祖言,不能到你们那里去的缘故。 但如今在这一带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而且多年以来,我就有到你们那里去的心愿。 所以当我往西班牙去的时候,我希望中途能见到你们,得以稍微满足我见你们的心愿,然后由你们送我上道。 不过,现在我要起身往耶路撒冷去,为供应圣徒,因为马其顿和阿哈亚人,甘心乐意为耶路撒冷的贫苦圣徒捐了一笔款项。 说他们甘心乐意,其实他们是欠他们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纷粘了他们的神恩,也就该在物质上扶助他们。 所以我一办妥了这事,向他们交代了这项捐款以后,便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 我知道,我去你们那里,必要满带基督的祝福而去。 弟兄们,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因圣神的爱,请求你们。 以你们为我在天主前的祈祷,与我一起奋斗,使我脱免在犹太地不信者的手,并使我带到耶路撒冷的款项,得蒙圣徒远纳。 这样,可是我照天主的旨意,高兴地到你们那里去,同你们一起稍微休息。 愿此平安的天主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门。 罗马书第十六章 我把我们的姊妹弗一辈,托给你们。 她是庚格勒教会的女执事。 你们要在主内以相依于圣者的态度接待她。 如果她在什么事上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就帮助她。 因为她帮助了许多人,也帮助过我。 请问候普利斯加和阿贵拉,他们是我在基督耶稣内的助手。 他们为救我,知自己的景象于度外。 不但我应感谢他们,而且连外邦人的众教会也应感谢他们。 还请问候在他们家中的教会。 请问候我可爱的恶派乃托。 他是亚西亚皈依基督的出国。 请问候玛利亚。 他为你们受了许多劳苦。 请问候我的同族和我的同求者安德洛尼科和尤尼亚。 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声望的人,并且在我已先皈依了基督。 请问候在主内我可爱的安普利亚。 请问候我们在基督内的助手乌尔巴诺和我可爱的斯塔辉。 请问候为基督受磨难的阿贝勒。 请问候阿里斯托布罗家中的人。 请问候我的同族人黑洛迪雍。 请问候纳尔基索家中皈依主的人。 请问候在主内劳苦的特利费纳和特利弗萨。 请问候可爱的培尔西。 他在主内受了许多劳苦。 请问候盟主拣选的鲁夫和他的母亲。 他也是我的母亲。 请问候阿松黎托、弗雷贡、赫尔莫斯、帕特洛巴、赫尔玛和与他们在一起的弟兄们。 请问候菲罗罗哥与尤里亚、乃勒乌和他的姊妹。 还有奥林帕和与他们在一起的众圣徒。 你们要以圣吻彼此请安。 基督的众教会都问候你们。 弟兄们,我请求你们提防那些反对你们所学习的教理而制造纷争和绊脚石的人。 你们要远离他们。 因为这些人不是服侍我们的主基督,而是服侍自己的度妇。 他们以甜言蜜语,迷惑那些诚实人的心灵。 你们的服从已传到各处。 所以我为你们十分庆幸。 但我切愿你们对于善事要明智,对于恶事要纯洁无瑕。 赐平安的天主就要迅速地把撒旦踏碎在你们的脚下。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 我的助手蒂茂德和我的同族陆基约,亚松与索西帕特问候你们。 我这执笔写信的特尔诀,也在主内问候你们。 我的东主,也是全教会的东主佳约,也问候你们。 本城的司库,厄拉斯托和夸尔托兄弟,也问候你们。 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同在。 阿门。 愿光荣归于天主,他有能力兼顾你们, 使你们呵护我所传布的福音,和所宣讲的耶稣基督。 并合乎所启示的奥秘,这奥秘从永远以来就是秘而不宣的。 现今却彰显了,且按照永恒天主的命令, 借着先知的经书,小御万民,使他们服从信德。 愿光荣赖耶稣基督归于唯一全治的天主,至于无穷之事。 阿门。 格林多前书 格林多前书第一章 因天主的旨意,蒙照为耶稣基督宗徒的宝禄和索斯特乃弟兄, 智书给格林多的天主教会,就是给那些在基督耶稣内受助圣, 与一切在各地呼求我们的主,以及他们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一同蒙照为圣的人。 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 我时时为你们,对天主在基督耶稣内所赐予你们的恩宠,而感谢我的天主。 因为借着他,你们在一切事上,在一切言论和知识上,都成了富有的。 并且,我为基督所作的证言,在你们中是这样的坚定,以致你们已不缺少任何恩宠, 只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出现。 天主必要监顾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上无暇可止。 天主是忠信的,因为你们原是由他所赵, 为同他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 弟兄们,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们众人言谈一致, 在你们中不要有分裂,但要同心合意,全然相合。 因为,我的弟兄们,我由黑罗厄的家人听说你们中发生了纷争,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各自声称,我是属保禄的,我是属阿婆罗的,我是属克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基督被分裂了吗? 难道保禄为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 或者你们受洗是归于保禄名下吗? 我感谢天主,除了克里斯坡和加约外,我没有给你们中的任何人付过洗, 免得有人说,你们受洗是归于我的名下。 我还给斯特法纳一家付过洗,此外,我就不记得还给谁付过洗了。 原来基督派遣我,不是为施洗,而是为宣传福音, 且不用巧妙的言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 原来十字架的道理,为散亡的人是愚妄,为我们得救的人却是天主的德能。 因为经上记载,我要摧毁智者的智慧,废除贤者的聪明。 智者在哪里? 经师在哪里? 这世代的诡辩者又在哪里? 天主岂不是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妄吗? 因为世人没有凭自己的智慧认识天主。 天主遂以自己的智慧,决意以愚妄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 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 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这为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愚妄。 但为那些蒙兆的,不拘是犹太人或希腊人, 基督却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 因为天主的愚妄总比人明智, 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 弟兄们,你们看看你们是怎样蒙兆的? 按肉眼来看,你们中有智慧的人并不多, 有权势的人也不多, 显贵的人也不多。 天主偏照选了世上愚妄的, 为羞辱那有智慧的, 照选了世上懦弱的, 为羞辱那坚强的, 甚而天主照选了世上卑贱的和受人轻视的, 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 为消灭那些有的, 为许一切有血肉的人, 在天主前无所夸耀。 你们得以结合于基督耶稣内, 全是由于天主, 也是由于天主, 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 正义, 圣化者和救赎者。 正如经上所记载的, 凡要夸耀的, 应因主而夸耀。 格林多前书第二章 弟兄们, 就是我从前到你们那里时, 也没有用高超的言论或智慧, 给你们宣讲天主的奥义。 因为我曾决定, 在你们中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而且当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 又软弱, 又恐惧, 又战惊不安。 并且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 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 而是在于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 为使你们的信德, 不是凭人的智慧, 而是凭天主的德能。 我们在成全的人中, 也讲智慧, 不过不是今世的智慧, 也不是今世将要消灭的, 有权势者的智慧。 我们所讲的, 乃是那隐藏的, 天主奥秘的智慧。 这智慧是天主在万事之前, 为使我们获得光荣所预定的。 今世有权势的人中, 没有一个认识他, 因为如果他们认识了, 绝不至于将光荣的主定在十字架上。 经上这样记载说, 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 是眼所未见, 耳所未闻, 人心所未想到的。 可是天主借着圣神将这一切启示给我们了, 因为圣神洞察一切, 就连天主的深奥势力他也洞悉。 除了人内里的心神外, 又谁能知道那人的事呢? 同样, 除了天主圣神外, 谁也不能明了天主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不是这世界的精神, 而是出于天主的圣神, 为使我们能明了天主所赐予我们的一切。 为此, 我们宣讲, 并不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词, 而是用圣神所教的言词, 给属神的人讲论属神的事。 然而属血气的人, 不能领受天主圣神的事, 因为为他是愚望, 他也不能领悟。 因为这些事, 只有借圣神才可审断, 唯有属神的人能审断一切, 但他却不为任何人所审断。 经上说, 谁知道上主的心意, 去指教他呢? 可是我们有基督的心意。 格林多前书第三章 所以,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还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神的人, 只能当作属血肉的人, 当作在基督内的婴孩。 我给你们喝的是奶, 并非饭食, 因为那时你们还不能吃, 就是如今你们还是不能, 因为你们还是属血肉的人, 你们中既有嫉妒和纷争, 你们岂不还是属血肉的人, 按照俗人的样子行事吗? 这人说, 我属宝露, 那人说, 我属阿波罗, 这样你们岂不成了俗人吗? 其实, 阿波罗算什么, 宝露算什么, 不过只是仆役, 是你们获得信仰, 没人照着所指派的而工作。 我栽种, 阿波罗浇灌, 然而使之生长的却是天主。 可见, 栽种的不算什么, 浇灌的也不算什么, 只在那使之生长的天主。 所以, 栽种的和浇灌的原是仪式, 不过个人将要按自己的劳苦, 领受自己的赏报。 我们原是天主的助手, 你们是天主的装填, 是天主的建筑物。 按照天主所赐给我的恩宠, 我好像一个精明的建筑师, 奠立了根基, 其他的人在上面建筑, 但是个人应该注意, 怎样在上面建筑。 因为除已奠立了的根基, 即耶稣基督外, 任何人不能在殿里别的根基。 人可用金, 银, 宝石, 木, 草, 和街, 在这根基上建筑。 但个人的工程, 将来总必显露出来, 因为主的日子, 要把它揭露出来。 原来主的日子, 要在火中出现, 这火要实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在那根基上所建筑的工程, 若存得住, 它必要获得赏报。 但谁的工程若被焚毁了, 它就要受到损失, 它自己固然可得救, 可是仍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 你们不知道, 你们是天主的宫殿, 天主圣神住在你们内吗? 谁若毁坏天主的宫殿, 天主必要毁坏它, 因为天主的宫殿是圣的, 这宫殿就是你们。 谁也不要自欺, 你们中若有人在今世, 自以为是有智慧的人, 该变为一个愚望的人, 未成一个有智慧的人。 因为这世界的智慧, 在天主前原是愚望。 经上记载说, 他以智者的计谋捕捉智者, 又说, 上主认透智者的思念, 原来都是虚幻。 所以, 谁也不可拿人来夸口, 因为一切都是你们的, 无论是宝路, 或是阿波罗, 或是客房, 或是世界, 或是生命, 或是死亡, 或是现在, 或是将来, 一切都是你们的。 你们却是基督的, 而基督是天主的。 格林多前书第四章 这样说来, 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服务员 和天主奥秘的管理人。 说到管理人, 另外要求于他的, 就是要他表现忠信, 至于我, 或受你们的审断, 或受人间法庭的审断, 唯我都是极小的事, 就连我自己也不审断自己, 因为我虽然自觉良心无愧, 但我绝不因此就自断为义人, 那审断我的只是主。 所以, 时候未到, 你们什么也不要判断, 只等主来, 他要揭发暗中的引擎, 且要显露人心的计谋, 那时, 个人才可由天主那里获得称谕。 弟兄们, 我为了你们的缘故, 把这些事贴在我自己和阿波罗身上, 好叫你们跟我们学习, 不可越过所记载的, 免得有人自大, 高看这个, 鄙视那个。 随时你异于别人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既然是领受的, 为什么你还夸耀, 好像不是领受的呢? 你们已经饱满了, 已经富足了, 已无需我们, 自己可为王了, 恨不得你们真为了王, 好叫我们与你们一同为王。 我以为天主, 把我们做宗徒的, 列在最后的一等, 好像被判死刑的人, 因为我们成了共世界, 天使和世人观赏的一场戏剧。 我们为了基督成了愚望的人, 你们在基督内却成了聪明的人, 我们软弱, 你们却强壮, 你们受尊敬, 我们受羞辱。 直到此时此刻, 我们仍是忍饥受渴, 依不蔽体, 受人拳打, 居无定所, 并且亲手劳碌操作, 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 被人迫害, 我们就忍受, 被人诽谤, 我们就劝戒, 直到现在, 我们仍被视为世上的垃圾, 和人间的废物。 我写这些话, 并不是为叫你们羞愧, 而是为劝告你们, 就如同劝告我所亲爱的孩子一样, 因为你们纵然在基督内, 有上万的教师, 但为父亲的却不多, 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内, 借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 你们要效法我, 为了这个缘故, 我打发地貌德到你们那里去, 他在主内, 是我亲爱和忠信的孩子, 他要使你们想起, 我在基督内怎样行事, 和我到处在各教会内, 所教导的, 有些人以为, 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 就傲慢自大, 其实, 主若愿意, 我必很快就要到你们那里去, 并且我所要知道的, 并不是那些傲慢自大者的言辞, 而是他们的能力, 因为天主的国并不在于言辞, 而是在于德能, 你们愿意怎样呢, 愿意我带着棍棒到你们那里去呢, 还是怀着慈爱和温柔的心情, 到你们那里去呢, 我确实听说, 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且是这样的淫乱, 连在外教人中也没有过, 以至有人竟从自己父亲的妻子拼居, 你们竟还傲慢自大, 你们岂不更该悲哀, 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除去吗? 至于我, 身体虽不在你们那里, 但心神却与你们同在, 我好像亲自在你们中间一样, 因我们的主耶稣的名, 已判决了行这样事的人, 当你们聚会时, 我的心神也与你们同在, 以我们的主耶稣的大能, 将这样的人交与撒旦, 摧毁他的肉体, 为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上, 可以得救。 你们自夸实在不当, 你们岂不知道少许的教母, 能使整个面团发酵吗? 你们应把旧教母除尽, 好使你们成为新活的面团, 正如你们原是无教饼一样, 因为我们的逾越节高扬基督, 已被继杀做了牺牲, 所以我们过节, 不可用旧教母, 也不可用奸诈和邪恶的教母, 而只可用纯洁和真诚的无教饼。 我先前在信上给你们写过, 不可与淫荡的人交集, 这话并不是犯取这世上所有淫荡的人, 或贪婪的人, 或勒索人的人, 或拜偶像的人。 若是这样, 你们就非出离这世界不可。 其实我写给你们的, 是说若有成为弟兄的, 是淫荡的, 或贪婪的, 或拜偶像的, 或辱骂人的, 或酗酒的, 或勒索人的, 你们就不要同他交集, 并且同这样的人, 连一起吃饭也不可。 审断教外的人, 关我何事, 教内的人, 岂不该由你们审断吗? 教外的人, 自由天主审断他们, 你们不要把那坏人, 从你们中间铲除。 格林多前书第六章 你们中间, 有人与另一人有了争诵, 怎么竟敢在不义的人面前起诉, 而不在圣者面前呢? 你们不知道圣者将要审判世界吗? 如果世界要受你们审判,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一些小事吗? 你们不知道我们连天使都要审判吗? 更何况日常生活的事呢? 所以, 若你们在日常生活上有了应审判的事, 就请那些在教会内受轻视的人来裁判吧。 我说这话, 是为叫你们羞愧, 难道你们中间竟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 能在自己弟兄中间分辨是非, 以致弟兄与弟兄互相控告, 且在无信仰的人面前控告。 你们彼此有诉讼的事, 就各方面讲, 已是你们的缺点了。 那么, 你们为什么不宁愿受点屈, 为什么不宁愿吃点亏? 你们反而使人受屈, 使人吃亏, 况且这还是失于弟兄。 你们岂不知道, 不义的人不得成绩天主的国吗? 你们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荡的, 或拜偶像的, 犯奸淫的, 做恋童的, 好男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酗酒的, 辱骂人的, 勒索人的, 都不能成绩天主的国。 你们中从前也有这样的人, 但是你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 并因我们天主的圣神, 已经洗净了, 已经祝圣了, 已经成了义人。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全有义, 凡事我都可行, 但我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管制。 食物是为肚腹, 肚腹是为食物, 但天主把这两样都要废弃, 人的身体不是为淫乱, 而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体, 天主既使主复活了, 他也要以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复活。 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 我岂可拿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 断乎不可, 你们岂不知道那与娼妓结合的, 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因为经上说, 二人成为一体, 但那与主结合的, 便是与他成为一神。 你们勿要远避邪淫, 人无论犯的是什么罪, 都是在身体以外, 但是那犯邪淫的, 却是冒犯自己的身体。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 这圣神是你们由天主而得的, 住在你们内, 而你们已不是属于自己的了吗? 你们原始用高价买来的, 所以勿要用你们的身体光荣天主。 格林多前书第七章 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是, 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 可是, 为了避免淫乱, 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对妻子 该尽他应尽的义务, 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 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 而是丈夫有。 同样, 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 而是妻子有。 你们切不要彼此亏负, 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 为专务祈祷, 但事后仍要归到一处, 免得撒旦因你们不能节制而诱惑你们。 我说这话, 原始出于宽容, 并不是出于命令。 我本来愿意众人都如同我一样, 可是每人都有他各自得自天主的恩宠, 有人这样, 有人那样。 我对那些尚未结婚的人, 特别对寡妇说, 如果他们能止于现状, 像我一样, 为他们道好。 但若他们截制不住, 就让他们婚嫁, 因为与其浴火中烧, 倒不如结婚为妙。 至于那些已经结婚的, 我命令, 其实不是我, 而是主命令,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 就应该持身不嫁, 或是仍与丈夫和合, 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对其余的人是我说, 而不是主说。 倘若某弟兄有不信主的妻子, 妻子也同意与他同居, 就不应该离弃她。 倘若某妇人有不信主的丈夫, 丈夫也同意与他同居, 就不应该离弃丈夫。 因为不信主的丈夫, 因妻子而成了圣洁的, 不信主的妻子, 也因弟兄而成了圣洁的。 不然, 你们的儿女就是不洁的, 其实他们却是圣洁的。 但若不信主的一方要离去, 就由他离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 兄弟或姊妹不必受拘束。 天主召叫了我们, 原是为平安。 因为你这为妻子的, 怎么知道你能救丈夫呢? 或者, 你这为丈夫的, 怎么知道你能救妻子呢? 此外, 主怎样分给了个人, 天主怎样照选了个人, 个人就该怎样生活下去。 这原是我在各教会内所训事的。 有人是受割损后蒙照的吗? 他就不该掩盖割损的记号。 有人是未受割损蒙照的吗? 他就不该受割损。 受割损算不得什么, 不受割损也算不得什么, 只该遵守天主的诫命。 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照, 就该安于这身份。 你是做奴隶蒙照的吗? 你不要介意, 而且即使你能成为自由人, 你也宁要守住你原有的身份。 因为做奴隶而在主内蒙照的, 就是主所释放的人。 同样, 那有自由而蒙照的人, 就是基督的奴隶。 你们是用高价买来的, 切不要做人的奴隶。 弟兄们, 个人在什么身份上蒙照, 就在天主前安于这身份吧。 论到同身的人, 我没有主的命令, 只就我蒙主的人词, 作为一个忠信的人, 说出我的意见。 为了现实的疾难, 依我看来, 为人这样倒好, 你有妻子的束缚吗? 不要寻求解脱。 你没有妻子的束缚吗? 不要寻求妻事。 但是你若娶妻, 你并没有犯罪。 童女若出嫁, 也没有犯罪。 不过这等人, 要遭受肉身上的痛苦。 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些痛苦。 弟兄们, 我给你们说, 实现是短促的, 今后有妻子的, 要像没有一样。 哭泣的, 要像不哭泣的。 欢乐的, 要像不欢乐的。 购买的, 要像一无所得的。 享用这世界的, 要像不享用的。 因为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没有妻子的, 所挂虑的是主的事。 想怎样悦乐主。 娶了妻子的, 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 想怎样悦乐妻子。 这样, 她的心就分散了。 没有丈夫的妇女和童女, 所挂虑的是主的事。 一心是身心圣洁。 至于已出嫁的, 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 想怎样悦乐丈夫。 我说这话, 是为你们的益处, 并不是要设下圈套陷害你们, 而只是为叫你们更齐全, 得以不断地专心示主。 若有人以为对自己的童女带得不合宜, 怕她过了少华年龄, 而事又再必行, 她就可以随意办理, 让他们成亲, 不算犯罪。 但是谁若心意坚定, 没有不得已的事, 而又能随自己的意愿处置, 这样心里决定了要保存自己的童女, 的确做得好。 所以, 谁若叫自己的童女出嫁, 做得好, 谁若不叫她出嫁, 做得更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被束缚的, 但如果丈夫死了, 她便自由了, 可以随意嫁人, 只要是在主内的人。 可是按我的意见, 如果她仍能这样守下去, 她更为有福, 我想我也有天主的圣神。 格林多前书第八章 智论记邪神的肉, 我们知道, 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只会使人傲慢自大, 爱得才能利人。 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 这是他还不知道他该怎样知道, 然而, 谁若爱天主, 这人才为天主所认识。 智论吃记邪神的肉, 我们知道, 世上并没有什么邪神, 也知道, 除了一个天主外, 没有什么神。 因为, 因为虽然有称为神的, 或在天上, 或在地下, 就如那许多神和许多主, 可是, 为我们只有一个天主, 就是圣父, 万物都出于他, 而我们也归于他, 也只有一个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借他而有, 我们也借他而有。 不过这种知识, 不是人人都有的, 有些人直到如今因败惯了邪神, 以为所吃的是寄邪神的肉, 因为他们的良心软弱, 就受了玷污。 其实, 食物不能使我们取悦于天主, 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也无益, 但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这自由的抉择, 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 因为, 如果有人看见你这有知识的, 在邪神庙里作息, 他的良心若是软弱, 岂不受到鼓励而去吃寄邪神的肉吗? 那么, 这软弱的人, 基督为他而死的弟兄, 也就因了你的知识而丧亡。 你们这样得罪了弟兄们,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为此, 倘若食物使我的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 格林多前书第九章 我不是自由的吗? 我不是宗徒吗? 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 你们不是我在主内所建的功成吗? 纵然我为别人不是宗徒, 为你们我总是, 因为你们在主内, 正是我认宗徒职份的印证。 这也就是我对那些质问我的人的答辩。 难道我们没有取得饮食的权利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携带一位为姊妹的妇人, 如其他的宗徒及主的弟兄并刻法一样吗? 或者, 唯有我和巴尔纳伯没有不劳作的权利吗? 谁当兵而自备良想呢? 谁种植葡萄园, 而不吃他的出产呢? 或者, 谁牧放羊群而不吃羊群的奶呢? 我说这话, 难道是按人之常情? 法律不是也这样说吗? 原来, 梅瑟法律上记载说, 牛在打肠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难道天主所关心的是牛吗? 岂不是完全为我们说的吗? 的确是为我们记载的, 因为离地的当怀着希望去离, 打场的也当怀着有份的希望去打场。 若是我们给你们散播神圣的恩惠, 而收割你们那属物质的东西, 还算什么大事? 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尚且分享权利, 我们岂不更该吗? 可是我们没有用过这权利, 反倒忍受了一切, 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妨碍。 你们岂不知道为圣事服务的就靠圣殿生活, 公职与祭坛的就分享祭坛上的物品吗? 主也这样规定了, 传福音的人应靠福音而生活。 可是, 这些权利我一样也没有用过, 我写这话并非要人这样对待我, 因为我宁愿死, 也不愿让人使我这夸耀落了空。 我若传福音, 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 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 我若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假使我自愿做这事, 便有报酬, 若不自愿, 可是责任已委托给我。 这样看来, 我的报酬是什么呢? 就是传不福音时白白地去传, 不想用我在传福音上 所有的权利。 我原是自由的, 不属于任何人, 但我却是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 为赢得更多的人。 对犹太人, 我就成为犹太人, 为赢得犹太人。 对于在法律下的人, 我虽不在法律下, 仍成为在法律下的人, 为赢得那在法律下的人。 对那些法律以外的人, 我就成为法律以外的人, 为赢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 其实, 我并不在天主的法律以外, 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 对软弱的人, 我就成为软弱的, 为赢得那软弱的人。 对一切人, 我就成为一切, 为的是总要救些人。 我所行的一切, 都是为了福音, 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 你们岂不知道, 在运动场上赛跑的, 固然都跑, 但只有一个得奖赏吗? 你们也应该这样跑, 好能得到奖赏。 凡比武竞赛的, 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 他们只是为得到, 可朽坏的花冠, 而我们却是为得到, 不朽坏的花冠。 所以, 我总是这样跑, 不是如同无定向的。 我这样打拳, 不是如同打空气的。 我痛击我身, 使他为奴, 免得我给别人报劫, 自己反而落选。 格林多前书第十章 弟兄们, 我愿意提醒你们, 我们的祖先都曾在云柱下, 都从海中走过, 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喜, 而归于梅色, 都吃过同样的神粮, 都饮过同样的神饮, 原来他们所饮的, 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可是, 他们中多数不是天主所喜悦的, 因而倒闭在旷野里了。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为教我们不贪恋恶事, 就如他们贪恋过一样, 你们也不可崇拜邪神, 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敬拜过一样, 如同经上记载说, 百姓坐下吃喝, 起来玩乐, 我们也不可淫乱, 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淫乱过, 一天内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 我们也不可试探主, 就如他们中有些人试探过, 为蛇所歼灭, 你们也不可抱怨, 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抱怨过, 为毁灭者所消灭。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切事, 都是为给人做见解, 并记录了下来, 为劝诫我们这些生活在世末的人。 所以, 凡自以为站得稳的, 不要小心, 免得跌倒。 你们所受的试探, 无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试探。 天主是忠信的, 他绝不许你们受那超过你们能力的试探。 天主如家给人试探, 也必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够承担。 为此, 我亲爱的诸位, 你们要逃避崇拜邪神的事, 我想我是对明白人说话, 你们自己审断我所说的吧。 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碑, 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掰开的饼, 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 因为饼只是一个, 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 你们且看, 按血统做以色列的, 那些吃祭物的, 不是与祭坛有份子的人吗? 那么, 我说什么呢? 是说祭邪神的肉算的什么吗? 或是说邪神算的什么吗? 不是, 我说的是, 外教人所祭祀的, 是祭祀邪魔, 而不是祭祀真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邪魔有份子。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邪魔的杯。 你们不能共享主的言习, 又共享邪魔的言习。 难道我们要惹主发怒吗? 莫非我们比他还强吗? 凡事都可行, 但不全有益。 凡事都可行, 但不全助人见数。 人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 但也该求别人的利益。 凡在肉世上买来的, 为了良心的缘故, 不必查问什么。 你们只管吃吧, 因为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属于上主。 若有一个无信仰的人厌请你们, 你们也愿意去。 凡给你们摆上的, 为了良心的缘故, 不必查问什么。 你们只管吃吧。 但若有人向你们说, 这是祭过神的肉, 为了那指点的人, 和为了良心的缘故, 你们就不可吃。 我说的良心不是自己的, 而是他人的良心。 那么, 我的自由为什么要受他人良心的束缚呢? 我若以谢恩之心参加, 为什么我要因谢恩之物而受人责骂呢? 所以, 你们或吃或喝, 或无论做什么, 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 你们不可成为犹太人或希腊人或天主的教会跌倒的原因, 但要如我一样, 在一切事上是众人喜欢, 不求我自己的利益, 只求大众的利益, 为使他们得救。 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你们该效法我, 如我效法了基督一样。 我称赞你们, 在一切事上纪念我, 并照我所传授给你们的, 持守那些传授。 但我愿意你们知道, 男人的头是基督, 而女人的头是男人, 基督的头却是天主。 凡男人祈祷或说先知话, 若蒙着头, 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但凡女人祈祷或说先知话, 若不蒙头, 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他跟那剃了头发的完全一样。 女人若不蒙头, 就让他剪发吧。 但若剪发或剃头为女人算是耻辱, 他就该蒙头。 男人当然不该蒙头, 因为他是天主的肖像和光荣, 而女人却是男人的光荣。 原来不是男人出于女人, 而是女人出于男人, 而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为此, 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 在头上应该有属于权下的表迹。 然而, 在主内, 女不可无男, 男也不可无女。 因为就如女人是出于男人, 同样, 男人也是借女人而生, 但一切都出于天主。 你们自己评断吧, 女人不蒙头向天主祈祷相宜吗? 不是本性也教训你们, 男人若续发, 为他就是羞辱。 但是女人若续发, 为他倒是光荣吗? 因为头发是给他当作手帕的。 若有人想强辩, 那么他该知道, 我们没有这样的风俗, 天主的各教会也没有。 我要嘱咐你们, 并不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会不是为得意, 而是为受害。 首先, 我听说你们聚会时, 你们中间有分裂的事, 我也有几分相信, 因为在你们中间, 圆免不了分党分派的事, 好叫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 在你们中显出来。 你们聚集在一处, 并不是为吃主的晚餐, 因为你们吃的时候, 个人先吃自己的晚餐, 甚至有的饥饿, 有的却醉饱。 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 或是你们想轻视天主的教会, 叫那些没有的人修残吗? 我可给你们说什么? 要我称赞你们吗? 在这世上, 我绝不称赞。 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 我也传授给你们了。 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注谢了, 拜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而舍的, 你们应这样行, 为纪念我。 晚餐后, 又同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次喝应这样行, 为纪念我。 的确, 直到主再来, 你们每次吃这饼, 喝这杯, 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为此, 无论谁, 若不相称地吃主的饼, 或喝主的杯, 就是干犯主体, 和主血的罪人。 所以, 人应省茶自己, 然后才可以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那吃喝的人, 若不分辨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爱。 为此, 在你们中有许多有病和软弱的人, 死的也不少。 但是, 若我们先省茶自己, 我们就不至于受罚了。 我们即使受罚, 只是受主的惩戒, 免得我们和这世界一同被定罪。 所以, 我的弟兄们, 当你们聚集吃晚餐时, 要彼此等待。 谁若饿了, 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集自遭判决。 其余的事, 等我来了再安排。 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弟兄们, 这论神恩的事, 我切愿你们明了。 你们记得, 当你们还是外教人的时候, 好像着了迷, 常被勾引到那些不会出生的偶像前。 为此, 我告诉你们, 没有一个受天主圣神感动的会说, 耶稣是可诅咒的, 除非受圣神感动, 也没有一个能说, 耶稣是主的。 神恩虽有区别, 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 职分虽有区别, 却是同一的主所赐, 功效虽有区别, 却是同一的天主, 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 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 但全是为人的好处。 这人从圣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语, 另一人却由同一圣神蒙受了知识的言语。 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 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却蒙受了致病的奇恩。 有的能行奇迹, 有的能说先知话, 有的能辨别深恩, 有的能说各种语言, 有的能解释语言。 可是, 这一切都是这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 所以他的心愿各别分配与人。 就如身体只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体。 基督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众人, 不论是犹太人, 或是希腊人, 或是维奴的, 或是自主的, 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 成为一个身体, 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 原来身体不只有一个肢体, 而是有许多。 如果脚说, 我既然不是手, 便不属于身体, 它并不因此, 就不属于身体。 如果耳说, 我既然不是眼, 便不属于身体, 它并不因此, 就不属于身体。 若全身是眼, 哪里有听觉? 若全身是听觉, 哪里有嗅觉? 但如今, 天主却按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各个都安排在身体上了。 假使全都是一个肢体, 哪里还算身体呢? 但如今肢体虽多, 身体却是一个。 也不能对手说, 我不需要你, 同样,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不需要你们。 不但如此, 而且那些似乎是身体上比较软弱的肢体, 却更为重要。 并且那些我们以为是身体上比较欠尊贵的肢体, 我们就越发加上尊贵的装饰。 我们不端雅的肢体, 就越发显得端雅。 至于我们端雅的肢体, 就无需装饰了。 天主这样配置了身体, 对那缺欠的赐以加倍的尊贵, 免得在身体内发生分裂, 凡使各肢体彼此互相关照。 若是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 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 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 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 各自都是肢体。 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 第一是宗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有治病其恩的, 救助人的, 治理人的, 说各种语言的。 众人岂能都做宗徒, 岂能都做先知, 岂能都做教师, 岂能都行义能, 岂能都有治病的其恩, 岂能都说各种语言, 岂能都解释语言。 你们该热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在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给你们。 格林多前书 第十三章 我若能说人间的语言, 和能说天使的语言, 但我若没有爱, 我就成了个发生的锣, 或发响的博。 我若有先知之恩, 又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 我若有全辈的信心, 甚至能移山, 但我若没有爱, 我什么也不算。 我若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施舍了, 我若舍身投火辈分, 但我若没有爱, 唯我毫无益处。 爱是寒忍的, 爱是慈祥的, 爱不嫉妒, 不夸张, 不自大, 不做无理的事, 不求己意, 不动怒, 不图谋恶事, 不以不义为乐, 却与真理同乐。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永存不朽, 而先知之恩终必消失, 预言之恩终必停止, 知识之恩终必消失, 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只是局部的, 我们做先知所讲的, 也只是局部的, 极致那圆满的一来到, 局部的就必要消失。 当我是孩子的时候, 说话像孩子, 看事像孩子, 思想像孩子。 即使我一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 就要面对面地观看了。 我现在所认识的, 这是局部的, 那时, 我就要全认清了, 如同我全被认清一样。 现今存在的, 有信, 忘, 爱, 这三样, 但其中最大的是爱。 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你们要追求爱, 但也要可慕神恩, 尤其是要可慕做先知之恩。 原来那说语言的, 不是对人, 而是对天主说话。 因为没有人听得懂, 它是由于神魂讲论奥秘的事, 但那做先知的, 却是向人说见术, 劝慰和鼓励的话, 那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 那讲先知话的, 却是建立教会。 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 但我更愿意你们都做先知, 因为讲先知话的, 比说语言的更大, 除非他也解释是教会获得建立。 弟兄们, 假使我来到你们那里, 只说语言, 若不以启示, 或以知识, 或以先知话, 或以训会向你们讲论, 我为你们有什么益处? 就连那些无灵而发生之物, 消也罢, 禽也罢, 若分不清声调, 怎能知道所吹所谈的是什么呢? 若号筒吹的音调不准确, 谁还准备作战呢? 同样, 你们若不用舌头说出明晰的话, 人怎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那么, 你们就是向空气说话, 谁也知道, 世界上有很多语言, 但没有一种是没有意义的, 假使我不明白那语言的意义, 那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蛮夷, 我也以那说话的人为蛮夷, 你们也当这样, 你们既然可慕神恩, 就当祈求多得建立教会的恩赐, 为此, 那说语言的应当祈求解释之恩, 因为我若以语言之恩祈祷, 是我的神魂祈祷, 我的理智却得不到效果, 那么怎样才行呢? 我要以神魂祈祷, 也要以理智祈祷, 我要以神魂歌咏, 也要以理智歌咏, 不然, 假使你以神魂赞颂, 那在场不同语言的人, 既不明白你说什么, 对你的助解词, 怎能答应阿门呢? 你固然助解得很好, 可是不能建立别人, 我感谢天主, 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 可是在集会中, 我宁愿以我的理智, 说五句训会人的话, 而不愿以语言之恩, 说一万句话, 弟兄们, 你们在见识上不应做孩子, 但应在邪恶上做婴孩, 在见识上应做成年人, 法律上记载, 上主说, 我要借说外方话的人, 和外方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 虽然这样, 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这样看来, 语言之恩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 而是为不信的人, 但先知之恩不是为不信的人, 而是为信的人, 所以, 全教会共同聚在一起时, 假使众人都说起语言来, 如有不通的人或不信的人进来, 岂不要说, 你们疯了吗? 但是, 如果众人都说先知话, 即便有不信的人, 或不通的人进来, 他必被众人说服, 也必被众人所审查, 他心内的隐秘事, 也必会显露出来, 这样, 他就必俯首之地朝拜天主, 声称天主实在是在你们中间。 弟兄们, 那么怎样做呢? 当你们聚会的时候, 每人不论有什么神恩, 或有歌勇, 或有训会, 或有启示, 或有语言, 或有解释之恩, 一切都应为建立而行。 倘若有说语言的, 只可两个人, 或至多三个人, 且要轮流讲话, 也要有一个人解释, 如没有解释的人, 在集会中就该坚默, 只可对自己和对天主说话。 至于先知, 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 其余的人要审辩, 若在座的有一位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就不应该再发言, 因为你们都可一个一个地说先知话, 为使众人学习, 为使众人受到鼓励, 并且先知的神魂, 是由先知自己做主。 因为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 而是平安的天主。 犹如在圣徒的众教会内, 妇女在集会中应当揭默, 她们不准发言, 只该服从。 正如法律所说的, 她们若愿意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在集会中发言, 伪女人不是体面事, 莫非天主的道理是从你们来的吗? 或是唯独临到了你们身上吗? 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 或受神感的人, 就该承认我给你们所写的是主的诫命。 谁若不承认, 也不要承认他。 所以, 我的弟兄们, 你们应当可母说先知话, 可是也不要禁止人说语言, 一切都该照规矩按次序而行。 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认清, 我们先前给你们所传报的福音, 这福音你们已接受了, 且在旗上站稳了, 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 持守了福音,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否则, 你们就白白地信了。 我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授给你们的, 其中首要的是, 基督照经上记载的, 为我们的罪死了, 被埋葬了, 且照经上记载的,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现给克法, 以后显现给那十二位。 此后, 又一同显现给五百多弟兄, 其中多半到现在还活着, 有些已经死了。 随后, 显现给雅各伯, 以后, 显现给众宗徒, 最后, 也显现了给我, 这个像流产儿的人。 我原是宗徒中最小的一个, 不配成为宗徒, 因为我迫害过天主的教会。 然而, 因天主的恩宠, 我成为今日的我。 天主赐给我的恩宠, 没有落空, 我比他们众人更牢碌。 其实不是我, 而是天主的恩宠协同我。 总之, 不拘是我, 或是他们。 我们都这样传了, 你们也都这样信了。 我们既然传报了基督, 已由死者中复活了, 怎么你们中还有人说, 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呢? 假如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假如基督没有复活, 那么, 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 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 此外, 如果死人真不复活, 我们还被视为天主的假证人, 因为我们相反天主作证, 说天主使基督复活了, 其实并没有使他复活。 因为如果死人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仰便是假的, 你们还是在罪恶中。 那么, 那些在基督内死了的人, 就丧亡了。 如果我们在今生只寄望于基督, 我们就是众人中最可怜的了。 但是, 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 做了死者的出国, 因为死亡既因一人而来, 死者的复活也因一人而来。 就如在亚当内, 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内, 众人都要复活。 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地, 首先是为出国的基督, 然后是在基督再来时属于基督的人。 再后才是结局。 那时, 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 一切掌权者和大能者, 把自己的王权交于天主父。 因为基督必须为王, 直到把一切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 最后, 被毁灭的仇敌便是死亡。 因为天主使万物都屈服在他的脚下。 既然说万物都已屈服了, 显然那是万物屈服于他的不在其内。 万物都屈服于他以后, 子自己也要屈服于那使万物屈服于自己的父。 号叫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 不然, 那些带死人受洗的是做什么呢? 如果死人总不复活, 为什么还带他们受洗呢? 我们又为什么实时冒险呢? 弟兄们, 我指着我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 对你们所有的荣耀启示说, 我是天天冒死的。 我若只凭人的动机, 当日在恶夫所与野兽搏斗, 为我有什么益处? 如果死人不复活, 我们吃喝吧, 明天就要死了。 你们不可为人所悟, 交接恶友必败坏善行。 你们当彻底醒悟, 别再犯罪了。 你们中有些人实在不认识天主了, 我说这话是为叫你们羞愧。 可是有人要说, 此人将怎样复活呢? 他们将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回来呢? 糊涂人啊, 你所剥的种子, 若不先死了, 绝不得生出来。 并且你所剥种的, 并不是那将要生出的形体, 而是一颗赤裸的子粒, 譬如一颗脉粒或者别的种粒。 但天主随自己的心意给他一个形体, 使每个种子各有各的本体。 不是所有的肉体都是同样的肉体。 人体是一样, 兽体又是一样, 鸟体另是一样, 鱼体就又另是一样。 还有天上的物体和地上的物体。 天上物体的华丽是一样, 地上物体的华丽又是一样。 太阳的光辉是一样, 月亮的光辉又是一样, 星辰的光辉另是一样。 而且星辰与星辰的光辉又有分别。 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 播种的是可朽坏的, 复活起来的是不可朽坏的。 播种的是可羞辱的, 复活起来的是光荣的。 播种的是软弱的, 复活起来的是强健的。 播种的是属生灵的身体, 复活起来的是属神的身体。 既有属生灵的身体, 也就有属神的身体。 经上也这样记载说, 第一个人亚当成了生灵, 最后的亚当成了使人生活的神。 但属神的不是在先, 而是属生灵的, 然后才是属神的。 第一个人出于地, 属于土, 第二个人出于天, 那属于土的怎样, 凡属于土的也怎样, 那属于天上的怎样, 凡属于天上的也怎样, 我们怎样带了那属于土的肖像, 也要怎样带那属于天上的肖像。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肉和血不能承受天主的国, 可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可朽坏的。 看, 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 我们众人不全死亡, 但我们众人却全要改变。 这是在顷刻眨眼之间, 在莫测吹号筒时发生的。 的确, 号筒一想, 死人必要复活, 成为不朽的, 我们也必要改变, 因为这可朽坏的, 必须穿上不可朽坏的, 这可死的, 必须穿上不可死的。 几时这可朽坏的, 穿上了不可朽坏的, 这可死的, 穿上了不可死的。 那时就要应验经上所记载的这句话, 在胜利中, 死亡被吞灭了。 死亡, 你的胜利在哪里? 死亡, 你的刺在哪里? 死亡的刺就是罪过, 罪过的诠释就是法律。 感谢天主赐给了我们,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获得的胜利,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要坚定不移, 在主的工程上, 该时常发奋勉励,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的勤劳, 在主内绝不会落空。 关于为圣徒捐款的事, 我怎样给加拉达各教会规定了, 你们也该照样做。 每周的第一日, 你们每人要照自己的能力积蓄一点, 各自存放着, 免得我来到时猜献凑。 几时我一来到, 就派你们所认可的人带着信, 把你们的恩师送到耶路撒冷去。 若是值得我也去, 他们就同我一起去。 我寻行了马其顿以后, 就往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只愿寻行马其顿, 但在你们那里, 可能我要住下, 生活过冬。 以后, 我无论往哪里去, 你们可以给我送行。 因为这次, 我不愿只路过时见见你们。 主若准许, 我就希望在你们那里多住一些时候。 但我仍要在厄夫所逗留到五旬节, 因为有成效的大门已给我敞开了, 但也有许多敌对的人。 若是地貌得道了, 你们要留意, 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恐无惧, 因为他是办理主的工作, 如同我一样。 所以谁也不可轻视他。 以后, 你们当送他平安启程回到我这里。 因为我与弟兄们等候着他。 关于阿波罗弟兄, 我多次恳求他, 要他同弟兄们一起到你们那里去。 但他绝没有意思如今去。 一有好机会, 他一定会去。 你们应当警醒, 应屹立在信德上, 应有丈夫气概, 应刚强有力。 你们的一切事都应以爱而行。 弟兄们, 我还要劝告你们, 你们知道斯特法纳一家原是阿哈亚的出国, 且自愿委身服侍圣徒, 对这样的人和一切合作劳苦的人, 你们应表示服从。 斯特法纳和弗托纳托及阿哈亦克来了, 我很喜欢, 因为他们填补了你们的空缺, 他们使我和你们的心神都感到了快位, 对他们这样的人, 你们应之敬重。 亚信亚各教会问候你们, 阿贵拉和普利史拉, 以及他们家内的教会, 在主内多多问候你们, 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们, 你们也该以圣门彼此问候。 我保禄亲笔问候, 若有人不爱主, 该受诅咒。 吴主,来吧, 愿主耶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 愿我的爱在基督耶稣内与你们众人同在。 格林多后书 格林多后书第一章 因天主的旨意, 做基督耶稣宗徒的保禄和蒂茂德兄弟, 置属于格林多的天主教会和全阿哈雅的众位圣徒, 愿恩宠与平安, 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 仁慈的父和施予各种安慰的天主受赞扬。 是祂在我们的各种磨难中常安慰我们, 为是我们能以自己由天主所亲受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在各种困难中的人。 因为基督所受的苦难, 加于我们身上的越多, 我们借着基督所得的安慰也越多。 我们如果受磨难, 那是为叫你们受安慰与得救。 我们如果受安慰, 那也是为叫你们受安慰。 这安慰足以能使你们坚忍啊, 与我所受的同样苦难。 为此, 我们对你们所怀有的希望是坚定不移的。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怎样分受了痛苦, 也要怎样同享安慰。 弟兄们, 我们深愿你们知道我们在亚西亚所受的磨难。 我们受到了非人力所能忍受的重压, 甚至连活的希望也没有了。 而且我们自己也认为必死无疑。 这是为叫我们不要倚靠自己, 而只倚靠那是死人复活的天主。 他有这样多的死亡危险中救援了我们, 而今仍在施救。 我们切望将来还要施救。 只要你们以祈祷协助我们, 这样应有许多人为我们求得恩赐, 好使将来也有许多人替我们感恩。 我们认为光荣的是, 就是由我们的良心作证。 我们处事是本着由天主而来的直爽与真诚, 并不是本着本性的智慧, 而是本着天主的恩宠。 对于你们尤其是本着恩, 因为我们给你们所写的, 无非是你们所能朗诵, 所能了解的。 我盼望你们能完全了解我们, 就如你们对我们已有了几分了解, 好在我们的主耶稣的日子上, 我们是你们的夸耀, 而你们也是我们的夸耀。 怀着这种信念, 我原先有意到你们那里去, 为使你们获得第二次的恩惠, 并经过你们那里到马其顿, 再由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 然后由你们送我往犹太去。 那么, 我怀着这种意思, 难道是我行事轻浮吗? 或者我定主意, 是随情敢定的, 一直在我内有是而又非吗? 天主是忠实的, 我们对你们所说的话, 并不是是而又非的。 因为借我们, 即借我和希尔瓦诺同地冒得, 在你们中所宣讲的天主子耶稣基督, 并不是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个是, 因为天主的一切恩徐, 在他内都成了是。 为此, 也借着他, 我们才答应阿门, 使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 那兼顾我们同你们在基督内的, 并给我们富游的, 就是天主。 他在我们身上盖了印, 并在我们心里, 赐下圣神作为抵押。 我指着我的性命, 护号天主作证。 我没有再到格林多去, 是为了顾问你们, 这并不是说, 在信仰方面我们愿管制你们, 而是说, 我们愿做你们喜乐的合作者, 因为你们在信仰上已站稳了。 所以我拿定了主意, 不再带忧苦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如果我使你们忧苦, 那么, 除了那由我而受忧苦的人外, 又有谁可使我欢乐呢? 为此我写了那样的信, 正是为避免我来到的时候, 那本该叫我喜乐的, 反而叫我忧苦。 因为我相信你们众人 都以我的喜乐 为你们众人的喜乐。 我在万般的痛心忧苦中, 流着许多泪给你们写了信, 并不是为叫你们忧苦, 而是为叫你们认清 我对你们所有的爱多么卓绝。 如果有人使人忧苦, 他不是使我忧苦, 而是使你们众人, 至少使一部分。 免得我说得过火。 这样的人, 受了你们大多数人的谴责, 已足够了。 你们宽恕劝慰他, 反倒更好, 免得他一时 为过度的忧苦所吞噬。 为此, 我劝告你们, 对他再建起爱情来。 其实, 也正是为此 我才写了那信, 为要考验你们, 看你们是否在一切事上 都服从命令。 你们宽恕谁什么, 我也宽恕。 因为我所宽恕的, 如果我曾宽恕过什么, 是为你们的缘故, 当着基督的面而宽恕的。 免得我们让撒旦占了便宽, 因为我们不是不知道他的心意。 当我为宣讲基督福音 来到特洛阿时, 虽然给我开了 为主工作的大门, 但因我没有遇到 我的弟兄弟多, 我的心神得不到安宁, 所以辞别他们 到马其顿去了。 感谢天主时常使我们在基督内参与凯旋的行列, 并借我们在各处拨扬认识基督的芬芳, 因为我们就是献与天主的基督的心香, 在得救的人中是, 在丧亡的人中也是, 但为后者是由死入死的芬芳, 为前者却是由生入生的芬芳。 对这样的工作谁够资格呢? 至少我们不像那许多人 为利而混乱了天主的道理。 我们宣讲乃是出于真诚, 出于天主, 当着天主的面在基督内。 格林多后书第三章 我们岂又开始举荐我们自己吗? 或者, 难道我们也应像某些人一般, 需要给你们递上剑书, 或由你们写剑书吗? 你们就是我们的剑书, 是写在我们心上, 为众人所共之共读的。 因为明显的, 你们就是我们共之所写的基督的书信, 不是用墨水写的, 而是以生活的天主圣神, 不是写在石板上, 而是在血肉的心板上。 我们借着基督在天主前才敢这样自信, 但这并不是说, 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 好似出于自己一般, 而是说, 我们所以够资格是出于天主, 并且是他使我们能够做新约的仆役。 这约并不是在于文字, 而是在于神, 因为文字叫人死, 神却叫人活。 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头上而属死的植物, 尚且有过光荣, 甚至以色列子宁为了眉色面貌上 异于消逝的光荣, 不能注视他的面貌, 那么属神的植物, 岂不更该有光荣吗? 如果先前定罪的植物有过光荣, 那么诚意的植物更该多么充满光荣。 其实, 那先前有过光荣的, 因了这更超越的光荣, 已算不得光荣了。 因为如果那一余消逝的曾一度有过光荣, 那么这长存的更该多么有光荣。 所以, 我们既怀有这种希望, 所以坦白行事, 不像眉色一般将帕子蒙在脸上。 免得以色列子民看到那一余消逝的光荣的终结。 但是他们的心意陷于迟钝, 因为直到今天, 在读旧约时, 同样的帕子仍然存在, 没有接去。 因为只有在基督内, 才得除去。 而且直到今天, 几十独眉色时, 还有帕子盖在他们的心上。 他们几时转向主, 帕子就会除掉。 主就是那神, 主的神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我们众人, 已揭开的脸面反映主的光荣的, 渐渐地光荣上加光荣, 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 正如有主及神在我们内所完成的。 格林多后书第四章 为此, 我们既蒙垂青, 获得了这职务, 我们绝不胆怯, 反而解决了一切可耻的隐瞒行为。 不以狡猾行事, 也不变通天主的道理, 只是借着显示真理。 在天主前, 将我们自己举荐于众人的良心。 但如果说, 我们的福音也被蒙住了, 那就是为丧亡的人蒙着。 因为今世的神, 以蒙蔽了这些不信者的心意, 免得他们看见基督, 天主的肖像, 光荣福音的光明。 因为我们不是宣传我们自己, 而是宣传耶稣基督为主, 我们只是因耶稣的缘故, 做了你们的奴仆。 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中照耀的天主, 曾经照耀在我们心中, 为使我们以那在耶稣基督的面貌上, 所闪耀的天主的光荣的知识来光照别人。 但我们是在瓦器中存有这宝贝, 为彰显那捉住的力量是属于天主, 并非出于我们。 我们在各方面受了磨难, 却没有被困住, 绝了路却没有绝望, 被迫害却没有被弃舍, 被打倒却没有丧亡。 身上时常带着耶稣的死状, 为使耶稣的生活也彰显在我们身上。 的确,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时常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亡, 为使耶稣的生活也彰显在我们有死的肉身上。 这样看来, 死亡施展在我们身上, 生活却施展在你们身上。 但我们既然具有经上所在的, 我信了, 所以我说, 那同样的信心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 因为我们知道, 那是主耶稣复活的, 也要使我们与耶稣一起复活, 并使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前。 其实,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 为使获得恩宠的人越增多, 感谢也越增加。 好归光荣于天主。 为此, 我们绝不胆怯, 纵使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损坏, 但我们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 因为我们这现实轻微的苦难, 正分外无比地给我们造就永远的光荣后报。 因为我们并不注目那看得见的, 而只注目那看不见的。 那看得见的原是暂时的, 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这地上帐篷式的寓所拆毁了, 我们必由天主获得一所房舍, 一所非人手所造, 而永远在天上的寓所。 诚然, 我们再次叹息, 因为我们切望套上那属天上的寓所。 只要我们还穿着衣服, 不是赤裸的。 我们在这帐篷里的人苦恼叹息, 是由于我们不愿脱取衣服, 而就套上另一层, 为使这有死的为生命所吸收。 但那安排我们如此的是天主, 是他给我们赐下了圣神做抵押。 所以不论怎样, 我们时常放心大胆,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几时住在这肉身内, 就是与主远离。 因为我们现今只是凭信德往来, 并非凭目睹。 我们放心大胆, 是为更情愿出离肉身, 与主同住。 为此, 我们或住在或出离肉身, 常专心以讨主的喜悦为光荣。 因为我们众人都应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为使个人借他肉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 领取相当的报应。 我们既然知道主的可谓, 所以尽力使人相信我们。 我们在主前是显明的, 我也盼望在你们的良心前也是显明的。 这并不是我们又向你们举荐自己, 而是为给你们一个又为我们夸耀的机会, 使你们有以对付那些只凭外貌, 而不凭内心夸耀的人们。 因为如果说我们是疤狂, 那是为了天主, 如果说我们是清醒, 那是为了你们。 因为基督的爱催破着我们, 因我们曾如此断定, 既然一个人替众人死了, 那么众人就都死了。 他替众人死, 是为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生活, 而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了的那位生活。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 不再按人的看法认识谁了。 纵使我们曾按人的看法认识过基督, 但如今不再这样认识他了。 所以, 谁若在基督内, 他就是一个新寿造物, 旧的已成过去, 看, 都成了新的。 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 他曾借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 并将这和好的职务赐给了我们。 这就是说, 天主在基督内是世界与自己和好, 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 且将和好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 所以我们是带基督做大使了, 好像是天主借着我们来劝勉世人。 我们如今带基督请求你们, 与天主和好吧, 因为他曾使那不认识罪的, 替我们成了罪, 好叫我们在他内成为天主的正义。 我们与天主合作的人, 也劝你们不要摆受天主的恩宠, 因为经上说, 在月纳的时候, 我赋予了你, 在救恩的时日, 我帮助了你。 看, 如今正是月纳的时候, 看, 如今正是救恩的时日。 我们在任何世上, 为避免这植物受诋毁, 不但没有给任何人跌倒的因由, 反而处处表现我们自己, 又如天主的仆义, 就是以持久的奸忍, 在艰难, 贫乏, 困苦之中, 在拷打, 监禁, 暴乱之中, 在劳苦, 不寝, 不食之中, 以清廉, 以明智, 以容忍, 以词汇, 以圣神, 以无为的爱情, 以真理的言辞, 以天主的德能, 以左右两手中正义的武器, 历经光荣和凌辱, 恶名和美名, 像是迷惑人的, 却是真诚的, 像是人所不知的, 却是人所共知的, 像是待死的, 看, 我们却活着, 像是受惩罚的, 却没有被置于死地, 像是忧苦的, 却常常喜乐, 像是贫困的, 却是许多人富足, 像是一无所有的, 却无所不有, 格林多人啊, 我们的口向你们张开了, 我们的心也敞开了, 你们在我们心内并不窄下, 而是你们的心肠窄下, 为了以暴还暴, 如今我对你们犹如对自己的孩子说, 你们也敞开你们的心吧, 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共负一恶, 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 那能有什么相通, 或者光明之于黑暗, 那能有什么联系, 基督之于贝里亚尔, 那能有什么协和, 或者信者与不信者, 那能有什么股份, 天主的殿与偶像, 那能有什么相合, 的确, 我们就是生活的天主的殿, 正如天主所说的, 我要在他们内居住, 我要在他们中徘徊, 我要做他们的天主, 他们要做我的百姓, 为此, 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 离开他们, 这是上主说的, 你们不可触摸不洁之物, 我要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亲, 你们要做我的子女, 这是全能的上主说的。 格林多后书第七章 所以,亲爱的, 我们既有这些恩许, 就当竭尽自己, 除去肉体和心灵上的一切玷污, 以敬畏天主之情来成就圣德。 容纳我们吧, 我们并没有侵犯过谁, 没有败坏过谁, 也没有占过谁的便宜。 我说这话, 我说这话并不是为定你们的罪, 因为我以前曾说过, 你们藏在我们心中, 甚至于同死同生, 我对你们大可放心, 我为了你们也很可夸耀, 我充满了安慰, 在我们各样的苦难中, 我格外充满喜乐, 因为自从我们到了马其顿, 我们的肉身没有得到一点安宁, 反而处处遭难, 外有争斗, 内有恐惧。 但那安慰谦卑人的天主, 以帝夺的来临安慰了我们, 不但以祂的来临, 而且也以祂由你们所得的安慰, 安慰了我们。 因为祂把你们的怯望, 你们的悲痛, 你们对我的热忱, 都给我们报告了, 这令我更加喜欢。 虽然我曾以那封信使你们忧苦了, 我并不后悔, 纵然我曾经后悔过, 因为我看见那封信, 实在使你们忧苦了, 虽然只是一时。 如今我却喜欢, 并不是因为你们忧苦了, 而是因为你们忧苦, 以至于悔改, 因为你们是按照天主的圣意而忧苦的, 所以没有由我们受到什么损害。 因为按照天主圣意而来的忧苦, 能产生再不反悔的悔改, 以至于得救, 世间的忧苦却产生死亡。 且看, 这种按照天主圣意而来的忧苦, 在你们中产生了多大的热情, 甚而变白而愤慨而恐惧而怯望而热忱而谴责。 在各方面, 你们表明自己对那事件是无罪的。 因此, 虽然我从前给你们写了信, 却不是为了那侵犯人的, 也不是为了那受侵犯的, 而是为了把你们对我们的热情在天主面前表彰出来。 为此我们得到了安慰。 在我们受安慰之外, 我们尤其因帝夺的喜乐而更加喜乐, 因为他的心神由你们众人得到宽慰。 因为我如果对帝夺夸耀过你们什么, 我也不至于羞愧。 因为我向他夸耀你们的话成了真的, 正如我们对你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一样。 并且, 他一想起你们众人的服从, 怎样以敬畏和战力的心情来接待他, 他的心肠就越发倾向你们。 我真喜欢, 因为我对你们在各方面都可以放心了。 格林多后书第八章 弟兄们, 如今我们愿意告诉你们, 天主在马其顿各教会所施予的恩惠, 就是他们在患难频繁的试探中所充满的喜乐, 和他们极度的贫困所涌出的丰厚慷。 我可以作证, 他们是尽了力量, 甚至超过了力量, 自动的捐赎, 再三恳求我们准他们分享供应圣徒的恩惠。 他们所做的, 不但如我们所盼望的, 而且按照天主的旨意, 把自己先奉献给主, 也献给了我们。 因此, 我们请求帝多, 他既然开始了这慈善的事, 也在你们中予以完成。 就如你们在一切事上, 在信德、 语言、 知识和各种热情上, 并在我们所教育你们的爱情上, 超群出众, 这样, 也要在这慈善事上超群出众。 我说这话并不是出命, 而是借别人的热情, 来试验你们爱情的真诚。 因为你们知道,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赐, 他本是富有的, 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 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 我在这世上只给你们贡献意见, 因为这样更适合于你们, 因为你们从去年不但已开始实行了, 而且还是出于自愿。 所以如今, 请完成你们所实行的事吧, 好使你们怎样甘心情愿, 也怎样照所有的予以完成。 因为只要有甘心情愿在, 蒙受悦纳是照所有的, 不是照所无的。 这不是说要使别人轻松, 叫你们为难, 而是说要出于均匀。 在现今的时候, 你们的富裕弥补了他们的缺乏, 好使他们的富裕也弥补你们的缺乏, 这样就有了均匀。 正如所记载的, 多收的没有剩余, 少收的也没有不足。 感谢天主, 把我对你们所有的同样热情, 赐在帝夺的心里, 因为他接受了我们的请求, 而且因他更为关心, 便自动地起身往你们那里去了。 同时, 我也打发了一位弟兄和他同去, 这人在宣讲福音上所受的赞美, 传遍了各教会。 不但如此, 而且各教会也派定了他在这恩惠上, 做我们的旅伴。 我们尽管这事是为主的光荣, 并未表现我们的好心。 我们这样防范, 是为避免有人在我们所经管的这巨款上来毁谤我们。 因为我们不但在主面前关心我们的美名, 而且也在人的面前。 我们还打发了一位弟兄与他们同去。 我们在许多事上, 屡次证验过他是热情的。 如今, 他因对你们大有信心, 当然更加热情了。 论到帝夺, 他是我的同伴, 唯你们也是我的助手。 论到我们的那两位弟兄, 他们是教会的使者, 是基督的光荣。 所以你们要在众教会前, 向他们证实你们的爱情, 和我们对你们所有的夸耀。 格林多后书第九章 其实, 关于供应圣徒之事, 我给你们写信原是多余的, 因为我知道你们甘心情愿做, 对这事, 我曾向马其顿人夸耀过你们, 说阿哈亚从去年就预备好了, 并且你们的热心曾激励了很多的人。 不过, 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 好使我们在这方面所夸耀于你们的, 不至于落空, 好叫你们正如我所说过的, 准备好了。 免得万一马其顿人与我同去, 见你们没有准备好, 使我们在这件事上受到羞辱, 那更不用说你们了。 所以我认为, 必须请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 把你们从前所应许的大量捐助先准备好, 齐备的好像是出于大方, 而不是出于小气。 再一说, 小量播种的也要小量收获, 大量播种的也要大量收获。 每人照心中所着亮的捐助, 不要心痛, 也不要勉强。 因为天主爱乐捐的人, 天主能丰厚地赐予你们各种恩惠, 使你们在一切事上常十分充足, 能多多行各种善事。 正如经上记载说, 他博师济贫, 他的仁义永世长存。 那供给播种者种子, 而有供给食粮做吃食的, 必要供给和增多你们的种子, 且使你们仁义的出产增加。 叫你们世事富足, 以致十分慷慨, 致使人因此借着我们而产生出感谢天主的心情。 因为办这种供应的事, 不但补助了圣徒的贫乏, 而还可叫许多人多多感谢天主。 借着这次供应的证明, 他们必要因你们而明认和服从基督的福音, 和你们对他们以及众人的慷慨捐助, 而光荣天主。 同时, 他们也必因天主在你们身上所赐的红恩, 而为你们祈祷, 而向往你们, 感谢天主为他默克名言的恩赐。 格林多后书第十章 我保禄, 就是那在你们中面对面时就谦卑, 不在的时候就对你们胆大的, 亲自借基督的温和良善劝告你们, 甚至求你们, 不要叫我到你们那里时, 因果敢而对你们大了胆。 这种果敢, 本来是我决意要对付那些, 以我们为按照血肉行事的人的。 我们固然是在血肉中行事, 却不是按照血肉而交战, 因为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属于血肉的, 而是凭天主有力的武器, 足以攻破坚固的堡垒, 攻破人的诡辩, 以及一切为反对天主的知识所树立的高债, 并路获一切人的心意, 使之服从基督, 并且我们已准备停荡, 即使你们完全服从时, 来惩罚一切的不服从。 你们看看摆在眼前的事实吧, 如果有人自信是属于基督的, 他自己该再想想, 他怎样属于基督, 我们也怎样是。 因为即使我对我们的权柄有一点过分的夸耀, 这权柄原是主所赐予, 为剑术而不是为破坏你们的, 我也不羞愧。 免得有人以为, 我好像只会借着书信来恐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 他的书信的确严厉而又强硬, 但他本人在时却软弱无能, 言语又空洞可清。 这样的人该想一想, 我们不在的时候, 写信时在言语上是怎样, 我们来到的时候, 在形式上也必是怎样。 其实, 我们不敢拿自己与某些举荐自己的人同列或相比, 他们是以自己来度量自己, 以自己来跟自己相比, 这绝不是明智。 我们夸耀却不越过范围, 而只是按照天主所指给我们的界限范围, 照这范围也一直达到你们那里。 我们并没有过于伸展自己, 好像从没有到达过你们那里似的, 其实是我们先带着基督的福音到了你们那里的。 我们并没有越过了范围, 以别人的劳苦而夸耀。 我们只希望因着你们信德的长进, 在你们中按照指给我们的界限越发开展, 一直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 但不在别人的界限内以别人以成的事而夸耀。 凡要夸耀的, 应当因主而夸耀, 因为不是自己举荐自己的, 那人是可取的, 而是天主所举荐的。 格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巴不得你们容忍我一点狂妄, 其实你们也应容忍我, 因为我是以天主的度爱, 度爱你们。 原来我已把你们续配给一个丈夫, 把你们当作贞洁的童女献给了基督, 但我很怕你们的心意受到败坏, 失去那对基督所有的赤诚和贞洁, 就像那蛇以狡猾诱惑了恶娃一样。 如果有人来给你们宣讲另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宣讲过的, 或者你们领受另一神, 不是你们所领受过的, 或者另一福音, 不是你们所接受过的, 你们竟然都容忍了, 真好啊! 其实, 我以为我一点也不在那些超等的宗徒以下, 纵使我浊于言辞, 却不浊于知识, 这是我们在各方面, 在各式上, 对你们所表显出来的。 难道我白白地给你们传报天主的福音, 屈卑我自己为使你们高升, 就有了不是吗? 我剥削了别的教会, 取了筹资, 为的是给你们服务啊! 当我在你们那里时, 虽受了匮乏, 却没有连累过你们一个人, 因为有从马西顿来的地上门, 补助了我的匮乏, 我一向在各方面设法避免连累你们, 将来还要如此。 基督的真理在我内, 我敢说, 我这种夸耀, 在阿哈亚地方是不会停止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爱你们吗? 有天主知道, 我现今做的, 将来还要做, 为避免给予那些找机会的人一个机会, 免得人看出他们在所夸耀的事上, 也跟我们一样。 因为这种人是假宗徒, 是欺诈的工人, 是冒充基督宗徒的, 这并不稀奇, 因为连撒旦也常冒充光明的天使, 所以倘若他的仆役也冒充正义的仆役, 并不算是大事, 他们的结局, 必与他们的行为相对等。 我再说, 谁也不要以为我是狂妄的, 若不然, 你们就以我为狂妄看待吧, 好叫我也稍微夸耀一下。 我在这夸耀的事上所要说的, 不是按照主说的, 而是如同在狂妄中说的, 既有许多人按照福建夸耀, 我也要夸耀, 因为像你们那样明智的人, 竟也甘心容忍了那些狂妄的人。 因为, 若有人奴役你们, 若有人侵吞你们, 若有人榨取你们, 若有人对你们傲慢, 若有人打你们的脸, 你们竟然都容忍了。 我惭愧地说, 在这方面, 好像我们太软弱了。 其实, 若有人在什么事上敢夸耀, 我狂妄地说, 我也敢。 他们是希伯来人,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 我也是。 他们是亚巴郎的苗艺, 我也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役, 我疯狂地说, 我更是。 论劳碌, 我更多, 论监禁, 更频繁, 论拷打, 过了量, 冒死亡, 是尝试。 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 每次四十下少一下, 受仗击三次, 被食击一次, 遭帆船三次, 在深海里度过了一日一夜, 又多次行路, 遭遇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由同族来的危险, 由外邦人来的危险, 城中的危险, 旷野里的危险, 海洋上的危险, 假弟兄中的危险, 劳碌辛苦, 屡不得眠, 忍饥受渴, 屡不得食, 忍受寒冷, 赤身裸体。 除了其余的事以外, 还有我每日的凡务, 对众教会的挂虑, 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谁跌倒, 我不心交呢, 若必须夸耀, 我就要夸耀我软弱的事, 主耶稣的天主和父, 那应受颂扬于永远的, 知道我不撒谎。 我在大马士革时, 阿勒达王的总督, 把守了大马士革人的城, 要逮捕我, 而我竟被人用篮子从窗口, 沿着城墙戏下, 逃脱了他的手。 格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若必须夸耀, 固然无益, 我就来说说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知道有一个在基督内的人, 十四年前被提到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为天主知道。 我知道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 我不知道天主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去, 听到了不可言传的话, 是人不能说出的, 对这样的人我要夸耀, 但为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弱外, 我没有可夸耀的。 其实, 即使我愿意夸耀, 我也不算是狂妄, 因为我说的是实话, 但是我绝口不谈, 免得有人估计我, 超过了他在我身上所见到的, 或由我所听到的, 免得我因那高超的启示, 而过于高举自己。 故此, 在身体上给了我一根刺, 就是撒旦的使者来拳击我, 免得我过于高举自己。 关于这事, 我曾三次求主使他脱离我, 但主对我说, 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 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 所以我甘心情愿夸耀我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德能藏在我身上。 为此, 我为基督的缘故, 喜欢在软弱中, 在凌辱中, 在艰难中, 在迫害中, 在困苦中, 因为我几时软弱, 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成了狂妄的人, 那是你们逼我的。 本来我该受你们的包扬, 因为纵然我不算什么, 却一点也不在那些超等的宗徒以下。 宗徒的记号也在你们中间, 以各种的坚忍, 借着征兆, 奇迹和异能真正实现了。 其实, 除了我本人没有连累过你们这件事外, 你们有什么不及别的教会之处呢? 关于这个委屈, 你们宽恕我吧。 看, 这已是第三次我预备好到你们那里去, 我还是不连累你们, 因为我所求的不是你们的东西, 而是你们自己。 原来不是儿女因为父母积蓄, 而是父母该为儿女积蓄。 至于我, 我甘心情愿为你们的灵魂付出一切, 并将我自己也完全耗尽。 难道我越多爱你们, 就该少得你们的爱吗? 是啊, 我没有连累过你们, 但我是出于狡猾, 以诡诈诈取了你们。 在我所打发到你们那里去的人中, 难道我曾借着其中的一位, 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曾请求了帝夺, 并打发了一位弟兄同趣, 难道帝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 我们行动来往, 不是具有一样的心神, 一样的步伐吗? 到如今, 你们以为我是向你们申辩吧? 其实我们是在基督内当着天主的面说话, 这一切, 亲爱的, 都是为了建树你们, 因为我怕我来到的时候, 见你们不合于我所想望的, 你们也见我不合于你们所想望的, 就是怕有争端, 嫉妒, 愤怒, 分裂, 毁谤, 挑唆, 自大, 纷乱, 又怕我到的时候, 我的天主在使我在你们前受委屈, 并为那许多从前犯了罪, 而不悔改他们所习行的不洁, 淫乱和放荡的人而痛哭。 格林多后书第十三章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 无论什么事, 凭两个或三个见证的口供才得成立。 我第二次在你们那里时已经说过, 如今不在的时候, 在预先向那些以前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众人说, 我若再来, 必不宽容。 这是因为你们愿寻求基督在我内说话的正念, 基督对你们并不是软弱的, 相反, 他在你们中是有能力的。 他虽然由于软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却由于天主的德能仍然活着。 我们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在他内也成了软弱的, 但对于你们, 我们却也要由于天主的德能同他一起活着。 你们该考察考察自己, 是否仍站在信德上? 你们要考验考验自己, 难道你们自己认不出耶稣基督就在你们内吗? 若不然, 你们就是经不起考验的, 但我希望你们认清我们并不是经不起考验的。 我们祈求天主, 使你们不做什么恶事, 并不是为显明我们是经不起考验的, 而是为叫你们行善, 使我们好似成为经不起考验的一般。 因为我们并不能做什么来反对真理, 只能拥护真理。 因为即使我们软弱, 而你们有能力, 我们才喜欢。 我们只求一件事, 就是你们的成全。 为此, 当我还未来到的时候, 先写了这些, 免得我来到的时候, 要照主所赐给我的那原是为建树, 而不是为破坏的权柄, 严厉处置你们。 此外, 弟兄们, 你们要喜乐, 要勉力成全, 要服从劝勉, 要同心合意, 要彼此和睦。 这样, 仁爱与平安的天主, 必与你们同在。 你们要以圣吻彼此问候, 这里的众圣徒都问候你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和天主的爱情, 以及圣神的相通, 常与你们众人相邪。 加拉达书 加拉达书第一章 我保禄宗徒, 我蒙兆为宗徒, 并非由于人, 也并非借着人, 而是由于耶稣基督, 和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父。 我和同我在一起的众弟兄, 智书给加拉达众教会, 愿恩宠与平安, 由天主我们的父, 及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 这基督按照天主我们父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恶舍弃了自己, 为救我们脱离此邪恶的世代, 愿光荣归于天主, 置于无穷之事。 阿们。 我真奇怪, 你们竟这样快离开了那 以基督的恩宠照叫你们的天主, 而归向了另一福音。 其实并没有别的福音, 只是有一些人扰乱你们, 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而已。 但是, 无论谁, 即使是我们, 或是从天上降下的一位天使, 若给你们宣讲的福音, 与我们给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不同, 当受诅咒。 我们以前说过, 如今我再说, 谁若给你们宣讲福音, 与你们所接受的不同, 当受诅咒。 那么, 我如今是讨人的喜爱, 或是讨天主的喜爱呢? 难道我是寻求人的欢心吗? 如果我还求人的欢心,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所宣讲的福音, 并不是由人而来的, 因为我不是由人得来的, 也不是由人学来的, 而是由耶稣基督的启示得来的。 你们一定听说过, 我从前尚在犹太教中的行动, 我怎样激烈地迫害过天主的教会, 竭力想把它消灭。 我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族许多童年的人更为激进, 对我祖先的传授更赋予热忱。 但是, 从母胎中已选拔我, 以恩宠召教我的天主, 却决意将他的圣子启示给我。 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 我当时没有与任何人商量,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在我以前做宗徒的人。 我立即去了阿拉伯, 然后又回到了大马士革。 此后, 过了三年, 我才上耶路撒冷去拜见客房, 在他那里逗留了十五天。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伯, 我没有看见别的宗徒。 我给你们写的都是真的, 我在天主前作证, 我绝没有说谎。 此后, 我往叙利亚和基利基亚地狱去了。 那时, 犹太境内属于基督的各教会, 都没有见过我的面, 只是听说过。 那曾经迫害我们的, 如今却传扬他曾经想消灭的信仰了。 他们就为了我而光荣天主。 加拉达书第二章 过了十四年, 我同巴尔纳伯再上耶路撒冷去, 还带了帝夺筒去。 我是受了启示而上去的, 我在那里向他们陈述了我在义民中间所讲的福音, 和私下向那些有权威的人陈述过, 免得我白白地奔跑, 或者突然奔走啊。 但是, 即连跟我的帝夺, 他虽是希腊人, 也没有被强迫领受割损, 因为, 有些潜入的假弟兄, 曾要他受割损。 这些人潜入了教会, 是为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所享有的自由, 好使我们再成为奴隶。 可是对他们, 我们连片刻时间也没有让步屈服, 为是福音的真理在你们中保持不变。 至于那些所谓有权威的人, 不论他们以前是何等人物, 与我毫不相干。 天主绝不顾情面, 那些有权威的人也没有另外吩咐我什么, 反而他们看出来, 我是受了委托, 向未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 就如伯多禄被委派向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一样。 因为, 那叫伯多禄未受割损的人致力尽宗徒之职的, 也叫我为外邦人致力尽宗徒之职。 所以, 他们一认清了所赋予我的恩宠, 那称为注释的雅各伯, 克法和若旺, 就与我和巴尔纳伯握手, 表示通力合作, 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 而他们却往受割损的人那里去。 他们只要我们怀念穷人, 对这一点我也曾尽力行了。 但是, 当克法来到安提约基亚时, 我当面反对了他, 因为他有可责的地方。 原来, 由雅各伯那里来了一些人, 在他们未到以前, 他惯常同外邦人一起吃饭, 可是他们一来到了, 他因怕那些受割损的人, 就退避了, 自己躲开。 其余的犹太人也都跟他一起装甲, 一直连巴尔纳伯也受了他们的牵引而装甲。 我一见他们的行为,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当着众人对克法说, 你是犹太人, 竟按照外邦人的方式, 而不按照犹太人的方式过活。 你怎么敢强迫外邦人犹太化呢? 我们生来是犹太人, 而不是出于外邦民族的罪人。 可是我们知道, 人诚意不是由于遵行法律, 而只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所以我们也信从了基督耶稣。 未能由于对基督的信仰, 而不由于遵行法律诚意, 因为由于遵守法律, 任何人都不得诚意。 如果我们在基督内求诚意的人, 仍如他们一样被视为罪人, 那么基督岂不是成了支持罪恶的人了吗? 绝对不是。 如果我把我所拆毁的再修建起来, 我就证明我是个罪犯。 其实我已由于法律而死于法律了, 未能生活于天主。 我已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我生活亦不是我生活, 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 我现今在肉身内生活, 是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仰内。 他爱了我, 且为我舍弃了自己。 我绝不愿使天主的恩宠不孝, 因为如果诚意是赖着法律, 那么基督就白白地死了。 加拉达书第三章 无知的加拉达人啊,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一活现地摆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愿向你们请教这一点。 你们领受了圣神, 是由于遵行法律呢? 还是由于听信福音呢? 你们竟这样无知吗? 你们以圣神开始了, 如今又愿意肉身结束吗? 你们竟白白受了这么多的苦吗? 果然是白白的吗? 天主赐予你们圣神, 并在你们中间施展了德能。 是因为你们遵行法律呢? 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 经上这样记载说, 亚巴郎信了天主, 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 为此你们该晓得, 具有信德的人才是亚巴郎的子孙。 圣经预见天主将是一民凭信德成义, 就向亚巴郎预报福音说, 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 可见那些具有信德的人, 与有信德的亚巴郎同盟祝福, 反之,凡是一事遵行法律的, 都应受咒骂。 因为经上记载说, 凡不持守, 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 而依照遵行的, 是可咒骂的。 所以很明显的, 没有一个人, 能凭法律在天主前诚意。 因为经上说, 一人因信德而生活。 但是法律并非以信德为本, 只说, 遵行法令的, 必因此获得生命。 但基督由法律的咒骂中赎出了我们, 为我们成了可咒骂的。 因为经上记载说, 凡被悬在木架上的, 是可咒骂的。 这样, 天主使亚巴郎所蒙受的祝福, 在基督耶稣内普及于万民, 并使我们能借着信德领受所应许的圣神。 弟兄们, 就常规来说, 连人的遗嘱, 如果是正式成立的, 谁也不得废除或增定。 那么, 恩许是向亚巴郎和他的后裔所许诺的, 并没有说后裔们, 好像是像许多人说的, 而是像一个人, 即你的后裔, 就是指基督。 我是说, 天主先前所正式立定的誓约, 绝不能为四百三十年以后成立的法律所废除, 以致使恩许失效。 如果承受产业只由于法律, 就已不是由于恩许, 但天主是由于恩许把产业赐给了亚巴郎。 那么, 为什么还有法律呢? 他是为显露过犯而天赦的, 等他所恩许的后裔来到, 他原是借着天使, 经过忠人的手而立定的, 可是如果出于单方, 就不需要忠人了, 而天主是由单方赐予了恩许。 那么, 法律相反天主的恩许吗? 绝对不是。 如果所立定的法律, 能赐予人生命, 正义就的确是出于法律了。 但是圣经说过, 一切人都被禁锢在罪恶权下, 好使恩许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 归于相信的人。 在信仰尚未来到以前, 我们都被禁锢在法律的坚守之下, 以期待信仰的出现。 这样, 法律就成了我们的启蒙师, 领我们归于基督, 好使我们由于信仰而诚意。 但是信仰一到, 我们就不再处于启蒙师权下了。 其实你们众人都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 成了天主的子女。 因为你们凡是领了喜归于基督的, 就是穿上了基督, 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 奴隶或自由人, 男人或女人。 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内已成了一个。 如果你们属于基督, 那么你们就是亚巴郎的后裔, 就是按照恩许做成绩的人。 加拉达书第四章 再说, 成绩人几时还是孩童, 虽然他是一切家业的主人, 却与奴隶没有分别, 仍属于监护人和代理人的权下, 直到父亲预定的期限。 同样, 当我们以前还做孩童的时候, 我们是隶属于金氏的盟学权下, 但时期一满, 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 胜于女人, 胜于法律之下, 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 使我们获得一子的地位。 为证实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子女, 天主派遣了自己儿子的圣神, 到我们心内喊说, 阿爸, 父啊! 所以, 你已不再是奴隶, 而是儿子了。 如果是儿子, 赖天主的恩宠, 也成了成绩人。 当你们还不认识天主的时候, 服侍了一些本来不是神的神, 但如今你们认识了天主, 更好说为天主所认识, 那么, 你们怎么又再回到那无能无用的盟学里去, 情愿再做他们的奴隶呢? 你们竟又谨守某日, 某月, 某时, 某年。 我真为你们担心, 怕我白白地为你们辛苦了。 弟兄们, 我恳求你们要像我一样, 因为我曾一度也像你们一样, 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过我。 你们知道, 当我初次给你们宣讲福音时, 正当我身患重病, 虽然我的病适为你们是个试探, 你们却没有轻看我, 也没有厌弃我, 反接待我, 犹如一位天主的天使, 犹如基督耶稣。 那么, 你们当日所庆幸的在哪里呢? 我敢为你们作证, 如若可能, 你们那时也会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给我。 那么, 只因我给你们说实话, 就成了你们的仇人吗? 那些人对你们表示关心, 并不怀好意, 他们只是愿意使你们与我隔绝, 好叫你们也关心他们。 受人关心固然是好的, 但因怀好意, 且该常常如此, 并不单是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 我的孩子们, 我愿为你们再受惨痛, 直到基督在你们那行程为止。 恨不得我现今就在你们跟前改变我的声调, 因为我对你们实在放心不下。 你们愿意属于法律的, 请告诉我, 你们没有听见法律说什么吗? 法律曾记载说, 亚巴郎有两个儿子, 一个生于婢女, 一个生于自由的妇人, 那生于婢女的是按常理而生的, 但那生于自由妇人的, 却是因恩许而生的。 这都含有寓意, 那两个妇人是代表两个盟约, 一是出于西南山, 生子为奴, 那就是哈加尔。 西南山是在阿拉伯, 这哈加尔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 因为耶路撒冷与他的子女同为奴隶, 然而那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却是自由的, 他就是我们的母亲, 称如经上记载说, 不生育的使女喜乐吧, 未经铲痛的女人欢呼高唱吧, 因为被弃者的子女比有夫者的子女还多。 弟兄们, 你们像伊撒格一样是恩许的子女, 但是, 先前那按常理而生的, 怎样迫害了那按神恩而生的, 如今还是这样。 然而经上说了什么? 你将婢女和她的儿子赶走, 因为婢女的儿子不能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家业。 所以, 弟兄们, 我们不是婢女的子女, 而是自由妇人的子女。 加拉达书第五章 基督解救了我们, 是为使我们获得自由, 所以你们要站稳, 不可再让奴隶的恶束缚住你们。 请注意, 我保路告诉你们, 若你们还愿意受割损, 基督对你们就没有什么益处。 我再向任何自愿受割损的人声明, 他有遵守全部法律的义务。 你们这些靠法律寻求诚意的人, 是与基督断绝了关系, 由恩宠上跌了下来。 至于我们, 我们却是依赖圣神, 由于信德怀着能诚意的希望, 因为在基督耶稣内, 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 唯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才算什么。 以前你们跑得好, 又谁拦阻了你们去追随真理呢? 这种炫忧, 绝不是出自那照选你们的天主。 少许的教母, 就能使整个面团发酵。 我在主内信任你们, 认为你们不会有什么别的心思, 但那扰乱你们的人, 不论他是谁, 必要承受惩罚。 至于我, 弟兄们, 如果我仍宣讲割损的需要, 那我为什么还受迫害? 若是这样, 十字架的绊脚石就早已除去了。 巴不得那些扰乱你们的人, 将自己割净了。 弟兄们, 你们蒙照选, 是为得到自由, 但不要以这自由作为放纵肉欲的借口, 唯要以爱德彼此服侍, 因为全部法律总括在这句话内。 爱你的近人, 如你自己。 但如果你们彼此相咬相吞, 你们要小心, 免得同归于尽。 我告诉你们, 你们若随圣神的引导行事, 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 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 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 而这互相敌对, 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 但如果你们随圣神的引导, 就不在法律权下。 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 即淫乱, 不洁, 放荡, 崇拜偶像, 施行写法, 仇恨, 竞争, 嫉妒, 愤怒, 争吵, 不目, 分党, 度恨, 凶杀, 醉酒, 艳乐, 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 我以前劝诸过你们, 如今再说一次, 做这种事的人, 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 然而圣神的效果却是, 仁爱, 喜乐, 平安, 忍耐, 良善, 温和, 忠信, 柔和, 节制。 关于这样的事, 并没有法律禁止。 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已把肉身, 同邪情和私欲, 定在十字架上了。 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 就应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 不要贪图虚荣, 不要彼此挑拨, 互相嫉妒。 加拉达书第六章 弟兄们, 如果见一个人陷于某种过犯, 你们既是属神的人, 就该以柔和的心神矫正他。 但你们自己要小心, 免得也陷入诱惑。 你们应彼此协助背负重担, 这样, 你们就满群了基督的法律。 人本来不算什么, 若自以为算什么, 就是欺骗自己。 个人只该考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 对自己也许有可夸耀之处, 但不是对别人夸耀, 因为个人要背负自己的重担。 学习真道的, 应让教师分享自己的一切财物。 你们切不要错了, 天主是嘲笑不得的, 人重什么就收什么, 那随从肉情撒种的, 必由肉情收获败坏。 然而, 那随从圣神撒种的, 必由圣神收获永生。 为此, 我们行善不要厌倦, 如果不松懈, 到了适当的时节, 必可收获。 所以, 我们一有机会, 就应向众人行善, 尤其应向有同样信德的家人。 你们看, 我亲手给你们写的是多么大的字, 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 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称赞, 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 其实, 他们虽然受了割损, 却也不遵守法律, 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损, 为能因在你们的肉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 至于我, 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 因为借着基督, 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其实, 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 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 凡以此为规律而行的, 愿平安与怜悯降在他们身上, 即降在天主的新以色列身上。 从今以后, 我切愿没有人再烦扰我, 因为在我身上, 我带有耶稣的烙印。 弟兄们,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